唐纪十一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丁有公元六百三十七年 五岳人参 贵征上奏书认为 陛下从善如流 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 谴责惩罚见多 成为发怒比过去严厉了 由此可知 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 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 这并非虚妄之言 而且当年隋朝府库苍领的充实和户口假兵的强盛 今日如何比得上呢 然而隋朝自恃富强 勤烦劳作 以致国家威亡 我们自知贫弱 与民清静 而是天下安定 安定与威亡的道理昭然若解 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 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 未灭亡时 自然认为没有灭亡的危险 故而不停地 争派赴税劳逸 不停地东征西伐 以致霍乱将棘自身时 还尚未知觉 所以说 照看自己的身形 莫如石水 净止如镜面 借见失败 莫如砍国家的灭亡 人望陛下能够借见隋朝的覆灭 除掉奢侈 利益简约 亲近忠良 远离邪宁 以现在的平静无事 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 这样才能达到尽善尽美 无以复加的地步 取得天下成熟困难 而守成则较为容易 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 难道不能保全比较容易的吗 六月 尚书幼仆叶 于公公温燕博去世 温燕博尝时间执掌机要 尽职尽责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燕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 朕见其精力和体力不值已有两年 只是遗憾 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 竟知英年早逝 初四 太宗寻姓明德公 初六 太宗下诏荆州都督 京王李元景等 二十一位亲王所认的刺史职务 均由其子孙世袭 十五日 又封公臣 长孙 吴继等十四人为刺史 也令其子孙世袭 如没有大的变故 不得处灭 十六日 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秋季七月初一 天降大雨 古落二河水涨满 一出流入洛阳宫中 毁坏官家寺庙和百姓住房 溺死六千多人 魏征上奏书认为 文子说 同样的言语 有时能被信任 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 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 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 自同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 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 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 未尽诚信的缘故 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智 必然伪之于君子 而事有得失 有时要寻访小人 对待君子敬而远之 对待小人轻挑而亲衣 亲衣则源于表达的充分 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 智力中等的人 岂能没有小聪明 然而并没有经国的策略 考虑问题不久远 即使结成敬意 也难免有败绩 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呢 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 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 假如对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 就可以略去不计较 既然称之为君子 而又怀疑其不真诚 这与利益跟植木 而怀疑其影子歪斜 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如果真能慎责君子 礼遇信任予以重用 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志呢 否则的话 很难保证 威王不期而至呀 太宗赐给魏征首写诏令 夸赞说 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 意志骄傲懈怠 何曾身处三宫高位 不能犯言之见 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 自诩为明智 此乃最大的不动 如今得到你的建言 朕已经知道错了 当把你的真言放在基岸上 犹如西门报 董安瑜 佩戴伪贤以自警 十三日 太宗的车架从明德宫 回到洛阳宫 下诏说 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 稍假修缮便可以居住 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 都供给城中防射坍塌的人家 命令文武百官各尚书严师 极力指出朕的过世 二十日 废除明德宫 以及飞山宫中的悬府院 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八月十二日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尚书奏事的人都说 朕游列太频繁 如今天下无事 古备的事不能忘 朕时常与身边的人 到后院涉猎 没有一件事 烦扰了百姓 这有什么害处呢 魏征说 先王唯恐听不到 有人谈论起过错 陛下既然让大臣们 上书奏事 就应该听认他们 无拘束的陈述意见 如果他们的话可取 固然会对国家有利 假如不可取 听听 也没有什么损害的 太宗说 你说得很对 君于慰问 并打发他们回去 事一时 马周上奏书认为 夏商周三代 以及汉代 历经年代 多者八百年 少者不少于四百年 这是因为 上古帝王 以恩惠凝聚人心 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 汉代以后 历代王朝 多者六十年 少者仅二十多年 君因对百姓不施恩惠 根基不牢固的缘故 陛下正应当发扬 与唐文武的地业 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 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 如今 全国户口不及随朝的十分之一 而福劳役的 凶去地归 道路相断 陛下虽然下达了 施恩的诏令 减损劳役 然而 迎善之士 无休无止 老百姓 怎么能得到休息呢 所以主管部门 徒劳地发放文书 与实际 毫不相干 从前 汉文帝和汉景帝 千功节俭 以养护百姓 五帝 继承丰富的资产 所以能够穷涉疾欲 而不治天下大乱 假使汉高祖之后 及传位给五帝 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 再者 京都长安 以及各地所制造的 成余器物用具 和众位亲王 妃嫔公主的服饰 议论的人都认为 这并非节俭 前代君王 黎明起 即致力于声名显赫 前代君王 黎明及起 以致力于声名显赫 后人还是有所倦怠 陛下年轻时 居于民间 深知百姓的疾苦 尚且如此 何况皇太子 生长于深宫高院 不熟悉外部事物 陛下辞世后的事 固然是应当忧虑的 我观察自古以来 百姓愁苦怨恨 便聚合为盗贼 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 君主虽然想追回改正 也难以恢复保全 所以修德行 应当于可修之时 不可等到逝去国家之后 再去后悔 当年周幽王周立王 曾取笑过节奏 隋阳帝也曾取笑过 周期二朝 不可让后代人取笑 现在如同现在 我们取笑阳帝一样 正观初年 全国欠收闹饥荒 一斗米值一匹卷 而老百姓毫无怨言 是因为知道 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 如今连年丰收 一匹卷可换速十余虎 然而老百姓 却怨声不断 是知道陛下 不再顾念百姓 多营建公事 不操劳国家 急务的缘故 自古以来 国家的兴亡 不在于积蓄的多少 而在于百姓的苦乐 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 加以考察 隋朝广筑落口仓 而礼密加以利用 东都积存不薄 而王室冲得以借力 西京的府库 也为我们大唐所用 至今仍未用完 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 也要百姓有余力 然后收税 不可强加聚联 拱手供给敌方 节俭 以示百姓休息 陛下可以在贞观初年 亲身实践 今日再这么做 固然不是什么难事 陛下如果想要谋划 长治久安的政策 不必远求上古时代 只是想贞观初年那样 就是天下的姓氏了 陛下宠爱后代诸王 颇有十分过分的 但不能不深思 陛下身后的事情 从前魏武帝宠爱 陈思王曹植 等到曹丕即位 便囚禁了诸王 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 这样看来 魏武帝的过分宠爱 恰使他们备受其苦 另外百姓得以安定 为在于刺史和宪令 如果挑选的人得利 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 如今朝靖只中中央的官吏 而轻视周县地方官的选拔 刺史多用五人 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 才补选为地方官 边缘地区用人更加轻视 所以说百姓不安定 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 奏书上奏后 太宗称赞了很久 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此时应当由朕亲自选拔 县令应召令朝官以上官员 每人见举一人 冬季十月初二 赵令勋贵大臣死后 均陪葬于皇陵 太宗狩猎于洛阳院 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 太宗引弓连发四箭 射死四头 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 将要咬到马凳 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进前 与诸搏斗 太宗拔出箭 弹死野猪 回头对唐俭笑着说 天策长使 没看见朕将要杀死野兽吗 为什么如此害怕呢 唐俭回答说 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 却不以马上治天下 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死方 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成威风呢 太宗高兴 为此停职捕猎 不久又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安州都督吴王李克 多次出外游猎 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 誓书誓语时 柳范尚书弹劾他 26日 李克因此背面官职 削减十封三百户 太宗说 掌使全万纪 侍奉我的儿子 不能匡偏政额 论罪当处死 柳范说 方玄陵侍奉陛下 还不能阻止陛下受炼呢 怎么能只怪罪万计呢 太宗勃然大怒 拂袖而去 过了不久 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 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 回答说 陛下仁德名察 我不敢不尽于中之见哪 太宗高兴了 十一月十一日 太宗寻姓淮州 二十六日 回到洛阳宫 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 年房十四岁 太宗听说她貌美 召入后宫 策封为财人 十二年 雾虚 公元六百三十八年 春季正月十五日 礼部尚书 王上奏称 三品以上官员 遇见亲王 都要下车于 站立路旁 这不符合礼仪 太宗说 你们随便自我尊贵 轻视诸位皇子 特近卫征说 亲王们的地位并列于三宫 如今三品以上大臣 均是九卿八座 为亲王们下轿行礼 实在是不合适的 太宗说 人的生命长短 难以预料 万一太子遇到不幸早王 谁能知道哪个王子 他日不能做你们的君主呢 怎么能轻视他们呢 回答说 自周代以来 都是子孙相成 独立兄弟即位 这是为了杜绝数子 寄予皇位堵塞祸乱的根源 此是治国者应当身以为戒的 太宗于是听从了王的启奏 立部尚书高士连 皇门侍郎围挺 礼部侍郎林胡德 中书侍郎陈文本 编撰 士族志 书成 上奏给太宗 这以前 山东崔 卢 李 郑等世家大族 喜欢自我标榜 门第族望 虽然好几代已经衰落了 但如果非士族人家 想与他们通婚的 定要多索财物 导致当时的风俗 有人丢弃原来的礼贯 而冒称名门士族 有的兄弟二人族望相等 便以七族背景相互比斗 太宗非常厌恶这些 命高士连等人普查全国的普蝶 致政于典籍 考验其真伪 辨别其招募伦续 编排行刺 包养蒋进忠贤 贬斥奸逆 分作九等 世连等人将皇门侍郎 崔敏列为第一 太宗说 汉高族与萧和曹参 梵快冠英等人 均已不宜起兵 你们至今仍然十分推重景仰 认为是一代英豪 难道在乎他们的士清士路地位吗 高士偏居山东 陈梁二朝 偏居江南 虽然也有个别英豪又合足挂齿 何况他们的子孙财气衰竭 德行浅薄 官爵降低 然而还很骄傲地以门地足望自负 挂羊头卖狗肉 依赖高贵人家 挂怜贤齿 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什么要尊贵他们 如今三贫以上功卿大臣 有的以仁德行事 有的以功勋称道 有的以文章炼达 至身显赫 那些衰微的士族们不值得羡慕 然而那些希望与士族们通婚的 即使多供给金银财物 还是被他们所看不起 朕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如今想要离政错谬 舍弃虚名 追求实际 而你们仍然将催民列为第一位 这是清士大唐的官爵 而依循流俗的观念 于是下令重新勘政 专以当朝品质高下定定标准 于是便以皇族李姓为首位 外妻次之 将催民降为第三 共定293姓 1651家搬姓全国 2月初五 太宗车驾自洛阳向西行 13日寻行河北县 观察抵柱山 14日 乌州辽民造反 州都督齐善行将其打败 俘虏男女三千多人 15日 太宗祭祀宇庙 17日 到达柳谷 观看岩池 20日 到达柏州 次使赵元凯 命令百姓们身穿沙丹衣 迎接车架 装饰卸摄楼台 关羽 又养了一百多头羊 数百条鱼 献给贵族外戚 太宗责备他说 朕寻行到黄河落水一带 凡有所需 均从府库中支去 你所做的 乃是已灭亡的隋朝的老毛病了 24日 寻行长城宫 28日 太宗下诏说 隋朝英姬郎将摇军肃 虽然如同节犬肺摇 与倒戈的情况相乖为 然而 急封石镜草 石表明其碎寒之心 可追赠为蒲州刺史 另外在寻访他的子孙上奏 润2月初一 出现日时 28日 车架回到京都长安 3月初二 著作左廊邓士龙上表 请求搜集太宗所写文章 太宗说 朕的言与命令 凡是有益于百姓的 史官都已经记录下来 足可以作为不朽的文字 如果毫无益处 收集它又有什么用呢 梁武帝 萧衍父子 陈后主 隋阳帝 都有文集传世 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 作为君主 忧虑的是不失德政 文章有什么用啊 于是没有应运 27日 太宗以皇孙降生 在东宫宴请无品以上官员 太宗说 朕官年以前 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 以防玄陵的功劳最大 朕官年以来 纠正朕的过失 主要是魏征的功劳 都赐给他们配刀 太宗对魏征说 朕治理国政 与往年相比如何呀 魏征回答说 魏征家于四方 则远超过贞观初年 人心悦福 则不如从前 太宗说 远方民族畏惧皇威 羡慕圣德 所以前来归福 如果说不如以前 则何以至此 魏征说 陛下以前以天下 未能大智为忧虑 所以注意修德行义 每天都有新的作为 如今既得到治理 又较安定 所以说不如以前勤勉了 太宗说 如今所做的 与往年相同 有什么区别呢 魏征说 陛下在贞观初年 唯恐臣下不行剑 常常引导他们觐见 听到觐见 便乐而听从 如今却不然 虽然勉强听从 却面有难色 这便是区别 太宗说 可以举例说明吗 回答说 陛下以前曾想杀掉 袁律师 孙福家认为 依法不当处死 陛下赐给他 蓝陵公主的花园 价值一百万 有人说 赏赐太厚重了 陛下说 镇及皇位以来 未听到行剑的人 所以要重赏 这是为了引导众人 行剑 似乎柳雄 假冒随朝 所受官资 陛下想要杀掉他 又采纳戴昼的 建言而作罢 这是乐而听从的例子 贞观八年 皇府得参上书 欠祖修善 洛阳公 陛下内心愤恨 虽然因为我直言相劝而作罢 但只是勉强听从啊 太宗说 不顺您不能有这样的见解 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夏季4月25日 红文馆学士 永兴文义公于世南去世 太宗痛哭 于世南外表温和柔顺 而内里中正耿直 太宗曾称赞他有五绝 一 道德高尚 二 中正耿直 三 知识广博 四 写一首好文章 五 擅长书法 秋季7月27日 任命吏部尚书高 适联为尚书幼谱 29日土藩侵犯洪州 8月 霸州山寮族反叛 烧死刺史向少林 以及官吏百姓一百多奖 其初 太宗派遣使者冯德侠 安抚慰问土藩 土藩听说突厥土玉魂 都曾娶唐氏公主为妻 便派使节随冯德侠到长安 带着大量金银财宝 上表请求通婚 太宗没有答应 使者回到土藩 绿区首领赞谱 弃宗弄赞说 我初次到大唐 大唐带我礼遇甚厚 答应嫁公主 正赶上土玉魂首领入朝 相遇离间 唐朝礼节贱旦 也不答应通婚了 气宗弄赞于是发兵攻打土玉魂 土玉魂军队抵挡不住 逃到青海北面 百姓的牲畜 都被土藩掠走 土藩进而进攻党项 白蓝等枪族 率兵二十多万 驻扎在松州西部边境 派使节进献金银绸缎 声称前来迎接共主 不久进攻松州 打败都督寒威 枪族首领 延州刺史 别从卧师 诺州刺史 把力不力 一同举州 投降土藩 土藩连年征战不息 大臣劝阻不听而自杀的 总共有八个人 二十七日 唐朝任命 吏部尚书侯军级 为迷道行军大总管 二十九日 任命右领军大将军 直师私立为白蓝道 左五位将军 牛进达为阔水道 左领军将军 刘简为桃州道行军总管 统帅部骑兵五万人 攻打土藩 土藩进攻松州城 十多天 牛进达为唐军先锋 九月初六 乘土藩军毫无防备 大破土藩于松州城下 杀死一千多人 气宗弄赞害怕了 率兵退回本地 派人到长安请罪 借此再次请求通婚 太宗应允 初九 太宗问身边大臣说 创业于守城 哪个难呢 房玄陵说 建国之前 与各路英雄一起局逐争斗 而后使他们臣服 还是创业难 魏征说 自古以来的帝王 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 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 守城更难 太宗说 玄陵与我共同打下江山 除生入死 所以更体会到创业的艰难 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 常常担心富贵而导致交涉 往乎所以而产生祸乱 所以懂得守城更难 然而创业的艰难 已成为过去的往事 守城的艰难 正应当与诸位慎重对待 玄陵等人行礼说 陛下说这番话 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啊 起初 突厥杰利克汗灭亡之后 北方地域空虚 薛元陀真竹克汗 在都尉千山北路 独罗水南岸建崖障 兵马二十多万 逼他的两个儿子 拔拙杰利分别统领南北部 太宗看到他的强大 担心以后难以制服 十八日 封珍珠克汗的两个儿子 为小克汗 各赐给谷和大旗 外室尊崇 实际上是为了分化其实力 冬季十月初一 八州辽民反叛 初五 太宗在史平田列 二十一日回到长安 军州辽民反叛 唐朝派贵州都督张宝德 讨伐平定 十一月初三 开始在玄武门设置 左右屯营飞骑 由各位将军统领 又精选飞骑中 身体肖健敏捷 善于骑射的 号称一百名骑手 身披五色袍 呈骏马 用虎皮做马鞍和垫步 凡于皇帝寻姓 则为护卫随从 第一千三百二十九集 二十五日 明州辽民反叛 唐朝廷派焦州都督 李道燕 讨伐平定 十二月初七 左武侯将军上官怀仁 在碧州进攻反叛的辽民 取胜 俘获其男女 一万多人 去年 任命几世中马州为中书社人 马州机敏善变 中书侍郎 陈文本常常称赞他说 马军议论事情 旁征博隐纵横古今 提纲窃领 山凡就简 用词准确 切重势力 一字不可增 也不可简 听者心服 难以忘怀 全无倦意 霍王李元鬼喜欢读书 千功谨慎 举止合体 做徐州史 与楚氏刘玄平 名为不一之交 人们询问刘玄平 霍王的长处 玄平说 没什么长处 问的人觉得很奇怪 玄平说 人有短处 才能见到他的长处 至于说霍王 没有短处 我怎么能够说出 他的长处呢 起初 西突厥历诗克汗 将其古土分为十部 每部设首领一人 各赐给一支箭 称为十箭 又分左右乡 左乡号称五多路 设置五大措 居处于岁叶以东地区 右乡号称五弩诗壁 设立五大四金 居住在岁叶以西 通称为石杏 历诗失去民心 被他的臣下 同土屯袭击 历诗兵败后 与他的弟弟布历社 退守烟旗 同土社等人 想要拥立玉谷社 为大可汗 这时 同土屯被人杀死 玉谷社部队也被打败 历诗收复旧地 到此时 西部终于拥立玉谷社 为伊皮多路可汗 伊皮多路可汗 即位之后 与历诗发生激战 杀伤甚多 于是便从中间 分起领地为二 自伊列水以西 属伊皮多路 以东属于利施 楚越楚密 于高昌 欲同攻击燕 其五座城池 掠走男女一千五百人 烧毁其房舍之后离去 十三年 己亥 公元六百三十九年 春季正月初一 太宗城车架 夜见高祖献林 初三回到宫中 十四日 嘉峰左蒲叶房玄灵 为太子少师 玄灵自己觉得 身处尚书蒲叶的高位十五年 儿子房一爱 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 女儿为韩王妃 身怕富贵至极 反昭灾祸 上表请求解除所任 积药之物 太宗不应允 玄灵不断地执意请求 太宗下诏 断绝上表 玄灵只好就止 太子想向玄灵行弟子礼 设一味等待他 玄灵既不敢夜见太子 转身回到家中 当事人称赞他有谦让之风 玄灵认为杜之郎中一职 关系国家利害 曾有空缺 未能仿求到合适人选 于是便自己兼领此时 礼部尚书 永迎义公王去世 王性情宽和大方 自己的奉养却很薄 依照唐代制度 三平以上大臣 均可立家庙祭祀三代祖先 王置身显贵已有很长时间 只在内侍举行祭祀事 被有关司法官署弹劾 太宗不予过问 只是命令有关官署 为之立家庙以羞辱他 二月初七 任命光禄大副 玉池靖德为郎州都督 太宗曾对玉池靖德说 有人说你要谋反 为什么 玉池靖德回答说 我谋反是事实 我跟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 如今身上留下的都是刀锋箭头的痕迹 现在天下已经安定 便开始怀疑我要谋反吗 因而脱下衣服置之地上 展示身上的疤痕 太宗见此流下眼泪 说 玉池穿上衣服 朕丝毫不怀疑你 所以才跟你这么说的 何必这么恼怒呢 太宗又曾对玉池靖德说 朕想要将女儿许配给你 怎么样呢 玉池靖德叩头慈谢说 我的妻子虽然威贱 但与我同甘共苦好多年 我虽然才输学浅 也知道古人富贵了 不能换妻子 死并非我的本愿 太宗只好作罢 25日 尚书省奏称 近来夜庭女官的选拔 有的出身威贱 不知道礼仪殉教 有的是受刑遭陆之家 因获罪而没入宫中 心中玉姬忧怨 请求自今日起 后宫及东关的女工有空缺 都应选择有才行的梁家女子充任 以礼聘纳 那些没入官府的 以及出身威贱的人 都不能再补充录用 太宗同意 太宗已下诏 令宗室贵族大臣的子孙 习封刺史 左述子于智宁认为 古今势力不同 恐怕不是长治久安之策 上书见证 事与时马周也上奏书认为 姚顺这样的父亲 还有丹珠商君那样的儿子 倘若让未成年的儿子 承袭父职 万一娇横愚钝 百姓们遭殃 国家也因此受到损失 如果想取消他的席职 则其先人功劳尚在 如欲保留习封氏 则他的罪恶已昭彰于世 与其毒害云云众生 无宁割舍黄恩宇一个 已经死去的大臣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样看来 一向称之为爱护他们的做法 其实正是害他们 我认为只应该赐给他们 十亿封户 如果真有才能 则量才授予官职 使他们得以尊奉黄恩 而子子孙孙享受俘虏 侍逢司空 赵州刺使长孙无忌等人 均不愿意去外就职 上表执意辞让 称 兵承黄恩以来 形影相调如履薄冰 宗族的人忧心忡忡 如同置身汤火之中 追溯夏商周三代 风邦见土 是由于力量不能制衡诸侯 便失利于他们 李月作为节修装士 多非出于王朝 两汉罢除侯国 设置俊首 免除过去的弊病 身和势力 如今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 又重新变更 恐怕搞乱了王朝刚机 而且后代余幼无知的 不孝子孙 又人会触犯国家法令 自取灭亡 更因习封的赏赐 而遭致灭顶之灾 实在是可怜 愿陛下停止赐封 世袭赐实旨意 赐我等保全性命为盼 长孙无忌又让其儿媳 长乐公主 极力向太宗请求 而且言道 我披荆斩己 侍奉陛下 如今海内升平 为什么又要将我 弃至外周 与迁徙有什么不同 太宗说 割帝已分封功勋大臣 是古今的通义 朕的意思是想让你的后代 辅佐朕的子孙 共同传之久远 然而你们却多次上言 充满怨言 难道是朕强迫给你们土地吗 二十七日 下令停止世袭次使 高昌王文泰 多次阻止西域诸国 向唐帝国进贡 伊武先臣服西突厥 不久又归附唐朝 文太联合西突厥 一同讨伐伊武 太宗既书责备他 又征召其大臣阿史纳举 想与他议事 文太不让他出来 而派他的长使雍前来谢罪 杰利克汗灭亡之后 在突厥的中原人 多投奔高昌 太宗召令文太 放他们回到唐朝 文太将他们隐匿大放 又以西突厥一同进宫 燕齐 燕齐上高唐朝 太宗派于布郎中李道玉 前往询问秦壮 并且对高昌来使说 高昌这几年以来 不向我大唐尽献贡品 步行翻尘的礼节 所设官职称号 均和我大唐一样 挖成绝钩 预备进宫 我大唐使者到那里 文太对他说 鹰飞翔在天空 鸡浮我于草高 猫细游于青塘 鼠脚食于洞穴 各得其所 难道不能让其自我发展吗 右派使者对薛延驼说 你既然身为克汗 就应当与大唐天子 平起平坐 为什么要拜他的使者呢 待人无礼 又离间周围邻居作恶 不除掉他 怎么能劝善止恶 将与明年发兵 讨伐你们高昌 三月 薛延驼克汗派使者上言 我等禀授龙恩想要回报 请求征发我方军队为先导 进宫高昌 太宗派民部尚书唐俭 右领军大将军直师私利 携带丝绸送给薛延驼 与他合谋 共同出兵 夏季四月初五 太宗寻姓九成拱 七初 突厥突立可汗的弟弟 杰社帅 跟随他入朝 被唐朝任命为中郎将 他居家强横 便埋怨突立对他的斥责 于是诬告突立谋反 太宗因此轻视杰社帅 很久没有晋级 杰社帅阴谋纠结旧部落 得四十多人 图谋 承晋王李治四更出宫 开宫门出一帐队的时候 乘马驰奔进宫门 执抵皇帝御帐 可建立夺位大宫 十一日 杰社帅等 簇拥着突立的儿子赫罗雀 夜间潜伏在宫门外 正赶上刮大风 晋王没有出宫 杰社帅担心天晋浮晓 所以带兵闯入行宫 穿过四道墓障 胡乱射箭 宫廷卫士死了几十人 这中都尉孙武开等 帅众卫士拼死搏斗 较长时间后 杰社帅终被击退 持入玉旧中 盗走马二十多匹 向北逃走 渡过渭水 想要逃回本部落 被唐兵追货杀掉 太宗宽恕赫罗虎 将他流放岭南 十七日 派遣武侯将军上官怀仁 进攻八壁阳极四周 谋反的辽民 予以平定 俘虏男女六千多人 五月天下大汗 十二日 召令吴贫义上官员 上书严实 魏征上书认为 陛下的治国大业 与贞官初年相比 不能善始善终的 总共有十条 其中的一条认为 近年以来轻易地动用民力 于是认为百姓无事 则产生交易之心 亦使他们劳作 则容易听差 自古以来没有 因百姓安逸而致败亡 因劳苦而达到天下安定的 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 智力名言 太宗大家赞扬 赞叹说 你将你的奏书挂在屏风上 早晚观看 并将你的奸言 抄给使官 仍赐给魏征黄金石金 玉玛两匹 六月 渝州人 侯红人 从柯开道 中京西兆 处雍州 沟通交贵二州 满李族两万八千户 恢复 二十五日 太宗立皇帝李源英为唐王 自从杰社帅反叛之后 尚书言士者 多说突厥留在北河之南 有很多不便 秋季七月初九 赵令右午后大将军 华州都督 怀华君王李斯摩 为一民一赎四利可汗 赐给古河大旗 突厥以及安置在各州的湖族 军令他们渡过黄河 回到他们的旧部落 使他们世代为唐帝国的屏障 长久的保卫边塞 突厥人都惧怕薛颜陀 不肯走出塞南 第1330集 太宗派斯农卿郭四本 赐给薛颜陀喜书 接道 接力可汗已经败亡 他们的部落都来归附大唐 朕不计较他们旧的过失 加讲后来的善举 带其官员 接入朕手下的百辽 使其部落民众 接入朕之百姓 中原王朝崇尚礼义 不毁灭别人的国家 先前打败突厥 只是因为 接力一人有害于百姓 实在不是贪图其土地 夺其牲畜 总想重立一个克汗 所以将投降的突厥各部落 安置在河南一带 亲任他们序幕 如今人丁兴旺 户口滋生 朕内心非常高兴 既然已答应另立一克汗 便不能失信 秋天就将要派遣突厥 渡黄河 恢复其故国 你们薛元陀 受册封在前 突厥受册封在后 后者为小 前者为大 你们在弃北 突厥在弃南 各守江土 镇抚本族各部落 如有越境劫掠 我大唐就要发兵 各问其罪 薛元陀 接受此道令 于是让司魔率领 所下部落 建崖仗在河北 汽南一带 太宗亲临其政殿 为他们践行 司魔泪流满面 端久被祝寿说 我等败君之旅 本当化为尘壤 幸与陛下保全我们 又立我为克汗 愿千秋万代 永远侍奉陛下 太宗又派 礼部尚书 赵郡王 李孝公等人 携带册封文书 就其部落聚居地 在黄河边 助力祭坛 而策立他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中原王朝 是树木的根基 四方民族 乃是其枝叶 割断树根 以奉养枝叶 树怎么能生长茂盛呢 朕不采用魏征的建言 差一点狼狈不堪 又任命左屯卫将军 阿史纳中为左贤王 右卫将军 阿史纳尼淑为右贤王 阿史纳中是 苏尼师的儿子 太宗带他慎后 将宗侍女许配给他 等到他奉旨出赛 仍然怀恋唐朝 见到来时 必定流泪 请求入朝 侍奉太宗 太宗下诏 答应其请求 八月初一 出现日食 太宗下诏说 身体毛发皮肤 是父母所给 不敢有丝毫的损伤 近来上诉告状的 有人自毁耳目 从今以后 再有此类事情 先编他四十 然后再依法处置 冬季十月十五日 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十一月十三日 任命市中 杨师道为中书令 三十日 任命上书左城 刘继为皇门侍郎 参之正事 太宗仍希望 高昌王文太 能够悔过 右下喜书 小事俘获厉害 征召他入朝 文太竟然称病 不去唐朝 十二月初四 派焦和兴军大总管 立部尚书侯军吉 副总管 兼左屯卫大将军 薛万军等领兵 进攻高昌 初七 太宗立皇子 李福为赵王 土育魂王 诺和伯来到唐朝 太宗册封宗室女 为洪化公主 嫁给他 二十四日 太宗到咸阳狩猎 二十五日 回到公中 太子成前 多次因游猎 荒废学业 有数子张玄宿劝谏 没有听从 这年 全国有三百五十八个州府 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 太史令傅毅精心研究 数数方面的书籍 最后还是不相信这些 自己有病 不找医生 不吃药 有个从西域来的僧人 会念咒语 能让人立刻死去 又念咒史之复活 太宗挑选精壮的飞骑卫士 让他试验 均衡灵验 太宗将此事告诉傅毅 傅毅说 这是妖邪之术 我听说邪不压正 请求让他对我念咒语 必然不能灵验 太宗命和尚对傅毅念咒语 傅毅起初没有感觉 过了一会儿 和尚忽然直停停倒下 像是被东西击倒 再也没有醒过来 又有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和尚 自称得到佛的牙齿 令他击打任何东西 都无坚不摧 长安城男男女女观看热闹 如同感激一样 傅毅当时正在卧床养病 对他儿子说 我听说有金刚石 非常坚硬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坏他 只有灵羊脚能撞破他 你前去试一试 傅毅儿子去见佛尺 拿出灵羊脚扣打 随手而破碎 观看的人这才散去 傅毅临死前 告诫他的儿子 不得学佛教书籍 死时年八十五岁 又曾搜集未经以来 拨斥佛教的言论 编成高十传十卷 流传于世 西图决历师可汗的大臣 四立发 以以皮多路可汗 合谋叛变 历师仓皇出逃 投奔汗 后来死去 努士币部落 迎接他的侄子 伯布特勒立为可汗 这便是一匹 沙伯洛耶护可汗 沙伯洛耶护可汗 即位之后 见崖障于 随河水北岸 称之为南亭 秋辞善善居墨 土火罗 烟齐 石 史 河 穆康等小饼 均归附于他 多见崖障于 卒河山西路 称为北亭 绝阅师 拔西米 多马 捷谷 火 畜目 坤等国 依附于他 以 依列水为边界 十四年 庚子 公元六百四十年 夏季正月十六日 太宗林姓 魏王李泰 住处 大赦 雍州长安城 展行以下的囚犯 免除 闫康里一代 当年的租赋 赏 魏王署 辽署 以及严康里老年人 大小不等的物品 二月初时 太宗林姓 国子健 观看试殿礼 命国子坚 祭酒 孔颖达 讲解孝经 赏赐祭酒以下 直至成绩 优异诸生 多少不等的卷博 此时 太宗大量征召 全国名儒学者 为学官 并多次亲临国子健 让他们讲论 古代经典 学生中如有能够通晓 礼记 春秋 佐世中的一种 或更多的 均补为官员 又扩建学社 一千两百间 增加学生 满两千两百六十人 连屯营飞骑 也派去博士 给他们传授经典 有能通晓 经义的 便可入供局 于是 全国各地学生 云集长安 甚至高沟里 百记 新罗 高昌 土藩等首领派他们的子弟 请求入国子健学习 一时间就读学生 达八千多人 太宗认为 古书 诗出多门 读识也比较繁杂 便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 共同赚定五经的读书 称之为 正义 令学生们言习 十五日 太宗寻幸 离山温堂 二十五日 回到宫中 二十八日 太宗下诏 访求近代 名儒学者 梁朝 皇府 侃 楚仲都 周朝 雄安生 沈仲 陈国 沈文阿 周洪正 张己 随朝 何妥 刘炫等人的后代 上报给朝廷 当家以重用 三月 豆州到行军总管 党人 洪 进攻 罗斗反叛的辽民 将其击败 俘虏七千多人 初四 刘鬼国 派使节 尽献贡品 该地距离 长安 一万五千里 濒临北海 南临墨河 未曾与中原联系 经过三重的翻译 才来到唐朝 太宗任命 其使者于智 为 齐都尉 十九日 智智宁朔大使 以 库尉突厥 夏季五月初六 改封燕王 李灵魁 为鲁王 太宗将要 林姓洛阳 命将作大将 严利德 先行在 沿途巡视 避暑之地 秋季八月初五 在汝州西山 建香城宫 利德 是 立本的兄长 高昌王 文太听说 唐朝已经 发兵前来讨伐 就去陈辽说 唐朝 距离我们 有七千里 其中两千里 是沙漠地带 地无水草 寒风刮起来 就如同刀割一般 热风刮起来 就如同火烧一般 怎么能派大部队呢 以前我去唐朝 看见秦龙北面一带 城义萧条 人烟稀少 不能与隋朝时相比 如今唐朝派军队来攻伐 伐兵多 则粮草供应不上 三万以内的兵力 我们足能对付他们 应当一意待劳 坐等他们疲毙 如果他们沉冰城下 不超过二十天 粮绝必然撤退 而后 我们可以俘虏他们 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但等到听说 唐朝军队 兵临气口 还有内心恐惧 不知怎么办才好 最后 发病死去 他的儿子 盛智 即可汗位 唐朝的军队 到了刘谷 探马禀报说 文太近日 即将安葬 高昌国内人士 都聚集在藏地 众位将领 请求袭击他们 侯军级说 不能这么做 大唐天子认为 高昌怠慢无礼 所以派我们 讨伐他们 如今要是 在安葬墓地 袭击他们 不是问罪的 正义之事 于是 雷谷进军 到达田城 下书小玉 高昌不应 便于清晨 发动进攻 到了中午 便攻下城池 俘虏男女 七千多人 又让中郎将 新辽二维前锋 荡夜 直逼其都城 高昌人迎击之后 被击败 唐朝大部队 赶到 直抵其城下 至圣 给侯军级写信说 得罪大唐天子的是我父亲 由于上天的惩罚 已经死去 至圣刚刚 即位不久 请上书亮诱 侯军级回信写道 如果你真的悔过 应当主动到迎门投降 至圣还是不出来 侯军级命令填土攻城 城上飞石如雨下 城内人 均躲在房屋中 唐军又造巢车 高石杖 可以俯瞰城内 城内行人走动 以及飞石锁中目标 在巢车上的人 都大声告知唐军 先前 文太和西突厥 可汗相互勾结 约定一方御籍 另一方相救援 西突厥 可汗便派他的大臣 驻守可汗浮屠城 作为文太的援助力量 等到侯军级 兵临城下 西突厥 可汗害怕了 西逃一千多里 驻守大臣 举城投降 至圣 处境狼狈 出八 开门 除城投降 侯军级分兵 占据各地 共攻下城池 二十二座 获得八千零四十六户 一万七千七百人 占据东西八百里 南北五百里 太昌想将高昌 改为周县建制 魏征劝谏说 陛下刚即位时 文太夫妇 首先来到朝中拜业 此后逐渐骄傲自大 所以加以讨伐 只问罪文太一人就可以了 应当安抚高昌百姓 保存其设计 立他的儿子为可汗 则皇上的威德 基于荒原之地 四方民族都会心悦臣服的 如今要是将其地改制周县 那么还要经常有一千多人镇守 几年一换 来来往往死掉十分之三四 置备一物 远离亲人 十年以后 龙幼一代将耗费殆尽 陛下最终 还是不能够使高昌的粮食 不匹供给大唐 正所谓分散有用之才 以供奉无用之地 我觉得不可行 太宗不听从其意见 九月将高昌所在地 改至西轴 改可汗浮屠城为亭轴 并各涉所辖陷 二十一日在焦河城设立 安息都护府 留下兵力镇守 侯军级俘虏高昌王至圣 及其贵族大臣还朝 于是唐朝地域 东到大海 西至燕旗 南达林役 北底大沙漠 均设立周县 总共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 南北一万九千一百八十里 侯军级讨伐高昌的时候 曾经派人约燕旗 与他们合为高昌 燕旗高兴 愿意听命 等到高昌灭亡之后 燕旗王到唐朝军队营地 拜见侯军级 并且说 燕旗三座城 曾经被高昌夺去 侯军级禀报朝廷 将三座城连同高昌所掠的燕旗百姓 如树归还 第1331集 冬季十月初时 京王李元景等人 又上标请求行丰善礼 太宗不允 其初 陈仓遮冲都尉 卢宁 获罪 被投入狱中 自视品质高 谩骂陈仓位 遇事人流人鬼 流人鬼命人将其乱仗打死 齐州的州官上报朝廷 太宗大怒 命令将流人鬼斩首 但还不明白 县尉算得什么呀 竟然敢杀我的折冲都尉 又命将流人鬼压制长安 当面质问他 流人鬼说 陆宁荡着陈仓百姓 却要如此地羞辱我 我实在是愤恨之急 而将他杀掉 神色自若 魏征当时正在太宗身旁 说道 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 太宗问 什么原因 魏征说 隋朝末年 百姓势强 而欺凌官吏 就如同鲁宁一样 太宗高兴 其身流人鬼 为岳阳县城 太宗将要去铜州狩猎 游人鬼上奏书说 今年秋季粮食已经成熟 百姓刚收割十分之一二 让他们承担狩猎式 筑桥修路 耗费一两万公里 实在是妨碍农市 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 等到粮食收割完毕 则对公对私 都有好处 太宗赐给喜书 表示嘉奖他的意见 不久又提升流人鬼 为心安县令 论十月初二 太宗寻姓铜州 十七日返回宫中 二十三日 土藩首领赞普 派他的丞相陆东赞 向唐朝进献五千两黄金 以及几百种真丸器敏 请求通婚 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 取配给他 十一月初一 这天冬至 太宗祭祀于南郊 当时的物引力 以鬼害为朔日 宣义郎李淳峰上表说 古代历法 划分日期 确定在子时之半 今年 甲子朔日早晨冬至 前太使令傅仁君 减除时间稍多 子时出克即为朔日 所以相差三克 违背周朝定的天子正硕 请求重新加以考定 众人议论认为 父军人定的朔日有微差 李淳峰推看教定 较为精密 请求遵照李淳峰的意见 太宗同意 初四 礼官上奏 请求将为高祖父母 服其哀的礼制 增为五个月 为嫡子媳妇扶桑一年 为嫂 叔 弟兄 父兄 旧扶桑五个月 太宗下召依此办理 十三日 文武百官又上表 请求行封善礼 太宗下召准许 又命众位儒师 降定礼仪 并太常四卿 围庭等人 为封善使 四门园外郎 伟元芳 没有及时给外出患 发放过关凭证 宦官上奏给太宗 太宗大怒 将伟元芳 降为华音令 魏征劝谏说 自古帝王震怒 不可随便发作 前几天 为宦官室 连夜发出赤书 势如军机要物 谁能不惊骇 何况宦官之流 自古以来很难事后 往往说话轻率 容易造成祸患 难读出使 又行远路 狠不合时宜 此风不可掌 应当慎重行事 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上书左臣伟 喝茶私农卿卖木头 比民间百姓贵 上奏太宗说 他有隐瞒吞没事 太宗召见 大理寺卿孙福佳 书写私农卿的罪过 孙福佳说 私农卿没有罪过 太宗惊议问他原因 孙福佳回答说 只因为官府木材贵 所以私人木材贱 假使官府木材贱 则私人木材 无法再贱了 我只看见私农卿 十大体 不知道他有什么过错 太宗醒悟 多次称赞孙福佳 并对韦说 你的箭矢 远不如孙福佳呀 十二月初五 侯军级将高昌俘虏 带到关德殿 朝中大摆宴席 三日才散 不久 太宗任命 制胜为左五位将军 金城俊功 太宗得到高昌的月功 让他们行之于太长寺 并增加九步月 为十步月 侯军级攻破高昌时 曾私自掠夺大量的 珍奇宝物 手下的将士知道 竟相偷窃 侯军级不能禁止 被有关官署弹劾 太宗下诏 将侯军级等人 拿入狱中 中书侍郎 陈文本上奏书认为 高昌王昏庸腐败 陛下命侯军级等人 讨伐并攻克他们 没过十天 又一并宣赴大理寺 即使侯军级等人自投罗网 也恐怕国内人怀疑 陛下只知道记录其过错 而遗忘其功劳 我听说 受命出师的将领 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 如果能战胜敌人 即使贪婪 也可赏赐 如果战败 即使清廉 也要惩罚 所以汉代的李广丽 陈汤 近代的王骏 随朝的韩秦虎 均深负罪过 君主以其有功于当朝 都急于封赏 由此来看 将帅等武臣 廉政谨慎的 属少数 贪婪不减点的居多 所以黄石公 军事中说 用将士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勇武 用他们的贪婪 用他们的愚钝 故而有智慧的人 乐于立功建业 勇武的人 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 贪婪的人 急于得到他的利益 愚钝的人 不考虑生死 希望陛下能够 记住他微小的功劳 忘记其大的过错 使侯军级能够 重新升列朝班 再次供陛下驱使 即使不是清正的大臣 也算得到了 贪婪愚钝的将领 这样陛下虽然有亏于法律 却使德政更加显明 侯军级等人 虽然承蒙亮幼 而其有过失 也更加明显 太宗于是 开示了侯军级等人 又有人上告薛万军 私通高昌女人 薛万军不服 太宗下令将高昌女人 交付大理寺 与薛万军当面对峙 魏征劝谏说 我听说过 君主对待臣下用礼节 臣下便会以忠诚 侍奉君主 如今 陛下让大将军 与一个亡国的女子 当堂对质男女私情 情况属实的话 则得到的很轻微 不属实则失去的很严重 从前秦木工给盗马的野人喝酒 楚庄王赦免因调戏攻击被扯断冒婴的臣下 最后都得到加倍的回报 难道陛下盗高于瑶顺 而却赶不上秦木工 储庄王二人吗 太宗急忙释放了薛万军 及高昌女子 侯军及坐马的前额 被虫子咬伤 行军总管赵元凯 用手指战农 用鼻子闻其臭味 御史上奏弹劾赵元凯产妹 将之为阔州刺史 高昌平定之后 众位将领真受到封赏 行军总管阿什纳舍尔认为 没有皇上赤子 不接受封赏 等到另有赤文下来 这才接受 领受的只是一些老弱仆户 和残刺物品 太宗夸奖他廉政 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 及各色彩仇一千段 十一日 太宗到樊川狩猎 十三日返回宫中 魏征上奏书认为 在朝的众位大臣中 担当掌管疏要机密的 虽然唯以重任 但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赌成 所以有的心存猜疑 抱着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 陛下对大的事情较为宽容 却对小的过失不轻易放过 择怒下来 未免爱憎过于分明 委托大臣操持大事 则成小臣办小事 这是违政之道 如今各委托其职责 则不免重视大臣 而轻慢小臣 遇到出了事 则有信任小臣 而怀疑大臣 信任所轻慢的 怀疑所重视的 如此 怎么能使国家达到大志呢 假如委任做大的官职 却求其小的过失 必然导致那些刀比例 顺从旨意诬告成风 五文弄墨 百般构陷其罪 如果自己陈述呢 则认为内心不服罪 不加说明吧 就会被认为是所犯罪过属实 进退两难不能辨明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群臣 只求免于灾祸 必然搅逝虚伪成为风气 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朕虽然平定了天下 但守城却很艰难 魏征回答说 我听说取得胜利容易 守住胜利果实较难 陛下说这些话 这是宗庙设计国人的福气啊 太宗听说右竖子张玄宿 在东宫多次行剑 便提升他为 银青光露大副 行左竖子之 太子曾在宫中击鼓 玄宿扣门直言窃剑 太子将鼓拿出来 当着玄宿的面毁掉 太子很久不出宫 见属下官吏 宣宿劝谏说 朝廷临选非常有才能的人 来辅佐殿下 如今动辄经过数月 不见宫中陈属 这将如何使他们 对殿下有所避意呢 而且宫中只有女人 不知是否有像樊姬 带楚庄王那样贤惠的呢 太子不听其谏言 当宣宿年轻的时候 是刑部令使 太宗曾当朝中大臣的面问他 你在隋朝时官居何职 张玄宿回答说 县位 又问 县位之前做何官 回答说 九品之外 未入流 又问 是哪一朝的小力 张玄宿感到羞耻 走出殿门不能迈步 面如死灰 建议大夫 楚遂良上奏书说 君主如果能以礼带臣下 臣下才能尽心竭力 张玄宿虽然出身寒威 但陛下重视他的才能 着身他到三品 去辅佐太子 怎么可以当着大臣的面 穷追他的出身呢 抛开往日的恩宠 造成一招的羞耻 使他心怀不安忧虑 又怎么能责成人家 尽忠孝节呢 太宗说 朕也深深后悔 问这些话 你的奏书 正和我的心思契合 岁良是楚亮的儿子 孙福家与张玄宿 在隋朝都做令使 孙福家有时候 在大惊广众之下 自尘往事 丝毫无所避讳 戴州刺史甲虫 所辖部下 有犯十恶罪的 于是弹劾甲虫 太宗说 以前 唐瑶 于顺 圣王 贵为天子 还不能感化 他们的儿子 何况 甲虫身为刺史 能使其百姓 各个行善吗 如果因此事而贬值 就会造成 州县间相互掩盖 放纵犯人 从今往后 各州有犯 十恶罪的 不要弹劾刺史 只是令他们 明家纠察 依法治罪 也许这样 才可以肃清 奸恶的发生 太宗亲自整治 护卫士兵 建队列 不整齐 命大将军张士贵 仗打中狼将等人 又恼怒其 仗打太清 命拿下士贵送审 魏征劝谏说 将军的职务 是国家的爪牙 让他执仗打人 已经不足为后世效法 何况只因为 仗打得轻 就将他送审呢 太宗急忙 放了张士贵 上书言事的人 多请求太宗 亲自翻阅表彰奏折 以防止被蒙蔽 太宗将此事 寻问魏征 魏征回答说 这些人不识大体 如果必定要陛下 一一亲自过目 那么岂止朝堂奏章 各州县的事 也应当亲自过问了 第1332集 唐纪十二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金筹公元六百四十一年 春季正月十二日 唐朝廷任命 土藩陆东赞 为右卫大将军 太宗嘉许陆东赞 善于应对 欲将狼牙公主的外孙女 段氏嫁给他为妻 陆东赞推辞说 陈在本国中自有妻子 是父母为我聘取的 不能够抛弃 而且我们的参仆首领 还未迎娶公主 陪陈我怎么敢先娶呢 太宗更加赞赏他 然而 想要以厚礼龙恩加以抚慰 他最终还是没有从命 十五日 太宗命礼部尚书 江夏王李道宗 赤经节 护送文成公主到土藩 土藩赞普非常高兴 见到李道宗 完全按蓄礼行事 羡慕唐朝的服装 和仪仗之美 将公主 安葬在特意迎住的 成国宫室之内 自己穿戴着精美的丝绸服装 与公主相见 土博人的脸上都涂着红褐色 公主感到厌恶 赞普便下令禁止涂灭 并且逐步改变其才迹粗暴的本性 派遣本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 学习诗经上书等典籍 一害 突厥斯利克汗开始率部落 渡过黄河 在旧丁香城建崖障 共有三万户 军队四万人 九万多匹马 于是上奏严道 我过分地蒙受恩宠 成为本部落的首领 只希望子子孙孙 为大唐效全马之劳 守卫北面的大门 假如薛岩驼 侵犯逼近 请求允许我方家属 进入长城以内 太宗下诏应允 太宗将要寻幸洛阳 命皇太子留守坚国 并留下上书幼婆 也高是连 辅佐太子 十九日 太宗的车年 到了温汤 卫氏崔青雕文义 二人厌倦于行尽之苦 希望太宗 能因偶受惊吓 而停止巡行 于是在夜里 向太宗行弓射箭 由五支箭射入寝宫庭院 事发之后 二人均以十恶中的 大逆罪被处死 三月初七 太宗寻幸湘城宫 当地天气燥热 又多毒蛇出没 初九 废除湘城宫的行宫地位 将它分赐给当地的百姓 并罢免了 迎见此宫的 严利德的官职 下期四月初一 太宗下诏 宣布下一年二月份 在泰山行风扇礼 太宗认为 近代以来的阴阳杂书 额恶很多 命太常博士吕才 于众多方数之士 刊定其中可以通行的内容 共成四十卷 十九日 书成 晋成太宗 吕才每本书都写有序 致政于经史书籍 他为宅经作序 认为 近代以来 无习阴阳之术 妄自划分姓名 以父会音律 譬如 张王姓为商 武更姓为语 似乎是 取其邪运 至于 以柳姓为功 以赵姓为脚 更像是 不伦不类 或者 同出于疑姓 却分属功商两调 或者 属于父姓的几个字 却不能分辨 争语二调 这些都不符合古代势力 也是身为义理的 旭 陆命一篇认为 福禄性命之书 说得多了 总能说中 人们便相信他 然而 长平之战 秦国坑杀赵国士兵 四十五万人 没有人听说 他们都犯了三刑 汉官五帝时 南洋人士多富贵 又哪里都是遇上极日的呢 如今也有虽然 同年同榜登地 但贵贱相差悬殊 共命运同胞兄弟 却寿命长短有益 按命理来说 鲁庄公本来应该贫贱 又懦弱 箭矢短 唯独得以长寿 秦始皇不应该有官决 纵使得道实录 也少有奴婢 为人没有起始 而有终极 汉武帝后卫孝文帝 都是本不该应有官决的 以宋武帝的路于命来讲 都是节路空亡 只对长子何疑 即使有次子 也应当早早夭着 这些都是俘虏性命 不争艳的明显证明 吕才为藏作序 认为 孝经说 不选阴宅墓地 然后再加以安葬 这是因为人死后 长夜漫漫 体魄永远安息 然而 急事成阵 不断变化 泉水和石块 相互侵蚀 不可以预先之道 所以要谋求于 归室占卜之类 近几年来 丧葬选年月 或象徒为墓 认为一件事 偶有茶师 便会累积死生的大问题 按照周理的说法 天子诸侯 与士大夫的丧葬 都有规定的月数 这说明 古人不做年月的挑选 春秋写道 九月丁寺 安葬鲁定宫 赶上天下大雨 没有安葬 十日太阳西斜 才将定宫安葬 这说明 也不选择日期 郑国安葬捡宫 看木的房子 正好挡在安葬的道上 拆毁他 则可以早晨落葬 不拆他 则要到中午才能落葬 子产决定 不拆毁而葬 这是不选择时辰 古人安葬 均在京城的北面 墓地有固定的地方 这便是 不另外选择墓地 如今 丧葬书上说 子孙富贵于贫贱 长寿于夭折 都是由于 占卜丧葬的缘故 子文三次做令饮 而三次被罢免 柳下会三次做试师 也三次被免职 料想他们的丘龙墓地 也没有移动吧 而乡野村俗 没有知识 巫术妄说 于是便在垂胸顿足 极度悲痛之际 选择墓地 希望得到冠决 痛苦不堪的时节 希望选择安葬时辰 来获取财务好处 有人说 逢晨日不能哭泣 于是便微笑着 面对调客 有人说 家人中有既去藏地的 于是便身着急服 不去送亲入藏 伤风败俗 败坏礼教 没有比这些更为严重的了 无数之事 都憎恶履财的这番言论 有识之事 今许为精辟之论 二十七日 国义都督习军买 率领精锐骑兵一百二十人 袭击土玉魂丞相宣王 重创敌军 将其兄弟三人斩首 起初 丞相宣王独掌土玉魂国政 密谋袭击下架土玉魂的 红化公主 劫持土玉魂国王贺若伯 投奔土藩 诺和伯事先得知消息 率清齐奔赴善善称 他手下的大臣 威信王领兵迎接 所以习军买便替 诺和伯 讨伐宣王 土玉魂人大受惊扰 太宗派户部尚书 唐俭前往安抚 五月十二日 宾州百姓来到朝中 请求太宗 在泰山封善后 回来行兴 宾州百姓来到朝中 请求太宗 在泰山封善之后 回来寻幸晋阳 太宗应允 十六日 乃继派人来为他们的国王 服于张报桑 太宗派使节册封他的儿子 义慈继任 即有 有义兴出现于太威元 太使令薛怡尚书认为 此时不可去泰山封善 二十一日 起居郎楚遂言 也言及此事 二十六日 太宗下诏 停止封善 太子詹氏于智宁 母桑丁幽离职 不久扶桑中 重新复职 当时太子修筑公室 妨碍农室 又喜爱郑 魏等谜谜之音 于智宁反复劝谏 太子不听 又宠幸亲近宦官 让他们不离身边左右 智宁给太宗上书认为 自从一涯以后 宦官导致国家灭亡的势力很多 如今太子殿下亲近此类人物 并让他们敢于和太子换穿衣服 此风不可掌 太子又私自已使皇舅御驾守 半年不许他们轮流值班 又私下带引突厥人达戈友进入宫中 智宁尚书直言切剑 太子勃然大怒 派刺客张思政和甘城及二人去刺杀于智宁 二人进入于智宁的宅地 见智宁躺在扇席上 头震着土地 终于不忍心杀他而罢休 西图爵沙伯洛克汗多次派使节尽献贡聘 秋季七月十五日 太宗命令左领军将军张大师 施经节就其以德名位 立沙波罗叶户为克汗 赐给古和大旗 太宗又命令使者多带着金银财物 在沿途经过的各国购买好马 魏征劝谏说 克汗的位置还未确定 却先去买马 他们必然认为 陛下的志趣旨在买马 立克汗只是虚名 立了克汗 他们敢带的恩德必然浅薄 如果没有立克汗 他们的怨恨必然深 各国听说这件事 也会轻视我大唐 买马也许买不成 即使买成也并非好事 如果能使西图爵安定 那么各国的好马不用买 自然会送上门来 太宗信服未争的话 停止了买马的事 伊皮多禄克汗与沙波罗叶户相互征战 伊皮多禄日益强大 西域各国多依附于他 不久伊皮多禄让掌握十国大权的突厥土屯 袭击沙波罗叶户 将其擒获并送到伊皮多禄那里 将其杀死 十七日 太宗指着殿雨对身边大臣说 治理天下就如同建造这些房屋 营造建成之后 不要多次改变移动 假如换一根船或者一片瓦 上方践踏摇动 必然有所损害 如果贪慕新奇 屡变法度 不横守固有的道德 牢扰百姓之处实在是太多了 太宗派执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离国 八月初十从高离返回长安 陈大德起初进入高离境内时 很想知道当地的山川名胜和风俗 经过某一城镇 将凌罗绸缎送给当地官员 说 我一向喜爱山水 此地如有名胜 我想去看一看 当地官员十分高兴 引导他去游历 无处不去 处处见到有中原人 自我介绍说 家住在某郡 随莫 冲军东征 留在高离 娶离家远游的女子为妻 与高离杂措居处 几乎占当地人的一半 并向陈大德询问他们 中原的亲属的生死状况 大德哄骗他们说 君完好无恙 他们听后 挥泪互相转告 几天之后 随朝留在高离的中原人来见大德 都眼含泪水 城郊和野外都聚集了很多人 大德回到朝中 对太宗说 高离人听说高昌已经灭亡 大为恐惧 频频频去管设中问候超过以往 太宗说 高离本来是汉武帝所设四郡 我大唐如果发动数万兵力攻打辽东 高离必然要倾国相救 如果另外派水师从东来 从海道直屈平壤 水路何为 攻取高离并不难 只是关东一带周县凋敝尚未复原 朕不想再疲劳百姓 第1333集 16日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朕有两件喜事 一件优势 连年丰收 长安城一斗利 仅值三四千 这是一喜 北方部族久以伏顺 边境没有祸患 这是二喜 正值安定 则容易滋生交涉淫逸 交涉淫逸 则立刻遭致威亡 这是一件犹虑的事 冬季十月初三 太宗道一阙狩猎 初四寻幸松阳县 十三日回到宫中 并州大都督府长使李氏 在并州任职十六年 另行禁止 百姓顺服安定 太宗说 虽阳帝疲劳百姓 修筑长城 以防备突厥的进攻 最后毫无用处 朕只是将 李氏安置在晋阳 而边境安定 将他比作长城 岂不是更为壮美吗 十一月初三 任命李氏为兵部上述 十五日 太宗车架西行 回到长安 薛颜驼珍珠克汗 听说太宗 想要东去泰山行风扇礼 对他的下属说 大唐天子去泰山风扇 护卫都跟随前往 边境地区必然空虚 我尝此时机攻打斯魔 势如摧一枯拉朽 于是命令他的儿子大渡舍 蒸发铜锣 蒲骨 回河等族兵马 总计二十万人 渡过漠南 屯兵在白道川 聚守扇扬岭 袭击突厥 斯里克汗抵挡不住 率领本部落进入长城 守住朔州 派使者向唐朝告急 十六日 太宗命令营州总管张简 率领本部骑兵 以及西契丹族兵马 进逼薛延驼东部边境 任命兵部上书 李氏为朔州道行军总管 领兵六万 包括一千两百名骑兵 驻扎在宇方城 任命幼伟大将军李大亮 为灵州道行军总管 领兵四万 骑兵五万 驻扎在零五 任命幼伟大将军张世贵 领兵一万七千人 为庆州道行军总管 出兵云中 任命梁州都督李席域 为梁州道行军总管 出击薛延驼西部 众位将领向太宗辞行 太宗告诫他们说 薛延驼仗着他们强盛 越过沙漠南下 行程几千里 蚂蚁疲乏瘦弱 凡是用兵的道理 居是剑有力迅速推进 见着不利局面迅速撤退 薛延驼不能呈 斯魔不防备急速进攻 斯魔进入长城以内 薛延驼兵又不立即后退 朕已斥令斯魔烧掉秋草 对方粮草日益吃尽 野地中毫无所获 刚才探马来报 说他们的马 啃吃树皮枝叶 已经快光了 你们应当与斯魔 互乘鸡脚之势 不需要速战 等到敌人将要撤退时 一鼓作气成胜追击 一定会大破敌军 十二月初一 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十二日 薛延驼派使节入朝 见太宗 请求于突厥和亲 十七日 李氏在诺真水 大败薛延驼 七初 薛延驼袭击西突厥沙布洛 以及阿史纳舍尔 军已不战取胜 等到将要去进攻 斯魔使便交袭士兵 大练步战 让五个人为一队 一人牵马 四人冲前拼战 战胜后 则骑上马追击 当时大渡舍 率三万骑兵 进逼长城 想要袭击突厥 而斯魔已经先行逃走 望尘莫及 只得派人登上城楼谩骂 赤逢李氏带领唐朝兵马赶到 尘土飞扬 一眼望不到边 大渡舍十分害怕 率领大部队从赤克洛向北逃走 李氏挑选麾下及突厥精锐骑兵六千人 朝进路拦截跨越白道川 在青山追上敌军 大渡舍狂奔数日到了诺真水 勒住兵马准备战斗 战阵横跟十里地 突厥兵先和他们拼战 不能取胜 退兵 大渡舍乘胜追击 与唐朝的军队遭遇 薛颜驼兵万箭齐发 唐朝马匹都被射死 李氏命令士兵们都下马 手持长朔往前直冲 薛颜驼兵溃散 副总管薛万彻 用数千骑兵 收捕薛颜驼部队中 牵马的士兵 薛颜驼兵失去了马匹 张皇失措 唐兵纵马追击 杀死三千多人 俘虏五万多人 大渡舍脱身逃走 薛万彻追赶不及 薛颜驼兵到了末北 赶上天降大雪 人和马匹冻死 十分之八九 李氏回师定乡 突厥司街部 居住在五台县的 纷纷叛逃 当地周县追捕他们 正赶上李氏的部队 路经此地 两军夹击 把他们全部杀掉 十九日 薛颜驼使者 向太宗辞行 太宗对他说 我约定你们 与突厥 以大沙漠为界 如有侵袭者 我大唐 即予以讨伐 你们自势强大 越过沙漠 进入突厥 李氏仅仅率领 几千骑兵 你们便如此狼狈 你回去告诉 你们的可汗 做事 须权衡利弊 可要善于选择 事宜的事去做 太宗问魏征 近来朝廷大臣们 为什么不上书议论朝政呢 魏征回答说 陛下虚心纳贱 就一定会有上书言试者 大臣们愿为国训身者少 爱惜自身的人较多 他们害怕获罪 所以不敢上书言试 太宗说 是这样 大臣们议论国事 而五怒圣意 动辄处以刑罚 这与上刀山下火海 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大禹给提意见的人行礼 正是为此 唐玄陵高士连 路上遇见少府少剑 窦德肃 问道 北门近来在迎见什么呀 窦德肃 奏于太宗 太宗大怒 责备房玄陵等人说 你只管执掌南亚朝中正事 北门小小的迎善事 与你有什么相干 房玄陵等叩头谢罪 魏征进见说 我不知道陛下 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陵等人 房玄陵等人 又为什么要谢罪 房玄陵等人 身为陛下的骨弓耳目之臣 对宫内宫外事 岂有不应之道的道理 如果营造的事是对的 并会帮助陛下促成其事 如果不当迎见 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此事 他们询问有关部门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知因何罪而责怪他们 又因为什么而谢罪呢 太宗听后十分羞愧 太宗曾在上朝时 对身边大臣说 朕为万民之主 经常要监管文臣武将的事 几世中张行成退朝后 又上书给太宗 认为 大禹本身不自大自夸 而天下人都不和他争功争能 陛下拨乱反正 正位大臣实在是不足以眺望到圣明风采 然而陛下却不必在上朝时 言及此事 以陛下的天子尊体 却与群臣真功彼能 我认为深不可取 太宗非常赞许张行成 十六年 人吟公元六百四十二年 春季正月初九 魏王李太进城破地制一书 李太勤勉好学 司马苏旭劝说李太 古代的贤能王子 均招揽学者著书立说 故而李太奏请修传 破地制 于是大开管设 广泛言请天下 俊艳贤才 人才济济 门庭弱势 李太每月的费用超过了太子 建议大夫储岁良 上奏书言道 圣人制定礼仪 是为了遵敌背书 供太子用的物品不做计算 与君王待遇相供 对输出的儿子 虽然喜欢 也不能超过敌生子 这是为了阻塞嫌隙的发生 除去祸乱的根源 如果应当亲近的人 反而疏远 应当尊贵的人 反而卑贱 则那些坚硬之人 必然会乘此时机得势 从前西汉窦太后 宠姓梁孝王 最后忧虑而死 汉宣帝宠姓怀阳献王 也几乎导致败王 如今 魏王刚刚做藩王 应当向他显示礼仪制度 用谦虚节俭来殉道 如此才能使他成就良才 正所谓 圣人的教导不太严肃 而自然有成 太宗轻从其意见 太宗又让李太迁居到武德殿 魏征上奏书言道 陛下喜欢魏王 常常想让他安全 正应当多多抑制他的交涉习气 不让他处于前夕之地 如今移居到武德殿中 魏在东宫熄灭 当时海陵拉王李元吉 曾在此居住 诗人均认为不可取 虽然时事事情都不同 然而我也担心 魏王的心理惊恐 不敢安闲 太宗说 差一点造成失误啊 即刻让李太回到原宅地 十五日 唐朝将死罪犯人改冲西州 流放罪的改为冲军 并且各以罪行轻重 划定年限 势令全国 检阔核查 无户籍的游民 限定下一年年末 复籍完毕 太宗任命 兼中书侍郎的 陈文本为中书侍郎 单独指掌 朝廷机密钥匙 下级四月二十七日 太宗对建议大夫 储遂良说 你还在监管起居住的事 朕可以看看 都记了些什么吗 回答说 史官记载君主言行 详细记录着 善恶诸事 这样君主才不敢 胡作非为 我没有听说过 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 太宗说 朕有不妥当的事 你也记下了吗 回答说 我的职责在于 丙笔直书 不敢不记 皇门侍郎刘记说 假如储遂良不记载下来 全国也会记下来 太宗说 的确是这样 六月初六 太宗诏令 吸引王李建成 可以追风 恢复皇太子称号 海陵拉王李元吉 追风为朝王 嗜号一病一救 二十日 太宗诏令 从即日起 皇太子领出所用 府库器物 各有关部门 不必加以限制 于是 太子挥霍无度 左书子张玄素 上书说 周五帝平定 关东地区 隋文帝 统一江南地区 勤俭爱护百姓 均成为一代民主 而他们的儿子不孝 才是社稷灭亡 圣上因与太子殿下 乃是父子 刑事兼有家 国 所应用器物 无所节制限度 甚至还未过六十天 所用器物 已经超过七万 交涉淫逸之极 没有人能够超过 况且东宫 陈属与政治知识 都没有在身旁 各种奇迹 引巧 充斥深宫 从外面远看 已经看到了 这些失误 那种深宫隐秘之事 更是无法计算 良药苦口利于病 苦言辛辣利于行 应当居安思危 一日比一日 谨慎行事 太子讨厌张玄宿的上书 让守门的小奴 乘张玄宿上早朝的机会 暗中用大马锤袭击他 差一点将他打死 秋季七月初五 任命长孙吴继为司徒 房玄灵为司空 初七 太宗下制令 从即日起 有自残身体者 依法加重罪行 并且仍要交付服役 隋朝末年 富役繁重 人们往往自残身体 称之为 俯首俯足 到此时 这种风气仍在存留 所以加以进尺 第1334集 特进魏征患病 太宗首书诏令探问病情 而且说 几天不见 朕的过错又多起来 如今想亲去探望 又恐更添麻烦 你如果听到或看到什么 可以封上状子 盛进来 魏征上书言道 近来弟子冒犯老师 奴婢忽视主子 下属多轻视上级 都是有原因的 此风不可掌 又说 陛下临朝听证 常常将公正挂在嘴边 退朝后所作所为 却未免有所偏思 有时害怕别人知道 横施神威圣怒 这样欲盖弥彰 有什么好处呢 魏征的庭院没有厅堂 太宗命令 将庭建小殿的材料 拿去建造厅堂 五天级完工 还赐给他质地平常 色彩单调的屏风和褥子 以及鸡案首杖等 以顺应他的简朴习惯 魏征上表谢恩 太宗手术赵文成 朕这样对待你 都是为了黎民百姓和国家 难道是为朕一个人吗 何必过于客气呢 8月14日 太宗说 如今朝廷中 什么事情最为急迫 建议大夫处遂两手 如今四方安定 只有确定太子和诸王的名分 最为紧要 太宗说 这话说得有道理 当时太子李承前 德行欠缺 魏王李太得到宠爱 正为大臣寓意产生疑异 太宗清后十分厌恶 对身边大臣说 当朝的臣属们 终止没有人能超过魏征的 我让他做太子的老师 以此杜绝天下人的疑心 九月初四 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 魏征并罢有好转 亲到朝堂上表推辞 太宗首书小玉他 周幽王进宪宫 废除嫡子立庶子 造成国家威王 汉高祖差一点废掉太子 净亏上山四位老人 才得以保住太子位置 朕如今信赖你 就是这个意思 朕知道你有病在身 可以躺在床上 辅佐太子 魏征于是接受诏令 初时 薛颜妥珍珠克汗派 他的叔父沙波罗 尼赎四金 前来唐朝请求通婚 并献上三千匹马 三万八千张貂皮 一只马脑镜子 二十日唐朝任命 梁州都督郭孝克为 安息都护 西州此时 高昌旧部与镇兵 以及千禧流放的犯人 都居住在西州 较为混杂 郭孝克诚心诚意 抚慰治理 非常受当地人的欢迎 西突厥 一批多路克汗 杀死沙波罗夜户之后 吞并其兵重 又袭击土火罗 将其灭掉 自是强大 于是十分骄横 拘留了唐朝的使者 欺扰西域地区 并且派兵进返伊州 郭孝克率两千青旗兵 从巫谷兰基 将他们打得大败 一批多路 又派楚越楚密两个部族 围困天山 孝克将其击退 乘胜追击 拔下楚越首领所居住的小城 一直追到鄂索山 收响楚密兵重 而后凯旋 其初 平定高昌以后 每年征发一千多名士族 驻守在当地 楚虽良上奏书言道 自古生亡治理天下 都是先华下 而后四方编族 陛下派军队攻取了高昌 当地戍军一片萧条 多年恢复不了 又每年征掉一千多人 驻扎戍边 远离乡土 破产以制备形状 而且又将犯人流放到此地 这些人都是些无赖之徒 正好大肆骚扰边境 岂能有益于排兵布阵 这些人又多次逃亡 徒劳追捕 再加上一路上所经过的地区 千里大沙漠 冬季风吹如刀割 夏季风吹如火烧 行人来来往往 遇见这种情况 往往难逃一死 假使张叶九泉有风火报警 陛下难道还指望用高昌的一个兵役斗梁吗 最终还是要征伐 拢佑各州兵马粮草再赴前方 然而河西地区仍是我大唐的心腹 高昌不过是他人的手足 为什么要荒废根本来占有无用的土地呢 而且陛下打败突厥土鱼魂后 都没有占有他们的土地 而为他们重立军长加以安抚 唯独高昌不能和他们相比吗 叛逆者将其抓获 顺服者封他们官职 刑罚没有比此更威严的了 恩德也没有比这更高厚的了 深望陛下另外选择高昌王子中 可以列为可汗的 使其为高昌一国之主 子子孙孙 感赫陛下的大恩德 永远作为大唐帝国的屏障 内外安定 外围宁静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太宗不听从其意见 等到西突厥进犯 太宗十分后悔 说道 魏征楚遂良都劝朕再立高昌国王 朕不采纳他们的意见 如今正是咎由自取啊 一批多禄向西进攻康居国 途经米国将其灭亡 俘虏较多的米国人 却不分给他们的下属 其部将尼熟绰擅自抢夺俘虏 一批多禄大怒 将尼熟拓斩首示众 众人均满腹怨恨 尼熟绰部将葫芦屋 袭击多禄 一批多禄的部下纷纷逃散 退守在白水湖城 于是 鲁师毕各部以及一批多禄部下 乌利拓等人派使节到大唐 请求废掉一批多禄 重新立一个可汗 太宗派使节带着喜书 立默赫多的儿子 视为一批夜窥可汗 一批夜窥可汗即位之后 礼贷并放回一批多禄所拘留的唐朝使者 并亲率部队进攻一批多禄于白水湖城 一批多禄出兵迎击 将一批夜窥打得大败 一批多禄派人招募他的旧部落 他的旧部落都说 即使我们一千人战死一人生存 也不会跟从你 一批多禄自知 已经不为众人所亲服 便向西投奔土火罗 冬季10月14日 殿中舰颖纵宫宇文士急去世 太宗曾经停靠在一棵树下 很喜欢这棵树 宇文士急在身边也称赞不已 太宗正言立色说 魏征常常劝朕远离谄媚的小人 朕还不知道是指谁 也怀疑是你 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宇文士急叩头谢罪 太宗对身边大臣们说 薛颜驼在漠北称雄 如今治愈他有两个办法 如果不发兵将其消灭 就与他们通婚也安抚他们 这两个办法执行哪个呢 黄玄灵回答说 中国刚刚安定 出兵征战凶多吉少 我认为和亲为上策 太宗说 朕即为天下百姓的父母 如果对百姓有利 何必爱惜一个女儿呢 先前左领军将军契合力的母亲 姑赃夫人 及他的弟弟赫兰州都督沙门 都居住在梁州 太宗派契合力回去醒亲 并且得便安抚契部落 当时薛颜驼势力正强大 契部落都想归附薛颜驼 合力十分惊奇地说 大唐天子待我们如此厚恩 为什么还要叛离呢 契部落的人说 老夫人及都督此前都已经到了薛颜驼那里 你何不前往 合力说 沙门孝敬老人家 而我要对皇上忠心 坚决不跟你们去 契人将其捆绑起来 送到薛颜驼步 扔在珍珠可汉牙杖前 合力伸直双腿拔出佩刀向东面大声喊道 岂有大唐中热之士受你们的侮辱 天日昭昭望你们知道我的真心 于是将左耳割掉 于是将左耳割掉 法事不从 珍珠可汉想杀死他 珍珠妻子 力劝 这才作罢 太宗听说弃和力叛逃 说 这肯定不是和力的本意 身边的人说 这些戎敌之族臭味相投 和力加盟削盐土 如鱼得水 太宗说 不对 和力心如铁石般坚定 肯定不会背叛我的 恰巧有使者从薛颜驼那里回来 详细讲述了真情 太宗听完后落下泪来 对身边的人说 和力究竟怎么样 当即命令礼部侍郎薛敦礼 持经节小玉薛颜驼 将新兴公主嫁给珍珠可汉为妻 以换回弃和力 和力因此得以回到朝中 官拜右校尉大将军 十一月初四 太宗在武功狩猎 初五 英州都督张俭上奏 称高黎东部大人姓全 名叫盖苏文的 杀死高黎王高武 盖苏文凶残暴虐 多不守法度 高黎王和大臣商议将其处死 盖苏文暗中得知消息 召集全部兵马装作教阅模样 并且在城南大白酒宴 召集众位大臣亲往官看 勒令手下士兵将他们全部杀掉 共有一百多人 接着冲进王宫 亲手杀死高黎王 腰斩树段 扔在水沟中 立高黎王的侄子高藏为王 自封为墨离之 其官职便如同我大唐的力部兼兵部上述 于是远近都听起号令 阻掌高黎国政 盖苏文身材魁梧 气概豪爽 身上佩戴五把短刀 身边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 他每次上马下马 常让贵族武将扶在地上 由他踩着 出行定要整齐队伍 前倒者拉长声呼喊 路人急忙奔逃 也不必积水浅坑 路上绝少有行人 高黎国百姓叫苦连天 初时 太宗在齐阳打猎 接着临姓庆善宫 召集武宫县布老赐予酒宴 尽兴而罢 十八日返回长安 二十日 太宗说 朕为万民之主 想让百姓们都富贵 如果交给他们礼仪 是他们年少的 尊敬年长的 妻子尊敬丈夫 那就都尊贵了 清瑶伯父 是他们各制产业 那么就富足了 如果家计人足 朕即使不听音乐 也自然乐在其中 伯朱次使裴行庄上奏书 请求讨伐高黎 太宗说 高黎国王高武 每年功夫不断 被贼臣杀死之后 朕非常哀痛 一直不能忘怀 但其心丧国王 乘乱而攻取 即使得胜 也不足为贵 而且关东地区民生凋敝 朕实在是不忍心 谈用兵呀 当年唐高祖李渊 进入关东的时候 隋朝无用狼将 党人红 率不下两千多人 在蒲板 归附高祖皇帝 并且跟随他 平定了京城 不久 官拜陕州总管 唐朝大军 征讨王世冲的时候 党人红 负责转运良想 没有断绝 历任南宁州 荣州 广州都督 人红 有财食韬略 所到之处 君留有生育 太宗十分器重他 然而性情贪婪 被罢免广州都督 被人控告 贪赃一百多万 其罪应当处以死刑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朕昨天看见 大理寺五次上奏 请求处死人红 朕可怜他白发苍苍 而被处斩 朕吃晚饭 便命令 把实案撤掉 然而 想为他求条生路 最终 也难以找到理由 如今只想 辩通法令 请求你们 同意免他一死 第1335集 十二月初一 太宗又召见 五品以上官员 齐集太极殿前 对他们说 法令 是君王受命于上天所得 不可因私情而失信 如今 朕天坛党人红 想要宽舍他 这是 小乱法度 有负于上天 朕想要在南郊 坐在席子上 每日只进一次速食 用三天时间 向上天谢罪 方宣宁等人都劝道 圣杀的权柄 都掌握在皇上一人手中 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 太宗不答应 众位大臣一再叩头请求 从早晨直到傍晚 太宗才降下诏书说 朕有三项罪过 十人不能明察 这是一罪 因私情 小乱法令 是第二罪 亲近善人 而位于赏赐 讨厌恶人 而位于诛罚 是三罪 因为你们执意苦见 暂且依说情者 于是将党人红 废处为平民 流放到亲州 22日 太宗寻幸离山温泉 23日 在离山打猎 太宗登上离山 看见围墙有断圆处 回头对身边人说 我看见没整治的地方 不加治理 则是在败坏经济 如果加以整治呢 又像是我居高临下 在寻找别人的过失 于是推脱道路险恶 牵马进入山谷 以回避此处 24日返回宫中 刑部认为 反叛等大罪 依连坐法令 兄弟莫冠为奴 处罚太轻 请求改为 一并处死 太宗斥令 尚书省蒲叶 以及六部尚书 共同议定 议者都认为 秦 汉 魏 晋的法律 谋反罪 都要一灭三足 如今应当 改用刑部的 请求为事 济世中 崔诗人反驳说 故事后 父子兄弟犯罪 互不相关 为什么要用王秦的 言行酷法 来改变 是周朝 兴隆的终点呢 而且诸杀其父子 已经足显累积其心灵 这一点都不顾忌 又如何谈到 爱惜他们的兄弟呢 太宗 听从了他的意见 太宗问顺便大臣 自古以来 有时是君主昏聩 而臣下清明 有时又是君主清明 而臣下昏乱 两者之间 哪个更厉害呢 慧政回答说 君主清明 则善恶赏罚得当 臣下如何能够作乱 如果不清明 放纵暴虐 刚毙自用 即使有良臣在身旁 又有何作为呢 太宗说 齐文宣帝身边 有一个杨尊雁 难道不是君主昏聩 而臣下清明吗 慧大说 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 如何谈得上 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 回卯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 下节正月十五日 太宗对大臣们说 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 城前太子有脚病 行走不便 慧王李太 聪颖悟性高 由于李太多次跟随朕游幸 便突生一役 一些别有企图的人 已有附会其法的 太子虽然脚有病 但并不妨碍行走 而且依据礼记 嫡长子死 应立嫡长孙 城前的儿子已有五岁 朕终究不会以数子 取代嫡生子 朕终究不会以数子 取代嫡长子 来开启 寄予皇位的根源 郑文真公 魏征 卧病不起 太宗派人前去问询 赐给他药饵 送药的人往来不绝 又派中郎将李安衍 在魏征的宅院里留宿 一有动静 便立即报告 太宗又和太子 一同到其住处 指着横山公主 想要将他嫁给魏征的儿子 魏淑玉 十七日 魏征去世 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 均去奔丧 赐给手持羽包的仪仗队和吹鼓手 陪葬在昭陵 魏征的妻子说 魏征平时生活简朴 如今用鸟语装饰荆旗 用异品官的礼仪安葬 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 全都推辞不受 仅用布照上车子 载着棺材安葬 太宗登上静院西楼 望着魏征灵车痛哭 非常悲哀 太宗亲自撰写碑文 并且书写墓碑 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征 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人们用铜做成镜子 可以用来整理衣帽 将历史做为镜子 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屉 将人比作一面镜子 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 魏征死去了 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于魏尤文芝 上告戴郡都督刘兰成谋反 护身刘兰成被处以腰斩 幼武侯将军邱行公 取出刘兰成的心肝吃掉 太宗听说后责备他说 南城谋反 国家有规定的刑罚 何至于如此 如果以此来表示忠孝 则应该是太子和朱亲王先吃 哪能轮到你呢 邱行公惭愧 叩头谢罪 二月初二 太宗问剑义大夫 储遂粮 顺地制造七器 建祖的有十多个人 这有什么值得进建的呢 回答说 穷射吉玉 是造成威王的根源 七器不能满足了 便会进一步使用金玉 忠臣敬爱君主 定要防威杜剑 如果霍乱已经形成 就用不着再去形建了 太宗说 是这样的 朕有过失 你也应当鉴于出发时 朕观察前代巨剑的帝王 多说已经那样做了 或说已经应允的事 最终不加悔改 这样一来 想要不出现威王 能做得到吗 当时做都督刺室的皇子们 大多年纪又小 初遂粮尚书说 汉宣帝曾说 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 就是那些称职的郡守啊 如今皇子们年幼 还不知道如何从政 不如暂且将他们留在长安 叫他们治国方略 等到长大以后 再派到各地 太宗认为很有道理 十二月 任命太子詹氏张亮 为洛州都督 侯军吉自以为有功 而被拿到直私衙门 内心怨恨 产生了反叛之心 张亮出任洛州 侯军吉刺激他说 什么人排挤你啊 张亮说 不是你又是谁呢 侯军吉说 我刚刚平定一国归来 急遭皇上称怪 如铺天盖地一般 怎么还能排挤你呢 因而挽起袖子说道 整天郁闷 过不下去了 你能造反吗 我和你一起反 张亮密报给太宗 太宗说 你和侯军吉都是朝廷的功臣 说话时身旁没有别人 如果审讯他 军吉必然不服 那样事情就不一定能弄清楚 你暂且不要说出去 太宗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侯军吉 周都为御迟静德上表请求 告老还乡 25日朝廷任命御迟静德为开府一同三私 五天以上朝 27日 太宗说 君主只有一刻心 而公心的却有很多人 有的以勇武力量 有的只凭口才 有的以谄媚阿语 有的以奸诈邪恶 有的以嗜好欲望 各类人凑在一起 各自兜售自己的一套 以图取得恩宠 君主稍有松懈 而接受其中的一类人 则威王随之而来 这便是君主行事之难哪 28日 太宗命人在灵烟阁 画上朝廷的大功臣 他们是赵公长孙无忌 赵俊元王李孝公 来臣公杜如慧 郑文真公魏征 梁公房玄宁 身公高士连 恶公玉之静德 魏公李静 宋公萧 包中壮公段志玄 奎公刘洪基 蒋中公屈徒通 允杰公英开山 乔香公柴绍 批香公长孙顺德 勋公张亮 臣公侯君吉 扁香公张公锦 卢公成之结 永兴闻义公于世南 玉香公刘正慧 举公唐俭 英公李氏 胡壮公秦书宝等二十四人 其中都督齐王李 性情轻狂急躁 他的舅舅 上城局职长 殷洪志劝他说 您的兄弟较多 陛下一旦驾崩 您应当招募勇士 来自我保护 李深以为是 殷洪志 进而剑举七兄 燕洪信 李很喜欢他 赏赐很多金玉 让他暗中招募壮士 太宗挑选霸职的人 来辅佐众位亲王 做掌使和司马 诸亲王如有过失 即禀报太宗 李亲近小人 又喜好打猎 掌使全万计 直言切鉴 不听其言 壮士 攒军梁猛彪得到李的宠幸 全万计弹劾他们 并把他们赶走 李又在暗中将他们召回 更加宠幸 太宗多次寄书责备李 全万计担心会和李一同获罪 便对李说 亲王如果确实能悔过自心 我就请求到朝廷 为您言明其事 于是调臣李的过失 逼迫他上表自首 李内心恐惧便应语了下来 全万计到了长安 对太宗说 李肯定能够改过自心 太宗大为高兴 加冕全万计 而数落李以前的过失 首书赤文告诫他 李听说此事之后 勃然大怒 全长使出卖我 劝我悔改 而却自己鞠躬 我一定要杀了他 太宗认为校尉 经兆人伟文镇谨慎正直 任用为齐王府典军 伟文镇多次觐见 李也讨厌他 全万计性情偏狭 专以刻薄约束礼 城门外都不让他出去 将英权等放掉 又斥责攒军两猛标 不让他们建立 恰好某天夜里 全万计的宅院中落下土块 全万计认为是军和猛标二人 想谋害自己 便将他们拿入狱中 激发异传文书上报太宗 并弹劾李一同为非作歹的几十人 太宗派上述刘德威前往暗查 上告事多有验证 太宗下诏李与全万计一同入朝 李对全万计积怨较深 便和燕红信的哥哥燕红亮等密谋杀掉全万计 全万计奉赵先行一步 李派燕红亮等二十人乘马追上 将全万计受死 第1336集 李同党一起逼迫伟文镇 让他与他们合谋 伟文镇不从命 起码逃奔几里地被追上杀死 其他燕暑非常害怕 趴在地上磕头 不敢仰视 李进而私自属为上驻国 开府等官职 大开府库物品行赏 又将百姓赶到城内 全副武装修缮兵器城楼 并设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职 官吏百姓抛弃妻子儿女 相继在夜间掉下绳索出城墙外逃 李不能禁止 三月初六 太宗诏令兵部尚书李氏等人 蒸发怀落变宋陆华 济灰海九州兵马 讨伐李 太宗赐给李的首书赤文上说 我经常告诫你不要亲近小人 正是为此呀 李赵燕洪亮等五人住在卧室内 其他同党分别统领士兵 寻守城墙自我防御 李每天夜晚都和燕洪亮等人对着妃子饮酒 得意洋洋 谈笑之际说到官府军队 洪亮等说 大王不必忧虑 洪亮等右手拿着酒杯 左手为王挥刀击退他们 李非常高兴 以为确实能这样 又传部习文到所属各县 但各县都不肯追从造反 当时李氏的兵马还没到 而秦资等几州的兵重已聚集在齐州边境地区 齐王府冰曹杜行民等人暗中谋划要抓住李 李身边的人及官吏百姓中非其死党者都群其响应 初十夜间四面击鼓呼叫声闻达数十里 李的同伙又居住在外面的 众人挥刀将他们杀死 李问这是什么声音 身边的人欺骗他说 因公李氏统帅飞骑兵已经登上城楼了 杜行民分兵几路凿开城园而入城 李和燕洪亮等提甲轴持兵器进入宫室内 关上门户抵抗 杜行民等一千多人围攻 自早晨到中午九宫不下 杜行民对李说 大王从前是皇帝的儿子 如今乃是国贼 如不立即投降将要被烧成灰烬了 于是命令士兵堆积柴草 想要焚烧李藏身的房子 李从窗户中对杜行民说 我立即开门 这是担心燕洪亮兄弟必死无疑啊 杜行民说 一定会保全他们的性命的 李等人听此言便走了出来 有人挖下烟红亮的眼睛扔在地上 其余的人则打折他的四肢 最后将他杀死 又将李捆绑起来带出雅蜀前示众 然后送回去灌压在东乡中 其中全部平定 十五日太宗施令李氏等收兵 李被押解到长安 赐死在内侍上 同党被诛的有四十四人 其余的人都不追究 李当初谋反的时候 其中人罗石头曾当面数落其罪行 并持枪在手上去想要刺杀李 被烟红亮杀死 李带领几名骑兵袭扰高村 村里的人高军状 站在高处责备他说 当今皇上手提三尺剑打下江山 百姓们承蒙恩德 如对上天一般惊养 你忽然驱迟城内数百人 想要作乱以冒犯你的父王 这与用一只手汗摇泰山 有什么不同 你怎么能如此不自量力呢 李纵马出击将其擒货 终因惭愧而没有杀他 太宗斥令追赠罗石头为伯州刺士 又任命高军状为于县县令 杜刑敏为八周刺士 封为南阳郡公 合伙抓住礼者 都有不同的升官或者赏赐 太宗简和李家中文章奏书 得到济士成人孙楚约的剑书 颇为欣赏 几次升迁他官职中书社人 二十日 追赠权万纪为齐州都督 赐爵位五都郡公 赤号为靖 伟文振为左五位将军 赐决襄阳县宫 起初 太子里程前贪恋声色及打猎 极为奢侈 害怕被太宗皇帝知道 便对东宫臣辽时常谈论忠孝 有时甚至还要流泪 回到东宫 则与一群小人戏耍霞丸 宫中臣辽有人想要劝见 太子先揣摩出他的意思 然后迎上前去行礼 面色凝重 正经危坐 引咎自责 言辞颇多狡辩 禁见的臣辽急忙败打 无暇在行劝 东宫内部的秘密 外面的人无法知晓 所以当时议论起来 颇多称赞之词 太子制作八尺高的铜炉和六格大顶 招募一些逃亡官奴 偷盗民间的牛马 亲自烹煮 与宠幸的仆人们一同吃掉 又喜欢学说突厥语 和穿戴其服饰 挑选身边容貌向突厥人的 分五人为一落 书上辫子 穿上羊皮 赶着羊 又制作五个狼头旗 及长桥旗 设立突厥人住的穷颅 太子自己身处其中 逮住羊烹煮 抽出配刀 割羊肉吃 又曾对身边的人说 我试着假装可汗死了 你们众人模仿他的丧礼 于是将卧在地上 众人都嚎啕大哭 跨上马 环绕着他的身体 又贴近他的身体 用刀划他的脸 过了很久 太子突然坐起 说道 我一旦拥有天下 当亲率数万骑兵 狩猎于金城西面 然后解开头发 做突厥人 尾身于丝魔 如果担当点兵将领 不会干拘人后 左庶子于智宁 右庶子孔颖达 多次劝见太子 太宗加许他们 赐给二人金银财物 以讽育激励太子 并且改任于智宁为太子詹氏 于智宁和左庶子张玄宿 多次上书执箭 太子暗中派人杀他们 没有成功 汉王李元昌 常做步伐之事 受太宗多次责怪 从此心中怨恨 太子和他关系密切 朝夕相处游玩 分身边的人为两队 太子和李元昌 各统领其中一队 身披毛毡甲咒 手拿竹子长矛 摆下战阵 大声呼喊着交战 击刺流血 作为娱乐 有不听命令的 吊在树上抽打 甚至有人被打死 太子还说 假如我今天做大唐天子 明天就在禁院中设置万人营房 与汉王分别统领 观看他们厮杀 岂不痛快 又说 我要是做天子 必然认情纵欲 有劝谏者一律杀掉 也不过杀几百人 众人便会自首安定了 魏王李太多才多艺 得到太宗宠爱 他看见太子有脚病 便暗地里产生了夺敌而立的想法 于是折劫李贤 于是折劫李贤下士 去捞取名声 太宗让皇门侍郎围挺 管理魏王府中事务 后来又命公部尚书杜楚克 取而代持 二人都为李太联络朝中大臣 杜楚克有时怀揣黄金 以贿赂权贵 对他们说 魏王如何聪明 应当立为太子 文武大臣各有所托 暗中皆为捧他 太子害怕李太威胁自己的位置 便派人诈称为魏王府 点签上书言士 诉说礼诉的罪过 太宗斥令逮捕这些告状人 查无所获 太子私下宠幸太长寺的月童称心 与他同吃同住 道士秦英伟灵福 以妖法道术得以亲信太子 太宗听说之后 勃然大怒 将称心等人全部抓起来杀掉 连坐被斩首的有数人 太宗并对太子大加斥责 太子认为是李太告发的怨恨更深 不停地思念称心 在东宫中特住一小屋 立称心的像早晚祭奠 徘律在室内痛哭流体 又在公园内堆成一个小坟 撕下刺利称心 观觉 并且树立十倍 太宗越来越不喜欢太子 太子也知道 动辄几个月称并不去朝鲜 暗中豢养刺客 何干成姬等人 即一百多名壮士 想要杀掉魏王李太 立部尚书侯军吉的女婿贺兰楚石 是东宫府牵牛 太子知道侯军吉一直有积怨 便让贺兰楚石带领侯军吉到东宫 向他询问自我保全的策略 侯军吉认为太子愚昧低能 便想乘机利用他 于是劝太子谋反 他举起手来对太子说 这一双好手当为殿下使用 又说 魏王受皇上宠爱 我担心殿下会有随太子杨勇 被免为平民的灾祸 如有斥令宣兆进攻 应当秘密加以防备 太子大为赞同这种议论 用众理贿赂侯军吉 以及左屯卫中郎将 顿兵人李安衍 让他们刺探太宗的心思 一有动静便告诉他 李安衍先前侍奉引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败王之后 李安衍为李建成拼死搏斗 太宗认为他忠诚 所以特别信任他 让他掌管宿位 李安衍便将身家性命 寄托在太子身上 汉王李元昌也劝说太子谋反 还说道 近来看见皇上身边有一个美人 善于弹奏琵琶 事成之后希望将美人赐给我 太子应允 扬州赐使开化宫赵洁 是赵慈景的儿子 母亲是高祖的女儿 掌管公主 驸马多位杜鹤 是杜如慧的儿子 娶承阳公主为妻 二人均被太子所亲衣 参与了谋反事宜 凡是同谋者都要割开手臂 用搏擦血烧灰混在酒中喝掉 发誓同生死共患难 暗中谋划率领兵马进入西宫 杜鹤对太子说 天象有变化 应当迅速发兵以应天象 殿下只需称得了报病十分危险 皇上必然会亲自来探视 乘此机会可以得手 太子听说齐王李在齐州谋反 对何干成吉等人说 我住的东宫西墙 离皇上住的大内 正好二十步左右 与你们谋划大事 那岂是齐王所能比的呢 正赶上处理理谋反的事 牵连到何干成吉 何干成吉因此被关押 在大理寺牢狱中 按及罪行应当处死 第1337集 唐纪十三 唐太宗贞官十七年 鬼卯公元六百四十三年 夏季四月初一 何干成前上书 告发太子李成前谋反 太宗斥令长孙无忌 防玄陵 萧李氏与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 一同参与审问 谋反的情形已经昭彰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 你们看如何处置成前 正位大臣不敢应答 通事社人莱记敬言说 陛下不失为慈父的形象 让太子享尽自然授数 就不错了 太宗听从其意见 莱记是莱护尔的儿子 初六 太宗下诏废处太子李成前为平民 幽禁在幼领军府 太宗想要免除汉王李元昌的死罪 群臣执意争辩 于是便赐他在家中自尽 宽佑他的母亲和妻子儿女 侯军吉李安衍 赵捷杜贺等人皆被除产 左庶子张玄素 右庶子赵洪志 林胡德等人 以不能劝谏太子均获罪免为平民 其余应当连坐的全部赦免 詹氏于智宁因为曾多次劝谏 单独蒙受加冕 任命和甘成吉为川府折冲都尉 封决平己献功 侯军吉被收入狱中 赫兰楚石忧到宫阙前 告发他谋反的事 太宗召见侯军吉对他说 朕不想让那些刀笔力羞辱你 所以便亲自审问你 侯军吉起初不认罪 太宗便召见赫兰楚石 详细陈述史莫原委 又拿出了和城前来往的书信 寄给他看 侯军吉理屈辞穷 只得负罪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军吉有功于大唐 祈求还他一条生路 可以吗 众位大臣都认为不可 太宗便对侯军吉说 与你永别了 因而流下眼泪 侯军吉也磕头表示负罪 于是将他斩首于集市上 侯军吉临行前 对奸行的将军说 侯军吉我一时失足走到这一步 然而当年在秦王府时 即侍奉陛下 又有攻取土玉魂高昌两国的功绩 请求保全我一个儿子 以维持家族的祭祀烟火 太宗便宽佑了他的妻子和儿女 将他们迁徙到岭南 没收了他所有的家产 得到两个美女 从小喝人奶 不吃别的食物 其初 太宗让李靖教授侯军吉兵法 侯军吉对太宗说 李靖将要谋反 太宗问他是什么原因 侯军吉回答说 李靖教我兵法时 只教给我粗浅的内容 而隐匿精华 因此知道他要谋反 太宗将这些话问李靖 李靖回答说 此乃是侯军吉想要谋反 如今中原已经平定 我所教的兵法 足以制服四方民族 而侯军一直以请求 倾尽我的谋略 这不是想要谋反 又是什么呢 江夏王李道宗 曾经语气和缓地 对太宗说 侯军吉志大才疏 自认为有些功劳 对为 对于位于防玄陵和李靖之下 感到羞耻 虽然身为吏部尚书 还是不能满足他的愿望 以我观察 他一定会叛乱 太宗说 侯军吉的才气 做什么不行呢 这难道是珍惜高位 不封于他吗 只是因为按顺序还排不到他 怎么可以随意猜忌 乱生疑惑呢 等到侯军吉因谋反扶诸 太宗便当面感谢李道宗说 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啊 李安衍的父亲 年高九十多岁 太宗怜悯他 赐给奴婢以服侍他 太子李承前已经获罪幽禁 魏王李太便每天进宫 侍奉太宗 太宗当面许诺 立他为太子 陈文本 刘继也劝说太宗立李太 长孙吴继 执意请求 立晋王李治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昨天李太 投到我怀中 对我说 我到今天 才得以成为 陛下最亲近的儿子 此乃我再生之日 我有一个儿子 我死之日 当为陛下将他杀死 传位给晋王李治 人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朕见李太这么做 内心十分怜悯他 建议大夫处遂两手 陛下此言大为不妥 希望陛下深思熟虑 千万不要出现失误 陛下百年之后 魏王战有天下 他怎么肯杀自己的爱子 将皇位传给晋王呢 从前陛下 既立成前为太子 又宠爱魏王 对他的礼遇超过成前 一致造成了今日的灾祸 成前谋反的是 刚刚过去 足可作为今日的借鉴 陛下如今要立魏王为太子 希望先安置好晋王 这样政局才能稳定 太宗流着眼泪说 朕不能这么做 说完站起身 回到宫中 魏王李太 唯恐太子 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对李治说 你和李元长关系密切 元长谋反魏城 以自尽 你能够一点不担心吗 李治听到这番话之后 满脸忧愁 太宗感到奇怪 多次问他是什么原因 李治便将李太对他的话 说给太宗听 太宗很失望 开始后悔 说过立李太的话 太宗曾当面指责李承前 李承前说 我身为太子 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啊 只是因为被李太图谋 便常与朝经大臣们谋求自我保存的策略 那些不成之徒 趁机教唆我图谋不轨 如今 若是立李太为太子 那就正好落入他的谋划当中 李承前被废掉太子之后 太宗亲遇两一殿 群臣都退朝 只留下长孙无忌 房玄陵 李氏 楚遂良四人 太宗对他们说 朕的三个儿子 一个弟弟 如此作为 我的心中实在是苦闷 百无聊赖 于是将身体 向床头撞去 长孙无忌等 请求太宗告知 有什么要求 太宗说 朕想要立晋王为太子 无忌说 我等谨奉诏令 如有异议者 我请求将其斩首 太宗对李治说 你舅父徐诺你为太子 你应当败谢他 李治败谢长孙无忌 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 你们已经和朕的意见相同 但不知外朝议论如何 回答说 晋王仁义孝敬 天下百姓属心很久 望陛下召见文武百官 试探着问一下 如有不同意的 就是臣等有负于陛下 罪该万死 太宗于是亲临太极殿 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官员 对他们说 李承贤大逆不道 李太也居心险恶 都不能立为太子 朕想要从众位皇子中 挑选一人作为继承人 谁可以为太子 你们须当面明讲 众人都高声说道 晋王仁义孝敬 应当作为太子 太宗十分高兴 这天李太率领 一百多骑兵到永安门 太宗斥令城门官员 遣散李太的护旗 带李太进入宿章门 将其幽禁在北院 初七 太宗下诏 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 太宗亲临成天门楼 大赦天下 饮宴三天 太宗对其身边大臣说 朕如果立李太为太子 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 是可以苦心经营而得到 自今往后 太子失得被盗 而攀王企图谋取的 二人都要弃之不用 这一规定 传给子孙后代 永为后代效法 而且李太为太子 则李成前和李治 均难以保全 李治为太子 则李成前和李太 均安然无恙 陈司马光说 唐太宗并不将天下重任 于所偏爱的人 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 可称得上是身谋远虑呀 初八 任命中书令杨师道 为吏部尚书 起初 掌广公主嫁给赵慈炯 称下赵杰 赵慈景死后 掌广公主改嫁杨师道 杨师道曾经和长孙吴继等人 一道审讯成前太子的预案 暗中为赵杰开脱罪责 由此获罪 太宗到公主住所 公主以头触地 哭泣着为儿子的罪过道歉 太宗回败并流着泪说 赏赐不回避仇敌 惩罚不袒护亲属 这是天下治公治正的道理 不敢违背 因此有父与姐姐 初始 太宗下诏 任命长孙吴继为太子太师 房玄陵为太父 习奥为太保 李氏为太子詹氏 萧李氏同为中中书门下三品 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一未同宰相的要职 从此开始 又任命左卫大将军 李大量领右卫军 前任太子詹氏于智宁 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 吏部侍郎苏绪 中书侍人高继辅为右庶子 刑部侍郎张成行为邵詹氏 建议大夫楚穗良为太子宾客 李氏曾得报病 药方说 胡须烧成灰可以治疗 太宗剪下自己的胡须 为他配药 李氏连连叩头哭泄 直到头颅出血 太宗说 这是为了江山设计 并非是为你个人 有什么可谢的 李氏曾侍奉太宗饮宴 太宗和缓地对他说 朕一心想找到一个 可以脱孤的大臣 没有人能超过你的 往年你曾经不负于礼蜜 朕岂能辜负你 李氏流着泪瓷血 咬破指头占血为蒙 喝得鸣顶大醉 太宗解下身上的黄袍 给他披上 十四日 太宗下诏 解除魏王李太的 雍州牧 向州都督 左午侯大将军等职务 将决位为东来郡王 李太王府中的辽蜀中 凡是李太的亲信 都迁徙流放到岭南 杜楚克因兄长杜如慧有功 免去死罪 费为平民 几世中崔仁师 曾私下请求 立魏王李太为太子 降职为胡奴寺少庆 二十一日 规定太子见三师的礼仪 在殿门外迎接 太子先拜 三师打拜 每道门都要让三师先行 三师坐下后 太子才能坐下 太子给三师的书起 前面自称名字 加惶恐二字 五月二十五日 太子上表彰 言道 李承前与李太 只有随身几件衣服 饮食也不能对口味 忧尽忧愁可怜 请求斥令有关关属 忧厚供给他们 太宗应允 皇门侍郎刘继 尚书言道 太子应当勤学好问 亲善师友 如今太子入室公会 动辄超过十天半个月 太师太保以下官员 很少与太子应对答问 希望能稍微抑制一下 对子孙的爱心 弘扬传之久远的规制 这就是天下百姓的姓氏 于是 太宗让刘继与 陈文本 楚岁良 马周几个人 轮流到东宫 与太子相处 谈论正事 第1338集 六月初一 出现日时 初九 太长四成 邓肃 出使高礼 回到朝廷 请求太宗在怀远镇 增派戍边兵力 以威逼高礼 太宗说 孔子说 远方的人不服从 则秦修文德 来招服他们 没有听说过 靠一两百个士兵 就能威赠远方的 十九日 尚书幼谱高士连 请求退职 太宗应允 开服一通三思的职贤 和薰卫 封义仍然保留 而且仍是 同门下中书三品 参职正事 润六月初四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朕自从立理智为太子 遇见任何事情都亲家教诲 看见他用饭 就说 你知道更加的艰难 就能常吃上这些饭 看见他骑马 就说 你知道马要劳逸结合 我耗尽马的力量 就能经常骑着他 看见他坐船 就说 水能够再船 也能够翻船 百姓便如同这水 君主便如同这船 见到他在树下休息 则说 木头经过墨线处理 才能正直 君主能纳建者 才为圣君 初时 太宗下诏 让太子掌管 左右屯营兵马事宜 屯营大将军以下的官员 都要授起接旨 薛颜驼真诸克汗派他的侄子 突立舍到唐帝国 纳聘你 你献马五万匹 牛骆驼一万头 扬十万只 十三日 突立舍献上食物 太宗亲临相思殿 大宴群臣 设立十部乐曲 突立舍再次行礼祝寿 太宗赏赐突立舍十分丰厚 契合力上书言道 不可和薛颜土同婚 太宗说 朕已经答应他们了 怎么可以身为天子 而却自食其言呢 合力回答说 我不是想要陛下立刻回绝他们 只是希望暂且延缓此事 我听说 自古有迎亲礼仪 假如陛下斥令宜南让他迎亲 即使不到长安来 也要到灵州 宜南必定不敢前来 则回绝他就有理由了 宜南性情刚直暴力 既然不能和大唐通婚 其部下又怀有二心 不过一两年便会病死 他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 到那时陛下可以轻易制服他们 太宗听从其意见 于是征召真诸可汗 让他前来迎亲 又发布诏书说 将要在灵州与他相见 真诸十分高兴 想要亲到灵州 其大臣劝谏说 倘若被对方扣留 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真诸说 我听说大唐王子有圣王的德行 我能亲自前去见他一面 至死都无遗憾 而且末北必然会有人主事 我去的决心已定 不必再多说了 太宗接连三次派使节 接受薛延驼所献的牲畜 薛延驼先前库房没有马就 珍诸可汗便征调各部落马牛羊等 往返一万多里 途经沙漠地带 没有水和草 牲畜消耗损失将近一半 过了迎亲期限没有到 有人议论 认为聘礼未准备齐便与之通婚 这会使北方少数民族轻视唐朝 太宗一世下诏 回绝起婚姻 停止寻兴灵州 并追还三次派出的世界 楚遂良上奏书认为 薛延驼可汗本来是突厥的一个首领 陛下当年荡平沙漠 万里萧条少有人烟 疏于势力奔波投靠 须有一个酋长 于是才赐给他骨河大旗 以立为可汗 近来又向下大恩 英云和他们通婚 西面告知土藩 北面通知思摩 连大唐朝中的儿童也都知道此事 陛下又行兴北门 接受他们敬献食物 秦臣和边远地区都整日艳引庆贺 都说陛下为了安抚天下百姓 不爱惜自己的女儿 云云众生 谁不感恩戴德 如今一朝陡声变化 有改悔之意 我深深为朝廷的生意受损而惋惜 这样一来 得到的很少 而失去的却很多 也会产生隔阂 必然会遭致边境不安宁 薛颜陀身怀被欺辱的怨恨 百姓也感受到了被曰的羞愧 恐怕这不是说服远方殉教边兵的办法 陛下即位治理天下已经有十七年了 以仁义恩惠交接百姓 以诚信礼义安抚边远地区 天下百姓没有不佩服的 被曰实在是没有道理 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呢 龙沙城以北 薛颜陀的部众众多 朝廷想要讨伐他们 终究不能全部消灭干净 应当对他们服以得意 使正义掌握在朝廷手中 而不是对方手中 失信地在对方而不在我方 做到这些 则是姚顺宇汤等人 远不及陛下了 太宗不听起建议 当此时 众位大臣大都说道 朝廷既然答应和他们通婚 又接受了人家的聘礼 就不可失信于薛颜陀 以免诱声编乱 太宗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只知古 而不知金 从前汉朝匈奴强大 中原汉王朝削弱 所以要装扮子女 送金银财物 以作为诱饵 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 如今中原强大 北方少数民族削弱 以我大唐的一千步兵 可以击败他们的数万骑兵 所以薛颜陀 肯卑躬屈膝 满足我们的要求 不敢稍有傲慢 是因为他们刚刚立了可汗 属下杂性不足不少 想要借着大唐的势力 以威慑制服他们 他们中的铜锣 蒲骨 回合等十个部族 各有兵力几万人 如果他们合力攻打薛颜陀 可以立刻攻破取胜 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是因为位居我大唐所立的可汗 如今将宗师女嫁给他 他们必然自视是大国的女婿 其他部族 谁还敢不服 这些戎敌 人面兽心 一旦稍不满意 必会反咬一口 造成祸害 现在我们回绝起婚姻 停止接受他们的聘礼 其他部族得知了我们 抛弃了他们 很快就会将他们 瓜分斗剖的 你们只需记住 朕说过的话 陈司马光说 孔子说 宁可去掉食物和军队 但是不可以丢弃信用 唐太宗甚至不能 与薛颜陀通婚 那么当初不答应 和其成亲就可以了 既然答应薛颜陀 有一仗强势 背信弃义 回绝对方 这样即使灭掉了薛颜陀 也足可羞愧 君王发号施令 能不慎重吗 太宗说 盖苏文杀死高黎国王 而独掌国政 实在是不能忍受的 以我方今日之兵力 攻取他们并不难 只是不想牢扰百姓 正想暂且先让气丹 骚扰他们 怎么样啊 长孙无忌说 盖苏文自己也知道罪行严重 害怕大国的讨伐 必然要严加防备 陛下稍微容忍一些 他得以自我保全 必然会更加骄横 更加无恶不作 然后再去讨伐他 也不算晚呢 太宗说很好 21日 太宗颁布诏令 封高黎王高藏为上驻国 辽东郡公高黎王 太室杰携带荆结 前往册封 29日 百封东来王李太为顺阳王 期初 太子李承前 得行丧失 太宗私下对中书侍郎间 左庶子杜正伦说 我儿承前 如果仅有脚病 倒还说得过去 只是他疏远贤良 亲衣小人 你应当加以监察 如果真不可教诲 请你来告诉我 杜正伦多次劝谏李承前 李承前都不听 杜正伦便将太宗 对他的话告诉李承前 太子上表彰给太宗 太宗责怪杜正伦 泄露此事 杜正伦回答说 我想用陛下的话恐吓他 希望他能弃恶从善 太宗大怒 将杜正伦为谷咒此事 等到里承前谋反式败露 秋季7月14日 又将杜正伦降职为焦州都督 起初 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 与侯军籍有宰相之才 请求任命侯军籍为蒲业 而且说 朝廷安定 不忘威王 不可以没有大将 各素卫兵马 应当委派军籍专管 太宗认为 军籍喜欢自我夸耀 没有重用 等到后来杜正伦因泄漏罪被贬值 侯军籍因参与谋反被处死 太宗开始怀疑 魏征有结党营私之嫌 又有人上书言称 魏征自己抄露 前后在朝中的谏言 给起居郎储碎凉看 太宗更加不高兴 于是罢除魏征的儿子魏淑玉 娶公主一事 并毁掉所有的卑食 起初太宗曾对以宰相身份兼修国使的房玄龄说 前代史官所记的史事都不让君主看见 这是为什么呀 回答说 史官不虚事美化 也不隐移罪过 如果让皇上看见必然会动怒 所以不敢进城 太宗说 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 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使 知道先前的过失已作为以后的借鉴 希望你撰写完成后 上城给朕看看 建议大夫朱子舍上述言道 陛下身怀圣德行为没有过失 史官所记述的案例都是尽善尽美的事 陛下唯独要翻阅起居住 这对史官记事当然无所损失 假如将此规定传世给子孙后代 恐怕到了曾孙玄孙之后 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 掩饰过错 袒护短处 史官必然难以避免深遭刑罚诸禄 如此下去 则史官们都顺从旨意行事远避危害 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 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 所以说前代君主不观看国史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太宗不听其谏言 方玄陵便给己事中许敬宗等山改成 高祖石禄和金上石禄 十六日书写成成上太宗 太宗见书中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玄武门之变 用词多隐晦曲折 便对方玄陵说 历史上 周公诛灭管书菜书已定周朝 既有毒死书牙以保存鲁国 朕当年的所作所为 正与此类似 史官有什么可隐晦的呢 立刻命令山靴浮华之词 明笔直书 杀李建成李元吉使 八月初三 朝廷任命 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 参与朝政 任命左卫大将军 太子又为帅李大亮为公部尚书 李大亮身居三项要职 素卫两宫 宫签中正谨慎 每次护卫执勤 必定坐着假妹 直到天亮 庞宣灵非常敬重他 多次称李大亮有亡灵周博的气节 可以担当大的职位 第1339集 起初李大亮为庞宇的兵草被李密抓获 原来的同伙都被处斩 大将张碧见李大亮而将其释放 二人遂定交情 等到李大亮身居显贵 开始寻找张碧 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张碧当时官座江桌建成 自己隐匿不说 李大亮在道上遇见张碧 而认出他来 扶着张碧掉泪 并将自己的家产送给张碧 张碧拒不接受 李大亮将此事上禀太宗 请求将自己的官职爵位 全部授予张碧 太宗为了李大亮的缘故 提拔张碧为中郎将 当时人都称赞李大亮不负恩情 也赞扬张碧不自我炫耀 九月初四 新罗派使节来 称百计 恭取他国中四十多座城池 又与高离国联合 图谋断绝新罗到唐朝的通道 因而请求派兵救援 太宗命令司农四卿丞相李玄蒋 带皇帝洗书前往高离 对他们说 秦罗归顺我大唐 每年不停朝贡 你们与百计都停止兵战 假如再行攻打 明年大唐就要发兵 攻伐你们的国家 初七将李承前流放到前州 十八日将顺阳王李太流放到军州 太宗说 父子之情是出自于自然 朕如今和李太生而离别 还有什么心思自处 然而朕为天下人的君主 只要能使百姓生活安宁 私情也当割舍 又将李太所上表文拿给身边大臣们看 并说 李太实在是有才智 朕常常念叨他 你们也都知道 但是为了江山社稷 不得不以道义 与他断绝亲情 让他居住在遥远的地方 这也是两全之策呀 先前 各州的长官和高级辽佐 年初亲自带着贡品进京 称之为召集使 也称为考使 京城没有官邸 便大都租房子与商人杂处在一起 此时 太宗命令有关部门 为他们修建功底 冬季十月初三 太宗到元丘祭祀 起初 太宗与尹太子李建成 朝拉王李元吉有隔阂 封德夷暗中骑墙 扬文叛变之后 太上皇李元想要废掉尹太子李建成 而改立太宗 封德夷执意劝谏而轻耻 此事非常隐秘 太宗并不知道 等封德夷死后才知道 十六日 智书是与史唐林开始追究弹劾其事 请求罢处封氏官职爵位 太宗让文武百官商议此事 尚书唐俭等人议论说 封德夷的罪过暴露在他死后 恩义结于生前 历任各种官职不宜追究夺回 请求降刺官改封嗜好 太宗下诏 罢处所赐官职 改嗜好为谬 消掉所有的实义和尸丰虎 太宗斥令 临选大族梁家女子 以充实太子东宫 十七日 太子派左肃子于智宁辞谢 太宗说 我不过是不想让子孙们生于微贱之人 如今既然智书辞退 理当遵从其本意 太宗怀疑太子过于人质软弱 私下里对长孙无忌说 你一再劝我立李智为太子 李智过于懦弱 恐怕他不能守护好江山设计 怎么办呢 吴王李克 英武果断 很像我 我想要立他为太子 怎么样啊 长孙无忌执意争辩 以为不能这么做 太宗说 你因为李克不是你的外甥吗 无忌说 太子仁义厚道 真正是守城的有文采的君主 太子皇储的位置至关重大 怎么可以多次更改呢 蒙陛下再细细考虑这件事 太宗于是不再有此种想法 十二月初六 太宗对吴王李克说 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 一旦犯罪 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袒 汉朝以立昭帝 燕王流弹不服 暗中图谋造反 霍光以一封变迁就杀了他 为人沉下 不能不身意为戒丫 十四日 太宗车驾寻姓黎山温泉 二十四日 回到宫中 十八年 甲晨 公元六百四十四年 春季正月二十日 太宗车驾行姓中关城 二十五日 林姓县 二十七日 游姓黎山温泉 巷里玄奖 到达平壤 墨智里已经率领不重 进攻新罗 攻下两座城 高离王派人照兵 这才回事 全讲传遇 是他们不要再攻打新罗 墨离之说 以前隋朝东征高离 新罗乘积侵蚀 高离土地五百里 如果他们不归还 侵占我们的土地 恐怕难以休战 宣讲说 既往的事 何必再去追究呢 至于说辽东各城 本来都是中原帝国的郡县 中原帝国尚且没有过问 高离怎么可能 一定要要回固有的土地呢 墨智里最后没有听从其劝告 二月初一 向李宣讲回到京城 详细禀报 出使高离的情况 太宗说 盖苏文杀死其国王 迫害高离大臣 残酷虐待百姓 如今又违抗我的赵令 侵略邻国 不能不讨伐他 建议大夫储遂两手 陛下挥其所指 则中原大地平定 眼睛一转 则四方民族归服 威望无与伦比 如今却要渡海远征小小的高离 如果捷报指日可待还可以 万一遭遇挫折 损伤威望 再引起百姓起兵反抗 则朝廷的安危难以预测呀 李氏说 当年薛颜驼进犯 陛下想要发兵讨伐 为争建祖而作罢 使之直到今日仍为祸患 那时如果采用陛下的策略 北方边境可保安宁 太宗说 是这样的 这点实在是未争的过势 朕不久皆后悔 而不想说出来 怕是因此而堵塞了 尽县良策的缘故 太宗想要亲自去讨伐高离 出岁良上奏书说 天下便如同人的整个身体 长安洛阳如同心脏 各州县如同四肢 四方少数民族乃是身外之物 高离罪恶极大 诚然应当陛下亲去讨伐 然而命令两三个猛将 率领四五万士兵 仰仗着陛下的神威 恭祝他们亦如反掌 如今太子刚刚锋利 年龄还很幼小 其他藩王情况 陛下也很清楚 一旦离开固守的安全地域 越辽海的险境 身为一国之主 轻易远行 这些都是我所深觉忧虑的事 太宗不听他的建议 当时大臣们 多有建议太宗征法高离的 太宗说 拔个瑶地 九个顺地 也不能冬季重粮 乡野村夫 以及儿童少年 春季播种 作物才生长 这是得其实令 天有他的实令 人有他的功效 盖苏文七陵国王暴虐百姓 老百姓翘手 祈盼救援 此正是高离 应当灭亡的实令 议论者纷纭不休 只是因为 未看到这个道理 初五 太宗寻姓领口 十一日 回到宫中 三月十七日 任命左卫将军 薛万彻 暂时代理 又位大将军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当今的著名将领 只有李氏 李道宗 薛万彻三人称得上 氏 道宗 不能取得大胜 但也没有大败 万彻 则不是大胜 就是大败 夏季四月 太宗亲临两一殿 皇太子在旁侍奉 太宗对众大臣说 太子的性情 外面的人可曾听说过吗 长孙无忌说 太子虽然没有出过宫门 天下人无不敬仰其德行 太宗说 我向李智这个年龄 不能够循规蹈矩 照常规办事 李智自幼就待人宽厚 虎宴说 生男孩如狼 还担心他像羊一样 希望他稍大一些 自然有所不同吧 长孙无忌说 陛下神明英武 乃是拨乱反正的人才 太子仁义宽厚 实是守成修德之才 智去爱好虽然不同 但也应当各尽其职份 此乃是皇天保护大唐国位 而又降服于万民百姓 初八 太宗寻幸九成宫 初九到了太平宫 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大臣们顺从旨意地 举多数 范眼抢见者极少 如今朕想听到 关于朕的过失的话 诸位 当直说 无所隐瞒 长孙无忌等都说 陛下没有过失 刘继说 近来有人上书 不合陛下胜意的 陛下都当面百般责备 上书者无不惭愧恐惧而退下 恐怕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办法 马周说 陛下近来赏罚 略有因个人喜怒 而有所高下的情况 此外 没有见到过失 太宗都予以接受 太宗喜欢文学 而又思维敏捷 善辩论 正为大臣上书言世 太宗引征 古今势力已变难 陈下多回答不上来 刘继尚书劝谐说 帝王和平民 圣者和庸人渔夫 上下相差悬殊 无与伦比 由此可知 以至于对至圣 以最卑贱的 对最尊贵的 白白地想着自强 也不可得到 陛下降下恩旨 和颜悦色 倾听劝谏之言 虚心接纳 属下的意见 还担心属下们 未敢应对 何况陛下 又灵动神思 发挥天变巧会 修士辞 早已批驳他们的道理 引征古事 以排解众议 这让凡夫百姓 如何应答呢 而且博文强制 则损伤心思 多说话则伤气 心气损伤 行神劳顿 起初还没有察觉 以后必然会成为迁累 望陛下为设计江山 而自爱身体 岂能为了兴趣爱好 而自伤身体呢 至于秦始皇 能言善辩 因自我夸耀而失去民心 魏文帝红彩伪略 因徐言妄论 而有负众望 这些由于变才 而受伤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啊 太宗书写非白书回答说 没有思考 则无法治理臣下 没有言语 则无法表达思想 近来议论国事 过分凡科 高傲轻视他人 恐怕既由此产生 至于心神 则不是由此劳顿 如今听到你的直言党论 当虚心改正 16日 车驾到县人宫 太宗将要征伐高黎 秋季7月20日 施令江作大剑 严利德等人 到洪 饶 江三州 造船之四百艘 用来载运军粮 第一千三百四十集 二十三日 台宗下诏 派营州都督张俭等 率领幽州 营州两个都督府的兵力 以及契丹西 足士兵 先行进攻辽东 以观察形势 任命太常 四清围艇 为溃运使 民部侍郎 崔仁师 为副使 河北各州 都接受围艇 节制统侠 听从他随时调遣 又任命 太普四少卿 萧瑞 运送河南各州 粮草入海 萧瑞 是萧的儿子 8月11日 太宗对 长孙吴继等人说 人们苦于 不自知过错 你可以为朕言明 吴继回答说 陛下的文德武功 我们这些人 诚顺都应接不暇 又有什么过错可言呢 太宗说 朕向你们 询问我的过失 你们却趋意逢迎 使我高兴 朕想要当面 列举你们的优缺点 以互相借鉴改正 你们看怎么样啊 中大臣急忙 叩头称谢 太宗说 长孙吴继 善于避开嫌疑 应答敏捷 算是果决 超过古人 然而领兵作战 并非他所擅长 高士连 涉猎古今 心术明正通达 面临危难 不改气节 做官没有 思街捧党 所缺乏的事 只言归贱 唐俭 言辞敏捷善辩 善解人纠纷 侍奉镇三十年 却很少批评 朝政得失 杨师道 性情温和 自身少有过失 而性格 实怯懦 缓急之物 不可依托 曾文本 性情质朴 敦厚 文章做得滑美 然而 迟论 常依远大规划 自然不为于事理 刘继 性格最坚真 讲究利人 然而崇尚 然诺信用 对朋友 有私情 马周处事 敏捷 性情正直 品评人物 直输兄义 朕近来委任他做事 多能称心如意 楚岁良学问 优于他人 性格也耿直坚真 每每倾注他的忠常 亲赴于朕 如同飞鸟依人 人见了自然怜悯 二十三日 太宗回到京城 二十六日 任命散其常侍 刘继为世忠 代行书 中书侍郎 职务的 陈文本为中书令 太子左庶子 中书侍郎 马周暂时代理中书令 陈文本 官拜中书令之后 回到家中 面有忧色 他的母亲问 他是什么原因 文本说 我不是熏臣 也不是故旧 网蒙如此恩宠 官位高 责任重 所以忧心忡忡 亲属宾客中 有来称贺的 文本说 现今只接受问 不接受贺喜 陈文本的弟弟 陈文昭 官做教书郎 喜欢结交宾客 太宗听说后 很不高兴 曾经和缓地 对文本说 你的弟弟 过分沉溺于交往 恐怕会牵累到你 正想让他 到外地去做官 你看怎么样啊 文本哭泣着说 我弟弟年少时 父亲即去世 我的老母亲 特别钟爱他 从来没让他 离开过身边 超过两天 如今 若是外出为官 母亲必然 忧愁憔悴 倘若没有 这位弟弟在身边 也会没有 老母亲了 因而 气不成声 太宗怜悯 他的孝心 而打消 原来的想法 只是召见 陈文昭 严厉训斥 文昭 最终 也没有犯错误 九月 任命建议大副 储岁良为皇门侍郎 参与朝政 燕齐国 同时臣服于西突厥 西突厥大臣 屈厉绰 为自己的弟弟 娶燕齐王的女儿为妻 从此 燕齐对唐朝的功夫 多有缺陋 安息都府郭孝克 请求派兵讨伐 太宗将诏 任命郭孝克为 西州道行军总管 同率三千步骑兵 出银山道 进攻燕齐 正赶上燕齐王的弟弟 杰鼻兄弟三人 陆经西州 孝克便让杰鼻的弟弟 厉婆准做向导 燕齐城四面还水 依仗地势险恶 而不加防备 郭孝克部队 昼夜间成 急行军 夜晚到了城下 命令将士们 求水渡河 将近浮小时 登上城楼 抓获燕齐王突骑枝 打死打伤七千人 留下厉婆准代理国阵 领兵马还尸 郭孝克离开后三天 屈历绰带兵前来救援 已经迟了一步 便抓起厉婆准 命五千青旗兵 追赶到银山 郭孝克领兵还击 将屈历绰打得大败 又追击了数十里 21日 太宗对身边大臣们说 郭孝克近日上奏称 8月11日前前去进攻燕齐 20日应该到达该国 必定会在22日攻城取胜 朕计算其来回里程 使者今日也该前来报喜了 话还没说完 一战的快期就到了 西突爵楚纳措 让其手下将领代理燕齐国阵 并派使者入朝进攻 太宗则为他们说 国发兵击败燕齐 你们是何人 敢占据其国土 那位将领十分害怕 返回突厥 燕齐拥立立婆准 堂兄薛阿婆纳支为国王 仍然依附于楚纳措 25日 红卢寺奏称 高黎国莫黎芝 竟贡白金 楚遂良说 莫黎芝杀死其国王 东方各族不会宽容他 如今将要讨伐他 而又要收纳及贡品 这就如同春秋时 鲁桓公像宋国取号鼎一样 我觉得不能接受 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太宗对高黎国使者说 你们都侍奉前高黎国主高五 并有官爵 莫黎芝有杀军之罪 你们不能报仇 如今还要为他游说 来欺骗我泱泱大国 罪恶极大 将使者们全部交付 大理寺关押起来 冬季十月初一 出现日时 十四日 太宗车驾行姓洛阳 并领房玄宁留守经师 又为大将军公布上书 李大亮为副留守 郭孝克押送燕祁王突齐之 及其妻子儿女 到了太宗行姓的洛阳 太宗斥令宽佑他们 十七日 太宗对太子说 燕祁王不去访求贤臣辅政 不用忠良谋划国事 自取灭亡 警守被捆腹 漂泊万里 人们因这件事而想到畏惧 也就懂得什么是畏惧了 二十九日 太宗在缅池县的天使打猎 十一月初二 回到洛阳行宫 前一周刺史 郑武已经退休在家 太宗因为他过去 曾跟随隋阳帝讨伐高离 特意将他召到行宫 问他讨伐高离的计策 郑元回答说 辽东路途遥远 运粮较为艰难 高离人善于守城 功成不能很快攻下 太宗说 今日已非随朝使其可比 你就只等着听好消息吧 张检等率领的部队 正赶上潦水发大水 长时间渡不了河 太宗认为他们害怕对方 急召张检到洛阳 张检到后详细陈述 山川地势的险恶与平易 水草的丰美与恶劣 太宗听后很是高兴 太宗听说周刺史 成明镇善于用兵打仗 便召见他问以方略 赞扬他财思敏捷 未免他 说道 你有将相之才 镇将要对你有所任用 成明镇失礼不败谢 太宗假装恼怒 以观察他的态度 说道 关东一个山村野夫 得到一个刺史之位 便认为是富贵之极了 你竟敢在天子身边 言语粗鲁 而且还不败谢 成明镇谢罪说 我本是粗书之臣 未曾亲身 供奉过皇上的垂问 刚才只想着如何对答 所以忘了败谢了 举止自如 应答更为清楚 太宗于是感叹说 房玄宁在镇身边 二十多年 每次看见镇斥责别人 脸色惶恐 不能自持 成明镇平生未曾见过镇一面 镇一时责怪他 竟会毫无惧色 言语没有差错 真是天下的奇才 当日即拜官为 右小卫将军 二十四日 任命刑部尚书张亮 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 率领江淮岭霞 四周兵马四万人 又在长安洛阳 招募士兵三千人 战舰五百艘从莱州渡海 直逼平壤 又任命太子詹氏 左卫率李氏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率领部骑兵六万人 以及蓝河二州投降的胡族兵马 进逼辽东 两支部队合为并尽 三十日 各路大军汇集在幽州 太宗派行军总管江行本 少府少监邱行衍 先行在安罗山监督重工匠 制造练习登高冲锋用的云期 当时远近的勇士纷纷应召当兵 以及献出各种工程器械不计其数 太宗都亲自加以挑选淘汰 取其方便简易的器械 又首书诏令传令天下 说道 高黎盖苏文杀死君主 肆虐百姓 其情形实在是忍无可忍 如今朕要亲自寻幸幽济二州 向辽东结识一带兴师问罪 所经过之地的营房 不要过于劳费百姓 而且说 从前隋阳帝残暴百姓 高黎王却对百姓仁爱 以人心思乱的军队 去进攻求安私和的民众 所以不能取得胜利 现在朕略说必胜之道有五条 一是以强大进攻弱小 二是以顺应实势去讨伐 道行逆师 三是以安定去乘机 进攻敌方的内乱 四是以疫待劳 五是以百姓岳福的国家 去进攻百姓积怨的国家 何仇不能取胜 以此不高黎民百姓 不要产生疑惧 于是各种行军征战的物资费用 减少了一大半 十二月初一 武阳义工李大亮 在长安去世 遗书请求停止进攻高黎 他家中只剩下五湖米 三十匹部 亲属早死成为孤儿 被李大亮收养的十五个人 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 富丧 除二 前太子李承前死于乾州 太宗为此不上朝 以国公里安葬 十四日 太宗下诏令 各路大军以及新罗百姬西 契丹分兵几路 进攻高黎 七初 太宗派突厥斯利克汗 北渡黄河 薛颜陀珍珠克汗 担心自己部落 叛归起原来的主子 内心十分不满 便在漠北埋伏下青旗兵 想要袭击四立 太宗派使者传闻告诫 不得相互攻伐 珍珠克汗答道 大唐天子有命 怎么敢不遵从呢 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 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 年年进犯唐朝 杀人成千上万 我认为大唐帝国打败他们 应当将他们全部降为奴隶 赐给唐朝百姓 却反而抚养他们 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 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 所以杰赦帅 还是反叛了 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 怎么能用人的道理 对待他们呢 我承贺大唐身后的恩德 请求为大唐天子诛灭他们 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第1341起 四里北渡黄河后 拥有十万兵重 士兵四万人 四里不能安抚统域 众人都不服从命令 十八日 众人都抛下四里南渡黄河 请求居住在圣夏尔州之间 太宗答应了他们 众位大臣都认为 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 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 离京师很近 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 帮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 派遣各位将领 动征高离 太宗说 遗敌族也是人啊 其人情与中原人 没有大的差别 身为君主 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己百姓 而不必对少数族人 横家猜忌 秦氏恩德 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 多家猜忌 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 随阳帝暴虐不道 早已失去了民心 随朝东征高离 百姓们都断守族以逃避兵役 杨玄敢率领运送粮食的士族 在黎阳造反 并非遗敌等族制造祸患 镇现今 征伐高离 都是征伐愿意从军打仗的 招募十人得百人 招募百人得一千人 没有征召从军的 都满腹怨言 岂能和随朝东征时 百姓怨恨相比 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 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 估计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 刻骨铭心深入骨髓 怎么肯成为祸患呢 而且突厥人与薛岩图 欲望爱好大略相同 他们并没有北面投奔薛岩图 而却南下归顺我们 可见其真情实义 回头对楚岁良说 以掌管起居住 记上我说的话 从今往后十五年 可保没有突厥的祸患 四吏已经失去部众 便清记入京朝建 太宗任命他为 幼伍卫将军 十九年以四 公元六百四十五年 春季正月 为挺犯有毒职罪 因事先没有巡视曹渠 运送大米的六百多只船只 在卢斯台旁边搁浅 他带上刑具 被押送到洛阳 二十八日 为挺被除名罪官 由江座少舰李道玉 代理他的职务 崔仁师也因此面关 苍州刺史席便 犯有贪污受贿罪 二月初二 太宗召令召集使 前往刑场 当众斩首 十二日 太宗亲自统帅 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 任命特进 萧为洛阳皇宫的留守 十七日 太宗下诏 朕从定州发兵后 便由皇太子监国 开府一同三司 御持静德上述言道 陛下亲自征伐辽东 皇太子在定州 长安洛阳两地内部空虚 恐怕会发生 像杨悬杆那样的变乱 而且高黎是个地处边垂的小饼 不足以由皇上去辛劳操劳 希望陛下派一支部队征伐 指日可灭 太宗不听从 任命御持静德 为左翼马军总管 让他随行 十九日 太宗下诏 追侍殷商的太师笔干为忠烈 有关部门为笔干休墓 春秋两季 用诸阳祭祀 又命附近五户人家 长年扫步 太宗离开京城时 命令房玄陵 相机处理政务 不必再去上奏请示 有人到房玄陵留守处 声称有密谋 房玄陵问 密谋人是谁 回答说 是你本人 玄陵让议 传送到太宗的行宫 太宗听留守处说 有人上表送来告密人 非常恼怒 让人手持长刀 利于仗前 而后见到告密人 问他告谁 回答说 房玄陵 太宗说 果然不出所料 贺令将告密人腰斩 又亲下喜书 则被房玄陵不能自信 撑 再有类似的事情 你可以独自处置 二十五日 太宗到达夜县 亲自撰文 祭奠魏太祖 评价说 林威处理极变 料敌设置骑兵 作为一太将领 智慧有余 作为帝王 则才智不足 本月 李氏的部队到达幽州 三月初八 太宗车架到达定州 十八日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辽东本来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地狱 隋朝四次派兵出征 而不能取胜 如今 朕亲自东征 是想要为中原人的子弟 报其父兄之仇 为高里百姓 许其国王被杀的耻辱 而且四方都已平定 只有这一小块地方没有平定 所以 城镇还没有衰老 用士大夫们的余力来打败他们 朕从洛阳出发以来 只吃肉食 而一点不吃早春蔬菜 是担心因此而烦扰百姓 太宗看见有病的士兵 便招到御榻前亲与慰问 让周县妥家治疗 士兵们都深受感动 有人没有被登入东征部队的名部中 自愿以私人装备跟从军队 动辄一千多人 都说我们不求得到皇上的风诀赏赐 只愿为陛下效忠 战死在辽动 太宗不应允 太宗将要出发 太子一连几天哭泣 太宗说 如今留下你镇守 加上俊艳贤财辅佐 正是想让天下人认识到你的风度才能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于尽贤财 摒弃小人 赏赐善举 惩罚恶行 大公无私 你应当努力做到这些 有什么好悲弃的呢 命开府一同三司高市连 代行太子太父 与刘继马周 邵瞻市张行成 又树子高继府 一同执掌机要事物 辅佐太子 长孙无忌陈文本 与吏部尚书杨师道 与太宗同行 二十四日 车架从定州出发 太宗亲自装备弓箭在马鞍上 带上羽批 并长孙无忌 暂行市中职 杨师道暂代中书令 李氏部队从柳城出发 大当声势 假装要通过怀远镇 而秘密派部队从北上直驱永道 出其不意的进攻告礼 夏季四月初一 李氏从通定渡过辽水 到达悬处 高黎人大为惊骇 各城都关闭城门自首 初五 辽东到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 领兵数千人到达新城 折冲都尉曹三良 带领十多个骑兵 直押进城门 城中人惶恐不安 没有人敢出来应战 营州都督张简率领胡族士兵作为前锋 渡过辽水 直驱建安城 大败高黎兵 斩首几千人 太子李治 让高石连和自己 同坐一踏 处理正事 又令人在位 士连设立书案 士连执意辞退 初时 太宗车架从幽州出发 太宗将车中的物资粮草 器械文书 薄露等 全部委托给陈文本管理 文本素兴业媚 勤勉不待 亲自料理调配 计算用的筹码 书写用的笔 从不离手 心思浩劫 言谈举止 颇与往日不同 太宗看见他这样 十分担忧 对身边人说 文本与我同行 恐怕很难 与我一同返回 当天 陈文本则暴病而死 当日夜晚 太宗听见 有急促的鼓声 说道 文本死去了 我实在不忍心 听见鼓声 快命人撤掉 当时 右树子许敬宗 正在定州 与高石连等 共同掌管 机要事务 陈文本死后 太宗召来许敬宗 以本官 建教忠书侍郎 十五日 李氏 江夏王李道宗 已到攻打高黎盖母城 二十日 太宗的车架 到达北平城 二十六日 李氏等人攻下盖母城 俘虏两万多人 获得粮食十万多单 张亮率领水师 从东来渡海 袭击 碑沙城 该城四面环水 玄阁 只有西门可以进入 城明镇领兵 夜间到达 副总管 王文杜 先行登城 五月初二 攻下该城 俘虏男女八千人 太宗分派 总管 秋孝忠等人 在 雅禄江 阅兵 李氏的部队 到达辽东 城下 初三 太宗车架 到达辽泽 这一带 是两百多里的 沼泽地 人马都不得通行 江座大将 严厉德 殿土 作桥 军队 昼夜 兼城 初五 渡过辽泽东 去 初八 高黎部骑兵 四万多人 救援辽东 江夏王 李道宗率领 四千骑兵 迎击 军中士兵 都认为 重挂 悬殊 不如挖身 豪沟 加高 壁垒 坚守 等候与皇帝 车架 同行的 大部队 到来 李道宗说 敌人仗着 人马众多 又轻视我们之心 他们远道赶来 十分疲惫 迎击他们 必定会取胜 而且我们作为前锋 正应当清理道路 以等待皇上的车年到来 怎么能再把敌人 留给皇上呢 你是认为有道理 果义都为马文局说 不遇上强劲的对手 如何能显示 壮士的威风呢 于是驱马逼近对方 所向披靡 士兵们才稍稍心安 与高离兵展开激战之后 行军总管张军后退 使唐朝军队不力 李道宗收罗其散兵游泳 登上高处观望 看见高离军中阵行混乱 便率领几十名骁勇骑兵 追击他们 左进右出 右进左出 李氏又领兵驻战 高离兵被打得大败 一千多人被杀 初时 太宗车架渡过辽水 撤毁桥梁 以此来坚定将士们的决心 唐军驻扎在马首山 太宗为劳赏赐江夏王李道宗 破格提拔马文举为中郎将 出展后退的张军 太宗亲率数百骑兵到辽东城下 看见士兵们背土填壕沟 太宗分处最重的在马上拿着 于是随从官员都争先恐后 背土到城下 李氏部队昼夜不停地攻打辽东城 到了第十二天 太宗又带精兵合围 将城墙围有数百层 鼓噪声震天动地 十七日 南风刮得很大 太宗派精锐士兵登上竹竿的顶端 点燃城的西南楼 火势蔓延直烧到城内 进而指挥将士们登城 高黎兵竭力奋战 抵挡不住 遂被唐军攻克 杀死一万多人 俘虏高黎兵一万多人 难以百姓四万多人 改成名为辽州 二十八日 唐军进攻白岩城 二十九日 又为大将军李斯摩身上重剑 太宗亲自为他损血 将士们听说之后 没有不受感动的 乌古城派一万多士兵增援白岩的高黎兵 将军弃合力派八百名精锐骑兵阻击 合力奋力挺身冲锋陷阵 腰上被长矛刺中 上年凤玉薛万倍 单枪匹马前去救护 在万人丛中救出合力 回到唐军帐中 合力情绪更为激愤 包扎上伤口又去拼杀 跟从的骑兵们奋勇出击 于是大败高黎兵 长盛追击几十里 杀死一千多人 直到天黑才受病 薛万倍是薛万彻的弟弟 第一千三百四十二级 唐济十四 太宗贞观十九年 以四 公元六百四十五年 六月初一 李氏攻打白岩城西南 太宗亲临城西北 城主孙戴因 暗中派遣心腹 请求投降 约定唐冰临近城池 投刀斧为号 而且说道 我本人愿意投降 只怕城中有不投降的 太宗将唐朝的旗帜 交于来时 说道 如果决定投降的话 你可将此旗 竖在城墙上 孙戴因如约竖旗 城中人以为唐朝军队 已经登上城楼 于是都跟从孙戴因投降 唐朝军队攻克辽东城之后 白岩城守军请求投降 中途又有反悔 太宗恼怒其反复无常 对唐军说 得到这座城 便将城中男女及财物 赏赐给士兵们 李氏剑太宗将要接受对方投降 便带领几十名 身传铠甲的士兵请战说 士兵们之所以不怕 非使流失的袭击 不顾生死 正是贪图俘获其男女财物 如今城池唾手可得 为什么要接受他们投降 而辜负士兵们的杀敌决心呢 太宗下马答谢李氏 说 将军所言极是啊 然而放纵士兵杀人 鲁齐欺小 朕实在不忍心 将军手下有功的将士 朕会用府库中的资财封赏他们 这样可以从将军手中赎得一座完整的城 李氏于是退下 唐军共得到城中男女一万多人 太宗靠水边设御帐 接受对方投降 仍然赐给他们食物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给多少不等的眷博 其他城堡的士兵 驻扎在白岩城的都予以抚慰 供给粮草 轻任他们去留 先前 辽东城长使被部下杀死 他的手下立员省氏 护送长使的妻子儿女 投奔白岩城 太宗怜悯 省氏有节意 赐给他五匹薄 又为长使造灵车 将官国送回平壤 改白岩为延州 任命孙黛因为刺事 弃和利伤口严重 太宗亲自为他服药 并查出刺伤和利的人 叫高突博 将他交付给和利 让和利亲自杀掉他 和利上奏说 他为了他的君主 冒着生命危险刺中我 此乃忠诚勇猛之人 我与他肃不相识 并没有一丝仇怨 于是让他放掉 起初 莫离之 征派家师城的七百人 去束手盖墓城 离世将他们全部俘获 他们请求 跟从唐军效力 太宗说 你们的家都在家师城 你们为我征战 莫之离 必然要杀掉 你们的妻子儿女 得一人的帮助 却毁掉他的一家 朕不忍心这样做 初二 这七百人都得到赏赐 并被遣放回去 初三 改盖墓城为盖州 十一日 太宗车架从辽东出发 二十日 到达安市城下 纵兵工程 二十一日 高黎北部酋长高颜寿 高慧珍 率领高黎 兵十五万人 援救安市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 如今 严寿有三种策略 带引兵马直至前沿 与安市城连维堡垒 占据高山的险恶地势 坐吃城中的粮食 让骑兵抢掠我们的牛马 使我们久攻不下 想要退兵 又拟招阻阁 以此困住我军 这是上策 与城中的军民一到 城业全部逃顿 这是中策 不自量力 来和我方交战 这是下策 你们看着 他们必然出此下策 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称为俘虏 高黎有一位官居对炉的人 年老熟悉立士 对高颜寿说 秦王李世民 对内产平各路豪杰 对外使四方臣服 以己之力自悬为地 此乃天将命士之人 如今清唐朝军队前来攻打我们 万万不可抵抗呀 为我们考虑不如按兵不动 这样旷日持久 分别派遣骑兵 断骑运粮通道 他们粮食用光 而又求战不成 想要回去又无路可走 这样我们才能取胜 严寿不听 领兵继续前行 直至离安市城四十里 太宗担心他们徘徊 不向前进兵 命左卫大将军阿史纳舍尔 率一千多名突厥骑兵 引诱他们 士兵刚一交战 就假装败退 高黎士兵相互说道 打唐朝军队太容易了 静香上前出击 到达安市城东南巴黎的地方 一山布下阵形 太宗召集全体将领 询问破敌计谋 长孙无忌回答说 我听说 林敌将要战斗的时候 必须先要观察一下 士兵的情绪 我刚才经过各处营房 看见士兵听说高黎兵到了 都拔刀扎起 喜行于色 此乃必胜的士兵 陛下年轻的时候 亲自指挥战阵 当年大唐凡是出奇制胜 打败对方 都是陛下 承上高祖的计谋 众位将领 只是按照预定计谋行事 今天这一掌 还望陛下指示 太宗笑着说 诸位这样谦让 朕当为你们谋划 于是和长孙无忌等人 带领几百名骑兵 登高眺望观察地形 看好可以埋伏兵力 以及出入的地点 高黎和兵为战阵 长四十里 江夏王李道宗说 高黎倾尽本国的兵力 来抗拒我大唐军队 平壤的守军必然虚弱 希望能给我五千精兵 指导其京城 则几十万的兵马 可以不战而降 太宗没有答应 派施者哄骗高颜兽说 我因为你们国的强臣 杀死你们的国王 所以前来行事问罪 至于两军交战 并非我的本意 但进入你们的境内 粮食供应不上 所以才攻下了几座城 等到你们重修臣国的礼节 就将那几座城归还 严寿相信了太宗说过的话 于是不再防备 太宗当夜召集文武大臣 商议战事 命令李氏率领一万五千名骑兵 在西岭布阵 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一千名精锐士兵 作为骑兵 从山的北面穿越峡谷 来通缉高离军队的后尾 太宗亲自率领四千名骑兵 携带谷和号角 放倒旗帜 登上北山 又赤令各路军 听见谷和号角声后 一起出兵禁忌 又命令有关部门 在朝堂边上 大张接受投降的帷幕 22日 严寿等人只见李氏在布阵 便斥令士兵欲迎战 太宗望见长孙无忌的部队 尘土飞扬 便命雷鼓吹号角 高举大旗 各路兵马鼓噪 呐喊着一同进攻 高严寿等人大为惊慌 想要分兵几路击退唐军 然而高丽军的阵型已经乱了 正赶上天降大雨 雷电交加 龙门人薛仁贵 身穿奇装一服 大声呼喊着冲锋陷阵 所向无敌 高丽士兵纷纷逃窜 唐朝大军乘胜追击 高丽兵大溃败 两万多人被杀 太宗看见薛仁贵 便召见他 并败为游击将军 薛仁贵是薛安都的六世孙 明礼以字称呼 高严寿等人带领残余士兵 衣衫固守 太宗命令各路兵马合围 长孙无忌将所有桥梁撤掉 以断绝其归路 23日 严寿惠珍率领高黎士兵 三万六千八百人 请求投降 走到军门 跪下用膝盖前行 叩头请罪 太宗对他们说 冬鱼少年 可以在僻然海鱼横行 至于摧毁坚固的堡垒 决战取胜 肯定赶不上一位老年人 今后还敢和大唐天子交战吗 严寿等人都趴在地上 不敢答话 太宗敲出 入萨以下 酋长三千五百人 给他们军服职位 让他们迁居内地 其他将士都放了 让他们返回平壤 众人都高举双手 以头撞地 欢呼声传到几十里外 太宗将被俘的 三千三百多名士兵 全部活埋 总共获得五万匹马 五万头牛 一万零铁甲 各种器械上万 都离全国震惊 后皇城 银城百姓都空城逃走 几百里内 不再有人言 太宗传一书通报给太子 又写信问高施连等人说 朕作为带兵的将领 怎么样啊 将所屠经的山 改名为筑华山 秋季七月初五 太宗将营帐 迁到安氏城东岭 十三日 太宗诏令将战死的将士 尸首标识名称 等到回时返朝时 一同带回 二十二日 任命高严 受为红炉四卿 高会珍为私农四卿 张亮的部队经过建安城下 尚未坚固壁垒 士兵们便大多出外割柴槽打野物 高离兵突然赶到军中大乱 张亮平时就胆小 蹲坐在壶床上 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说不出话来 将士们见此情景 反倒认为张亮勇敢 总管张金树等人敲鼓 聚集兵马反击高离兵 将其击退 八月初八 巡卫骑兵抓住了 墨离之手下的间谍高朱离 将其反绑双手押送到军营 太宗亲自召见他 为他松绑 问他说 你怎么这么瘦呀 回答说 我偷偷地走小路 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 太宗命人赐给他食物 对他说 你身为间谍 应当迅速回去复命 你替我告诉墨离之 想要知道我方军中情形 可以派人直接到我们的营地 何必偷偷摸摸得这么辛苦呢 高竹离光着脚 太宗赐给他草鞋 打发地回去 初时 唐朝军队将营仗 迁到安市城南 太宗在辽东一带 凡是设置军营 只是在明处设置港哨 而不设勾欠堡垒 即使逼近高离城堡 高离军队也不敢出兵骚扰 唐朝士兵们 单人行路 野外露宿 便如同在中原时一样 太宗将要讨伐高离时 正好薛颜驼 派使者到朝中尽献贡品 太宗对来使说 告诉你们的可汗 如今我们父子二人 要亲自带兵 东征高离 你们想要侵犯 就立刻来 珍珠 可汗听此言极为恐慌 连派使者前来谢罪 并且请求派薛颜驼兵 前来协助攻打高离 太宗没有答应 等到高离军队在铸华山被打得大败 莫离之便让人劝说 珍珠可汗 以丰富的利益加以导佑 珍珠可汗设服于唐朝的力量 而未敢有所举动 9月初期 珍珠可汗死去 太宗为他举哀发丧 其初 珍珠可汗请求让他树出的长子 叶满 做突立师可汗 居住在东部 统帅各部族 让其嫡生子麻卓为四叶护可汗 居住在西部 统领薛颜驼本部 太宗下诏 答应其请求 并都按照礼仪予以策封 叶满性情暴躁好动 轻易用兵 与拔卓不合 珍珠可汗死后 二人齐聚薛颜驼崖障奔丧 安葬珍珠可汗之后 叶满担心拔卓图谋害己 便提前回本部 拔卓派人追上将其杀死 自立为杰利俱利 薛杀多米可汗 第1343集 太宗领兵攻克高离白岩城之后 对立士说 我听说安氏城地势险要士兵精良 其城主志勇双全 当初莫离之叛变时 城主不服命 莫离之九宫不能取胜 因而仍由他管理此城 建安城兵力微弱 粮食稀少 如果出其不意进攻他 必然能够取胜 你可带兵先去攻建安 建安城攻下之后 则安氏城便如在我胸腹中 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 城有所不攻的道理 李氏回答说 建安在南面 安氏在北面 我方军粮都在辽东城 如今我们越过安氏 去进攻建安 假如敌人切断 我方运粮通道 那该怎么办呢 倒不如先去攻打安氏 攻下安氏之后 则可以一鼓作气 轻取建安 太宗说 你是统军将领 怎么能不用你的策略呢 但不要延误了 我的军机大事 李氏于是领兵进攻安氏 安氏人远远地望见 太宗的旗帜散趴 总是登上城楼 一起敲鼓呐喊 太宗大怒 李氏请求攻下城池当天 将城中男女全部活埋 安氏人听说后 更是顽强守城 唐军久攻不下 高颜兽高慧珍 向太宗请求说 我们既然委身于大唐帝国 便不敢不献上一份忠诚 这样可以让大唐天子早成大功 我们也得与妻子儿女相见 安氏人顾惜自己的家庭 人人各自为战 不容易立刻攻克 如今 我等以高离兵十多万 望见惊奇急遭溃败 高离人闻逢丧胆 乌古城首领多老卖无用 很难坚守城池 如果唐军遗失临近该城 早晨到晚上即可攻克 其余中途挡道的小城 必定望风溃逃 然后广收他们的物资粮草 一鼓作气 平壤必定坚守不住 众位大臣也都说 张亮的部队在沙城 如果征召他们两个晚上即可到达 乘着高离惊恐的时候 合力拿下乌古城 渡过鸭鲁江 升取平壤 就在这次行动了 太宗想要听从这个建议 唯独长孙无忌认为 天子亲自征战 与一般将领统并不同 不可以冒着危险侥幸去胜 如今 建安新城的敌兵 还有十万人 如果我们遗失乌古城 他们就会追袭我军的后路 倒不如先攻向安室 战取建安 然后再长去植入 这才是万全之策呀 太宗于是停止一时无骨的计划 各路大军紧急攻打安室城 太宗听见了城中 鸡和珠的鸣叫声 对立士说 围城的时间很长 城中吹烟日渐稀少 如今鸡和珠叫得厉害 这一定是在犒劳士兵 想要夜间出来偷袭我们 应当严加防范 当夜 高黎几百人顺着绳索爬出城外 太宗听说后 亲自到城下 召集士兵紧急围攻 杀死几十人 其余高黎兵逃回城中 江夏王李道宗 率领部下在城东南角 驻土山 渐渐逼近城墙 城里也不断增高城墙 与城外对抗 士兵们轮番攻战 每天有六七个回合 唐军用冲车和发射石块 撞开城墙舵 城中随即立木栅栏 以堵塞缺口 李道宗脚步受伤 太宗为他亲自针灸 唐军昼夜不停地驻土山 总共用了六十天 用去劳力五十万人次 山顶离城只有几丈 可以向下俯瞰城中 李道宗让果义都尉 傅福爱领兵驻守在山顶 以防备高黎兵 土山坍塌 压向城墙 城墙崩塌 正赶上傅福爱 私自离开营所 高黎几百名士兵 从城墙出口处 出来迎战 于是便夺下占据了土山 挖勾芡守护 太宗大怒 将傅福爱斩首示众 命令众位将领攻城 却三天没有攻下来 李道宗光着脚 到太宗的挥旗下请罪 太宗说 你的罪过该当处死 但是联想到汉武帝 杀死大将王辉 倒不如秦穆公 二次重用孟明 又念你攻破盖谋 辽东有功 所以特赦你不死 太宗认为辽东一带早寒 草木干枯水结冰 士兵马匹都不宜久留 而且粮食快要用光了 十八日便施令 班师还朝 先让辽东盖摩二城的百姓 举驾渡过辽水 于是在安市城下 险要兵力 而后凯旋 城中的高黎人 都藏身不出 城主登上城楼 打礼为唐军送行 太宗称赞他能够坚守城池 赐给城主绸缎一百匹 用来鼓励他侍奉高黎国王 命令李氏和江夏王李道宗领 步骑兵四万人殿后 二十日 唐军到达辽东城 二十一日渡过辽水 辽泽一带 道路泥宁 车马难以通行 太宗命长孙无忌 率领一万人割草田道 水深的地方 用车做桥梁 太宗亲自将新马等 拴在马鞍后 帮助铺路 冬季十月初一 太宗到达蒲沟亭下 督促田道铺路的各路军 渡过泊措水 赶上天降暴风雪 士兵们医师 多被冻死 太宗斥令 在道上点上火堆 以等候士兵烤火 此次征伐高黎 东宫攻克玄兔 横山盖母摩米 白岩辽东 碧沙迈谷 银山后黄石座城 千禧辽 盖岩三周户口 加上唐朝户籍 共七万人 清城建安 驻华三次较大的战役 杀死高黎兵四万多人 唐朝将士死了近两万人 战马损失十分七八 太宗认为 未能最后取胜 身自懊悔 感叹着说 如果魏征在的话 不会让我此番出兵的 命人乘一马 昼夜兼程到京城 用朱和阳祭祀魏征 重新树立贞观 十七年曾经被毁坏的石碑 征召他妻子儿女 到太宗所在行宫 亲自慰问赏赐 十一日 唐军回到盈州 太宗下诏令 将在辽东阵亡的士兵的尸骨 一并汇集在柳城东南 因有关部门摆设牛羊猪祭祀 太宗亲自写文祭奠亡灵 并亲临灵堂痛哭 十分悲哀 死者的父母们听说此事后 都说 我们的儿子死了 皇上亲自为他们哭灵 死还有什么遗憾呢 太宗对薛仁贵说 朕手下的各位将领都已经老了 考虑能得到骁勇善战的后起之秀 为统兵将领 没有人能赶得上你了 朕对于得到辽东并不高兴 高兴的是得到了你 二十一日 太宗听说皇太子出营回朝大军 即将赶到 便带领护卫飞骑三千人 飞奔进入淋渝关 途中与太子相逢 太宗从定州出发时 曾使着身上穿的褐色战袍 对太子说 等再见到你时 我才可以换下此身战袍 在辽佐 即使剩下酷暑汗流加倍 也不换下这套衣服 到了秋天 穿着漏风 身边的人请求太宗换掉衣服 太宗说 战士们的衣服 都是破败的衣服 唯独我穿上新衣服 这样行吗 至此时 太子递上新衣服 太宗这才换下旧衣服 各路军马所俘虏的高离百姓 有一万四千多人 先是集中在幽州 准备用来赏给将士们做奴隶 太宗怜悯他们 父子夫妻离散 命令有关官署 按照他们的价格 全用朝廷俯库的钱 不 输为平民 欢呼之声 三天不绝 十一月初七 太宗车架到达幽州 高离老百姓在城东欢迎 首武足蹈 欢呼腐败 辗转于地 尘埃弥漫 十六日 太宗经过益州境内 益州司马陈元 让当地百姓在地下用火烧增温来种蔬菜 此时尽献给太宗 太宗讨厌他过于谄媚 罢免了他的官职 二十二日 太宗车架到达定州 二十三日 吏部尚书杨师道 因任勇官吏大多不称职而获罪 将之为公布尚书 二十八日 太宗车架从定州出发 十二月初七 太宗背上掌拥 坐着轿子前行 十四日 到达并州 太子李治 为太宗吸吻拥独 扶着轿子步行几日 十七日 太宗背上独庸见好 文武百官 齐身恭贺 太宗征伐高黎的时候 让右领军大将军 持师司力 统领突厥兵 驻扎在下州以北 以防备薛延陀的进攻 薛延陀多米克汗 即位之后 乘着太宗出征 高黎未归之机 领兵侵犯北河以南一带 太宗派左午后中郎将 长安人田人会 与直师司力和兵禁忌 司力假装给予不住 后退 诱敌深入 到了下州境内 严阵已带薛延陀病 薛延陀被打得大败 唐兵乘胜追击六百多里 在沙漠以北 耀武扬威之后凯旋 多米克汗再次发兵 进犯下州 二十五日 太宗斥令礼部尚书 江夏王李道宗 蒸发朔兵焚齐兰 戴新魏云九州兵马 镇守朔州 又为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 左宵为大将军阿什纳舍尔 蒸发圣夏银随丹岩防石 弦十州兵马镇守圣州 圣州都督宋军明 左午后将军薛孤武 蒸发陵援宁延庆武州兵马镇守灵州 又命令直师司力 蒸发陵胜尔州的突厥兵 与李道宗等人相互呼应 薛颜托兵到了赛下 直惜唐军有所防备 不敢贸然进犯 其初 太宗留下市中刘继 在定州辅佐皇太子 仍然兼任左庶子 简校兵部尚书 总理立抵护三部尚书室 太宗将要出发前 对刘继说 朕如今带兵远征 你辅佐太子 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望你深深体会朕的心思 刘继回答说 望陛下不必忧虑 大臣有罪 我当立即予以读法 太宗认为他出言妄字 发论颇为奇怪 告诫他说 你的性情疏扩而刚直 必会因此而遭罪 应当慎重行事 等到太宗有病了 刘继从内侍出来 面容非常悲哀 对同僚说 病得如此厉害 皇上的身体值得忧虑 有人对太宗禁言说 刘继说 朝廷大事不足忧虑 只是应当依循 依隐祸光的故事 辅佐年幼的太子 大臣中有二心地杀掉他 自己也就安定了 太宗也认为是这样 26日 太宗下诏称 刘继与人私下议论 窥探朕有不幸时 阴谋执掌朝政 自比于阴影霍光 无端猜忌大臣 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戮 理应赐他自尽 赦免他妻子儿女 第1344集 中书令马州代理立部上述 认为四十选辟过于劳累 请求恢复十一月选辟 到次年三月完毕 太宗依从其意见 这一年 右倾位中狼将裴刑方 令兵讨伐茂州反叛的 枪族人黄狼弄 将其打得大败 追击其才与势力 自西直到起西山 临近弱水之后 环巢 二十年 零五 公元六百四十六年 春季正月初八 下周都督乔诗旺 右领军大将军 执师司力等人 进攻薛颜驼 将其打得大败 俘虏两千多人 多米克汗常倾其逃走 薛颜驼内部骚乱 十四日 太宗派大理四卿孙福佳等二十二人 以汉朝考察官员的六条诏书 巡查全国各地 刺史县令以下的官吏 多被罢职免官 这些人到朝中喊冤的 前后不断 太宗命储税粮 按类 写明情况上成 太宗亲自裁决 确定其中能够提拔的有二十人 论罪当死的有七人 刘芳以下免除官职的 有成百上千人 二月初二 太宗从并州出发 三月初七 太宗车架回到京城长安 太宗对李静说 我倾全国兵力 却受愧于小小的高礼 这是什么缘故啊 李静回答说 这一点李道宗能够解释 太宗又问江夏王李道宗 李道宗详细陈述了 在驻华山时曾提出过的成绩功取平壤的话 太宗怅然若失 说道 当时匆匆忙忙的 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太宗的病尚未完全好 想要专心保养一段时间 初八 召令朝中军国大事 一并委托皇太子李治处理 于是太子每隔一日便在东宫处理政务 事情一闭就进入皇宫 事后太宗服药吃饭 不离身边左右 太宗命令太子暂时出外游玩 太子辞谢不愿出宫 太宗便在殿寝旁设置别院让太子居住 土岁良请求太子每十天回东宫一次 与太师太夫们讲论道义 太宗一准 太宗曾游幸卫阳宫 清道的卫士已经走过去了 忽然在路边草丛中 看见一人夜下带刀 便质问此人 回答说 我听见清道的卫士经过 因为害怕不敢走出来 清道卫士们没有看见我 于是就潜伏着不敢动 太宗便带着他回到宫中 对太子说 这件事严格执行起来 则当有几名卫士因失职被处死 你从后面立刻将此人放走 太宗又曾乘坐轿 亲卫薰卫义卫人员中 有个人无意间碰到了太宗的衣服 那人十分害怕 脸色都变了 太宗说 这里没有御史 我不怪罪你 陕州人常德玄 告发刑部尚书张亮 豢养一子五百人 曾对方树之士公孙常说 我的名字正与图衬应验 又问方树之士 陈公颖 我的手臂上长有龙鳞 想要举世造反 可以吗 太宗命令马周等人暗查其事 张亮坚决不服 太宗说 张亮养有一子五百人 养这么多人干什么 不正是要谋反吗 命文武百官 亦定其罪行 众人都说张亮谋反应当处死 唯独江座少见李道玉说 张亮谋反证据不足 不应当判死刑 太宗派长孙无忌房玄龄 到狱中与张亮诀别说 法令是天下公平之物 朕与你共同遵守 你自己不谨慎 与恶人往来 身陷于法 如今已经毫无办法挽回 你好好去吧 27日 张亮 陈公颖 一同在西市被处斩 家产被超 一年多后 刑部侍郎空缺 太宗命宰相们 临选人选 拟定了几个人 都不趁太宗的心意 过后 太宗说道 朕得到这个人了 前一段 李道玉 曾议论张亮的预案说 谋反证据不足 这话有道理 朕虽然没有听从 至今仍然在后悔 于是 任命李道 欲为 刑部侍郎 润三月初一 出现日食 初六 唐朝霸除 辽州都督府 及 延州建制 夏季四月初三 解除 萧的 太子太宝之物 仍然为 同中书门下三品 5月23日 高丽国王高藏 以及 莫离之盖金 派使者前来谢罪 并献两个美女 太宗让其回国 盖金即是盖苏文 六月初七 西图觉 伊皮叶 窥可汗 派使者到唐朝 进宪贡品 并且请求通婚 太宗答应其请求 并且让西图觉 各让秋辞 于田 舒勒 朱聚波 通灵五国 作为聘礼 薛颜陀 多米可汗 性情急躁 对臣下猜忌 少吃恩惠 废掉了父亲在位时的 贵族大臣 专门重用自己的亲信 国中百姓不顺从 又大肆杀戮 于是人心不安定 回合酋长 土迷渡 与蒲谷 铜锣 联合进攻他 多米大败 十五日 太宗下诏 任命江夏王李道宗 作为大将军 阿什纳舍尔 为汉海 安抚大使 又派右领军 大将军 直师私利 统帅突厥兵 又萧为大将军 契合力 统帅梁州 以及胡族兵 泰州都督 薛万彻 营州都督 张俭 各统帅 本部人马 分兵几路 骑头并进 进攻薛颜驼 太宗派校尉 宇文法 到乌罗户 在薛颜驼 东部边境 与薛颜驼 阿波舍的兵马遭遇 宇文法 统帅兵马 将其击败 薛颜驼 国内震动 纷纷说道 唐朝大兵到了 各部落大乱 多米带领 几千名骑兵 投奔到 阿什德什剑部落 回合进攻 该部落 并杀死 多米克罕 他的宗族 也几乎被兼并 于是 占据该地 赤勒各部首领 相互攻击 争着派使者 请求 恢复唐朝 薛颜驼 残余不重 向西溃逃 还有七万多人 他们共同拥立 珍珠克罕的职责 多摩之 为 伊特务师克罕 回到了故地 不久 又去掉了 可汗称号 派使者上表 请求居住在 玉都 君山 北路 太宗让兵部 上书 崔敦礼 去玉君山 将他们就地安置 赤勒 九个部落首领 由于一直 归附薛颜驼 听说 多摩之 要到 玉君山 北居住 都非常害怕 唐朝大臣议论 担心多摩之 会成为 漠北的祸患 于是 又派李氏 与九个赤勒部落 共同图谋 对付多摩之 太宗告诫李氏说 多摩之 如果降服 就安抚他们 反叛 就讨伐他们 29日 太宗首书诏令 认为 薛颜图被消灭之后 其赤勒各部落 有的前来归降 有的并未归顺 如今 要是不乘机图谋 恐怕将来会后悔的 人应当亲自去灵州 招服各部落 去年出征辽东的士兵 此次不作争调 当时 太子李英 跟随太宗一同去 少瞻是张行成 上奏书诚 皇太子跟陛下 寻幸灵州 倒不如留下来坚果 接待百官商议朝政 熟悉朝廷事务 这样 既可安定 经师重镇 而且 又可向四方显示 太子的圣德 竟陛下暂时割舍私情 依从朝廷公道 太宗认为 张行成十分忠诚 尽官位为 殷勤光露大夫 李氏到了 玉都军山 薛颜图部落首领 七真达官 率领部中前来降赴 薛颜图 多摩之 向南 投奔荒谷 李氏派通事社人 萧四叶前去招府 多摩之 投降四叶 他的部落仍然犹豫不定 李氏带兵追击 共杀死五千多人 俘虏男女三万多人 秋季七月 多摩之到达京城 官拜 又为大将军 八月初五 太宗立皇孙 李忠为陈王 初十 太宗行姓陵州 江夏王李道宗的兵马 既已渡过沙漠 遇见薛颜图 阿伯达官兵中 数万人抵抗 李道宗将其击败 杀死一千多人 乘胜追击两百里 李道宗和薛颜策 各自派前使者 招府赤勒各部 他们的首领都十分高兴 叩头败谢请求入京朝建 十一日 太宗车驾到扶阳 回合拔野谷 铜锣补谷 多烂阁 丝节 阿爹 契 爹节 魂 胡靴等十一部落 各派使者入朝进贡 纷纷言道 薛颜陀可汗 不侍奉大国 暴虐无道 不能作为我们的主子 自取灭亡 各部落作鸟兽散 不知何去何从 我们各有自己的分地 不再跟薛颜陀去 我们要归顺大唐天子 希望可怜我们这些人 特设一部门养育我们 太宗听后大为高兴 十二日 太宗召令 宴请回合等族使者 赏赐败官 赐给他们首领洗书 派右领军中郎将 安永寿 前往传达旨意 十三日 太宗行姓汉朝 旧甘泉宫 班部赵令称 戎敬等族与天地一同生存 与上古帝王福西并列称雄 他们制造货端 是从大唐新国之初才开始的 朕随意任命偏师进击 就生擒竭力 刚刚施展朝廷气 朕随意任命偏师进击 就生擒竭力 刚刚施展朝廷谋略 就已经灭掉了薛颜驼 铁勒族一百多万户 散处在北部 万里迢迢派遣使者 要求尾身归附于内地 请求同为编户齐民 一同改为周郡建制 台天辟地以来 闻所未闻 应当预备礼仪 上告祖庙 并且颁示给普天之下的百姓 二十一日 太宗车架到达荆州 二十七日 穿越龙山 到达西瓦亭 观看放牧 九月 太宗到达灵州 施乐各部落首领 相继派使者 到灵州拜业太宗 共有几千人 都说 非常希望大唐至尊天子 做我们的天客汉 我们子子孙孙 做您的奴隶 至死也不遗憾 十五日 太宗亲自作诗 祭述此事说 学耻丑百王 除凶 报千古 宫庆大臣们 请求在灵州 课石碑祭事 太宗依从 特进 中书门下三品 宋公萧 性请耿介眷狂 与同僚们多不合 曾经对太宗言说 王玄岭 与中书门下省众位大臣 司机彭党 对皇上不忠 曹池权柄 固执己见 陛下并不知道详情 只是尚未谋反罢了 太宗说 你讲得过分了 君王选择有才能的 作为骨功心腹之人 应当推崇致富 予以重任 人不可以求权责备 应当舍弃其短处 取其所长 朕虽然不能做到 耳聪慕名 也不至于 一下子糊涂到 好坏不分 这种程度吧 萧内心很不自在 既多次武犯圣意 太宗也心中很不高兴 只是念其中职之处居多 不忍心将其废弃 太宗曾对张亮说 你既然净视佛祖 为什么不出家呢 萧于是请求出家做和尚 太宗说 朕也知道你素来喜好佛门 现在不违背你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 萧又禁言说 我刚刚考虑过了 不能出家 太宗认为 萧当着大臣们讲话 反复无常 心中愤愤不平 又赶上 声称有脚 并不能上朝 或者到了朝堂 而不进去面见太宗 太宗知道他心情不快 冬季十月 守书诏令 蜀罗吉罪状说 针对佛教 无意遵从 那些求佛的人 并未能验证将来福祉 却反而在过去受尽苦罪 至于像梁武帝 潜心于佛教 梁简文帝 执意于法门 清尽爱库所藏财物 供给僧寺 耗费人力修筑塔庙 直至造成三淮五岭 到处发生变乱 最终结局 像战国时楚城王 和赵武陵王那样悲惨 子孙灭亡而无暇顾忌 江山设计 顷刻间化成废墟 佛教报答施恩的征兆 是何等的荒谬 萧 重蹈梁朝的父者 承袭亡国者的遗风 抛弃公义 取救私情 不懂得扬明隐世的道理 身在俗世 口诵佛语 不能分辨邪恶正义 想修去累世聂缘 祈求一己的福根 对上违反君王 对下则煽动浮华风气 自己请求出家 不久又有反复 瞬息之间反复变化无常 自我肯定与否定 都是在天子和群臣义正之处 如此身为国家栋梁的体面 这难道是宰相之才的度量吗 朕一直隐忍到今天 肖全无悔改之意 将他降为商周刺史 免除他的风诀 太宗从高黎班师回朝之后 盖苏文更加傲慢 胡作非为 虽然也曾派使者上奏 但其言语多怪诞诡异 而且对待唐朝使者十分傲慢 经常窥测等待骚扰边境的时机 太宗多次施令 让他不要进攻新罗 他反而不断地侵扰 十四日 太宗诏令不接受高黎的朝供 再次商议讨伐的事 二十八日 太宗车架回到京城 冬季十月极丑 太宗认为 行性灵州一去一环 冒着严寒旅途疲劳 想在年前专事保养 十一月初一 赵令祭祀交庙设计 明堂 大臣及四方上表书 四方朝贡客人 征调于素卫换房 发放渔服传服 任命无品以上官员 以及拜官解职 处决死罪等 都上奏皇上之息 其他一概事物 一并交由皇太子处理 二月急丑 众位大臣多次请求 行风善礼 太宗依从 诏令制作风善礼 送至洛宫太子处 二十日 回合首领土迷渡 扶孤首领戈烂拔盐 多烂阁首领莫 阿爷谷首领驱立施 铜锣首领石剑措 四阶首领乌翠 以及魂 胡靴 西节阿爹 契白首领 一起来京朝县 二十二日 太宗在芳兰殿大摆酒宴 命令有关部门优厚礼遇 每五天一次宴会 二十五日 太宗对长孙吴继等人说 今天是朕的生日 对世俗人们来说 这是个欢宴作乐的日子 在朕这里 反成了伤感的事 如今治理天下 四海之内 结为我大唐所有 然而 承欢在父母膝下 却永远不可得到了 所以 子禄又在双亲死后 无法再为他们悲蜜的遗憾之情 施经说 可怜父母生我辛劳 为什么还要在父母辛劳的日子里 饮宴作乐呢 说完 泪珠双流 身边的人都很悲哀 方玄陵 曾因太宗小友谴责 回到家中 初遂良上奏书称 方玄陵 从高祖举一起返随时 就有辅佐之功 武德九年又冒死罪 建议陛下在玄武门发动政变 贞观初年选拔贤财 执掌政权 大臣中以防玄陵罪为辛劳 如果不是罪不可赦 被士大夫们所共同反对 则不应把他远远抛弃而不用 陛下如果认为他老迈无用 也应当劝告 让他退休回家 以礼节辞退 不可以其小小的过失 就抛弃他几十年的旧功绩 太宗听后急忙召房玄陵回朝 过了不久 房玄陵又离开职位 回到家中 过了几天 太宗寻姓芙荣元 房玄陵让晚辈们 立刻洒扫门庭 说道 皇上的成年就要到了 过了一会儿 太宗果然灵性他的宅地 于是用车马载着房玄陵 一同返回宫中 21年 定位 公元647年 春季正月 开府一同三思 深闻县宫高士连 病情加重 初四 太宗亲临他的家中 流着泪和他告别 初五 高士连去世 太宗想要前往高宅 枯陵 房玄陵 以太宗的病刚好 执意见祖 太宗说 高宫和我并非只是君臣关系 还兼有故旧姻亲的关系 岂能有听说他的恶耗 而不去哭灵的呢 你不必再多说了 说完 带领身边的人 从兴安门出宫 长孙无忌正在高士连 住所灵堂 听说太宗将要到来 停止哭泣 出门拦住御马 劝谏说 陛下正在吃长生药 按照方要说法 不能哭丧 为什么不为宗庙设计考虑 而自贞自重呢 而且我舅舅临终有疑言 非常不愿意 因为自己的死 而让陛下屈尊前来 太宗不听起劝告 长孙无忌横卧在道中间 流着眼泪 执意见祖 太宗这才返回东院 望着难免痛哭 泪如雨下 等到灵舅走出横桥 太宗登上长安旧城西北楼 遥望灵舅 痴声痛哭 初九 太宗诏令 以回河部为汉海府 古古为金威府 多兰阁为燕燃府 拔野古为幽灵府 铜锣为归林府 丝节部为庐山府 魂为高兰州 胡靴为高雀州 西节为姬路府 阿爹为姬田州 妾为于西府 丝节别部为林州 白为严州 各以其本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 各自赐于金银眷驳 及锦袍若干 赤勒族大为高兴 相互欢呼雀跃 败谢朝庆 辗转尘土之众 等到各部首领 要回本部的时候 太宗亲临天成殿 摆下酒宴 设十部乐队招待 而后让他们回本部 各位首领都称 我等既然作为大唐顺民 往来到京城皇宫 便如同拜望父母一样 请求在回河南部 与突厥以北地区 开辟一条通道 起名为参天克寒道 设置六十八亿 各有马匹及酒肉 以供过路人享用 我们每年进宫貂皮 以充作赋税 仍然言请能做文章的人 请他们写上表奏书 太宗一并答应其请求 从此北部边境全部安定 然而只有河土迷渡 已经私自称克寒 官号皆与过去的突厥相同 初时 太宗诏令明年重春将要行兴泰山 封闪射守山 其余事项都按照贞观十五年 议定的办理 2月20日 皇太子李治到国子学行试殿礼 太宗再次准备讨伐高黎 朝臣们议论认为 高黎傍山为城堡 很难短时间攻克 上次大驾亲征 国中百姓不能够耕种 所攻克的城都要全部没收其粮食 再加上遇着旱灾 老百姓 有多半缺乏粮食 如今若是再多派偏师深入 轮返骚扰其疆土 使得高黎百姓疲于奔命 放下农火躲入城中 几年之内 必会造成千里萧条 则人心自然离异 压路将以北地区 可以不战而轻易取得 太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3月 任命左伍卫大将军 牛晋达为青州道行军大总管 又午后将军李海岸为副总管 蒸发一万多兵力 乘着楼船从莱州渡海 进入高黎境内 又任命太子詹氏李氏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又五位将军孙二郎为副总管 领兵三千人 与营州都督府兵会合 从新城道进入高黎 两支军队都是选配的 洗水性 善于水战的士兵 初五 太宗说 朕对于北方戎敌 所以能够取得古人 所不能取得的胜利 并做到古人难以做到的让他们臣服于大唐 都是因为顺应众人愿望的结果 过去大禹率领九州的百姓 开山砍伐树木 疏到条条河流归入大海 够疲劳的了 然而百姓并无怨言 就是因为顺应民心 利用地势与民同利的缘故 这一年 太宗染风寒 苦于京城炎热酷暑 夏季四月初九 令人修缮中南山废弃的太和宫 改名为翠威宫 初十 唐朝廷设置 燕燃都护府 统辖汉海等六都督府 高兰等七个州 任命扬州都督府司马李肃立为都护 李肃立以恩信 安抚当地民众 各族人都归顺他 纷纷进县牛马 肃立只接受一杯酒 其余的一概退还 五月初三 太宗临姓翠维公 冀州晋士张昌龄进县 翠维公送 太宗喜欢他的文字 令他供奉在通事摄人班子里 其初 张昌龄和晋士王公志都擅长做文章 在京城有名声 专公园外郎王师旦掌管供举士 没取中他们 朝内外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等到上奏给太宗进士集地名单 太宗奇怪 没有这两个人的名字 便质问王师旦 王师旦回答说 此二人虽然文词华丽 然而其文体轻薄 终究成不了大器 如果让他们种高地 恐怕后来的人一意效法 有伤陛下的雅正之道 太宗赞许他的回答 初期 太宗召令文武百官上奏书 仍旧给皇太子 功臣 太宗亲临翠维殿 问身边大臣说 自古以来 帝王虽然能够平静中原 却不能制服北方各部落 朕的才能远不及古代帝王 而取得的成果 却比他们大 我自己不能够说明其中原因 你们各位应当率直地 如实说说 众大臣其声说道 陛下的功德与天地等量奇观 难以一语言明 太宗说 不是这样的 朕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只是因为五点缘由 自古以来 帝王大多嫉妒能力超过自己的 朕看见别人的长处 便如同看见自己的一样 人不可能全知全能 朕对人常常要扬长避短 君王们 往往引进有才能的人 便想着放置在自己怀抱 摒弃无能之辈 则恨不能落井下石 朕看见有才能的人 则非常尊重 遇见无能者 亦加以怜悯 有才能与无才能的人 都能各得其所 君王们大多讨厌政治之人 明珠暗伐 没有一个朝代不存在 朕自即位以来 朕直的大臣在朝中 比肩接踵 未曾贬处斥责义人 自古以来 帝王都尊贵中原 比适宜敌祖 唯独朕爱护他们始终如一 所以他们各个部落 都像对待父母一样的 依赖朕 这五点 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原因 又对楚岁良等人说 你曾做过历官 像朕说的这番话 符合历史事实吗 回答说 陛下的圣德不可圣载 仅仅以这五点定论 表明陛下过于谦虚了 第1346集 李氏的部队已经渡过辽水 途经南苏等几座城 高礼兵多背靠城墙拼战 李氏将他们打败 并焚烧其外城之后回市 6月初八 任命司徒长孙吴继 兼领扬州都督 实际上并未复任 22日 太宗下诏称 隋朝末年天下动荡不安 边境居民多被北方部族劫掠 如今铁乐归顺墨大唐 应当派使者到燕燃等州 与都督一到 仿求被掠夺的人 用财物赎回 供给粮食 让其回到原籍 至于师为乌罗户三部百姓 被徐炎陀掠去的 也将他们赎回 28日 任命司农四卿李维为户部尚书 当时房玄陵留守京城 有人从京城处前来太宗处 太宗问道 房玄陵讲些什么 回答说 房玄陵听说陛下拜李维为户部尚书 只是说李维是个美然工 太宗即刻改任李维为落州刺事 秋节七月 牛进达李海岸的部队进入高黎境内 大小经历一百多次战斗 战无不胜 又攻克时辰 进军到激励城下 高黎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 李海岸将其击败 杀死两千多人 太宗认为 紫威宫的地势险要狭窄 容纳不下白官 十六日 赵令在宜春县的凤凰谷 再营造玉华宫 二十六日 太宗车架回到皇宫 八月初八 赵令因薛延驼新晋投降 屡兴土木工程 加上河北地区遭受水灾 停止明年 封善泰山市 十七日 古力派使者前来进贡 九月初三 唐朝廷将古力改为玄阙州 其首领官拜刺事 古力是铁勒各部中 地处最为遥远的一个 白天长 夜间短 太阳落山后 尚有余晖 主羊皮刚熟 太阳已经又出地平线了 初五 齐州人段志冲上书一世 请求太宗将朝政 交由皇太子处理 太子听说之后满脸忧愁 说这话直流泪水 长孙无忌等请求 处死段志冲 太宗首书诏令说 五月超越硝瀚 四海 沿耿大地 藏污纳垢 无损于山高水深 志冲 想要一个匹夫身份 使朕解除皇位 朕如果真有罪过 则表明他的正直 如果没有罪过 也只说明他的狂妄 这如同一尺长的云雾 想遮住天空 无亏于天之广大 一寸云彩 玷污太阳 无损于太阳的光明 十四日 立皇子李明为曹王 李明的母亲杨氏 原先是 雀拉王李元吉的妃子 受太宗的宠爱 温德皇后死后 太宗想立她为皇后 魏征曾劝谏说 陛下正以德行 彼之于唐瑶于顺 为什么反倒 效法春秋时的晋文宫 取臣营以自累呢 于是太宗停止立后 不久又以李明 为李元吉祭祀 十五日 太宗斥令 宋州刺史王伯丽等人 蒸发江南十二州的工匠 修造大船几百艘 想用这些船 蒸发高礼 冬季十月二十七日 努拉部落的 托福四友 率领所部一万多人 归附朝廷 十一月 突厥车笔克汗 派施者尽献贡品 车笔名胡伯 本来与突厥同族 世代为小克汗 杰利克汗败亡之后 突厥胜于势力 想要奉他做大克汗 当时薛颜驼正值强盛时期 车笔不敢承担克汗大位 率领部中 归附薛颜驼 有人对薛颜驼说 车笔是贵族血统 有勇有谋 为众人所依附 恐怕会成为后患 不如杀掉他 车笔知道后急忙逃走 薛颜驼派数千骑兵追赶他 车笔乐兵与之战斗 大败薛颜驼兵 在金山北路建立崖障 自称为一柱车笔可汗 突厥的剩余力量渐渐归附于他 几年之间拥有三万人 时常出兵掠夺薛颜驼 等到薛颜驼败亡 车笔的势力更加强大 派他的儿子沙伯洛特勒 入朝面见太宗 又请求允许自己入朝 太宗派将军郭广靖 征召他入朝 车笔不过是说好听的话 实际上并无入朝之意 最后竟没有来 二十一日 乃丰顺阳王李太为蒲王 三十日 太宗的病痊愈 三天以上朝 十二月二十日 七兆蛮族首领赵摩 率领一万多户 归赴唐朝 唐朝将其所居驻地 代为明州 秋辞国王法迭死后 他的弟弟 柯黎布施弊即位 逐渐失阙 陈属国的礼节 侵扰临近国家 太宗大怒 二十六日 召令史池杰 任命昆秋道行军大总管 左小卫大将军 阿史纳舍尔 副大总管 右小卫大将军 切和利 安息都护 郭孝克等人领兵 进攻秋辞 仍然命令 铁勒族十三州 突厥 土藩 土于魂 联合进军讨伐 高黎王让他的儿子 莫离之人物 入朝谢罪 太宗一准 二十二年 雾申 公元六百四十八年 春季正月初八 太宗写成 地范十二篇 赐给太子 各篇名为 君体 建亲 求贤 审官 纳建 去禅 借营 重检 赏罚 务农 悦武 重文 太宗说道 修身治理国家的道理 都在这十二篇之中了 我一旦逝去 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又说 你应当以古代的 先者圣王为师 向我 则不足效法 古人说 效法上等的 尽得其中 效法中等的 不免得其下 我即位以来 过世之处不少 锦绣诸玉不断于身前 又不停地修筑 宫室 台械 犬马 鹰骨 无论多元 也要罗智来 游行各地 使各地 供给 烦劳 这些都是我的大过失 千万不要认为 正确而效法 回顾起来 我普计 苍生 效益多 创建大唐 基业 功劳大 好处多 损害少 所以百姓 没有怨言 功劳大 过世小 所以王爷 稳固 然而 若是要求 尽善尽美 实在是多有惭愧 你没有我这些功劳辛苦 而成绩我的富贵 竭力行善举 则国家谨得安定 如果交涉懒惰 则自身都难保 而且成功来之不易 败王却可迅速招致 是指国家而言 失去荣誉得之较难 是指皇位 能不珍惜吗 能不谨慎吗 中书令兼幼叔子 马周得病 太宗亲自为他调治药物 又让太子前去询问病情 初九 马周去世 十七日 太宗寻幸离山温泉 十八日 任命中书社人崔师人为中书社狼 残之激物 新罗国王金善德去世 唐朝任命善德的妹妹 贞德为诸国 封为月亮郡王 并派使者前去册封 二十五日 太宗下诏 任命又五位大将军 薛万彻为青秋道行军大总管 又位将军培行方为副总管 令兵三万多人 以及楼船战舰 从来州渡海进攻高离 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 掌管上书省门下省事宜 二十七日 太宗回到宫中 杰谷自古以来 从未与中原王朝建立过联系 听说铁勒等各部都已归附唐朝 二月 其首领师伯去阿湛到唐朝 杰谷国人身材都很高大 红头发绿眼睛 长黑头发便被认为是不吉祥 太宗在天成殿宴请杰谷首领 对身边大臣说 当年武德九年时 我在魏桥斩杀三名突厥首领 自以为功劳大 如今有这个人在席宴上 更不会认为奇怪了吧 师伯去阿湛请求封他一个官职 手持王务归国 实在是百代的荣幸 初七 以接骨所在地 为坚坤都督府 任命师伯去阿湛为 幼头卫大将军 坚坤都督 隶属于燕燃都户 又在阿史德石剑部落所在地 设置齐连州 隶属于盈州都督 当时四方大小禀的君主首领 争先恐后的派使者进贡朝剑 往来不绝 每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贺的人成百上千 初十 太宗召见各国各族使者 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汉武帝穷兵独武三十多年 使得中原疲弊 所获却很少 岂能于今日以德服远 使不毛之地都成为大唐编户相比 太宗营造玉华宫 命令务必节俭 只将居住的殿宇用瓦覆盖 其余均用茅瓷压顶 然而太子宫百官雅蜀要设置齐全 满山遍野的建筑 耗费银两巨大 可以一计 二十四日太宗寻姓玉华宫 二十八日在华园为列 中原侍郎崔仁师 因有人服在雅蜀门前上诉 他并未上奏 被除掉名吉 流放到廉州 三月初九 唐朝廷将汉海都督 聚罗伯部划出 设置竹龙州 十四日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这年轻时在军中长大 颇能料敌至盛 如今出兵昆秋道 楚越楚密二部落 以及秋辞执政者贺列颠 纳列 每每怀有二心 一定会先被消灭 接着就是不失必 二十日 隋朝萧皇后去世 诏令恢复其皇后称号 嗜好为民 让三坪以上官员至葬 为其配备一仗 护送到江都 与隋阳帝合葬一处 宫中九坪之一的冲戎 长城县人徐慧 认为太宗 东征高礼 西讨秋辞 又相继营造 翠维玉华二宫 而且穿用颇为华丽奢米 便上奏书劝谏 大略说道 陛下以有限的农业收成 去填充无穷尽的欲望 图谋那些还未归附的他国不重 却损失以具规模的大唐军队 从前 秦始皇吞并六国 反而加速动摇起已经威王的基础 晋武帝统一三国 反而成了腐败的基业 难道不是自夸有功 自恃强大 放弃德行 轻视国家 贪图小利 忘记安危 四情纵欲所造成的吗 由此可知 地域辽阔 并非长治久安的谋略 百姓劳苦 才是容易动乱的根源 又说道 即使将殿宇覆盖上茅草 以示简约 却还是大兴土木 名义是合理雇佣 按价取值 实际上仍然会有 烦扰百姓的弊断 又说 各种真丸 奇迹银巧 乃是丧国殃民的武器 珠宝锦断 实为迷乱心灵的毒药 又说 制定法令节俭 还担心民风奢侈 如今 法令本身就主张奢侈 怎么可能作为后人的榜样呢 太宗十分欣赏他的话 对他十分有理 第一千三百四十七集 唐纪十五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雾身公元六百四十八年 夏季四月初七 又武侯将军梁建芳 击败松外蛮 七初 周都督刘伯英 上述言道 松外各个蛮族 暂时降服 如今又叛乱 请求出兵讨伐 以打通朝廷 通往西尔和天竺的道路 太宗赤令梁建芳 蒸发巴蜀 十三州兵马 讨伐他们 松外蛮族首领 双射 率重抵抗 建芳将其击败 杀死俘虏共有一千多人 众蛮族大为震动 纷纷逃窜到山谷之中 建芳分派使者 说明利害关系 于是他们都来归附 前后有七十个部落 十万九千三百户 建芳委任其首领 蒙河等人为县令 各自统帅本部 众人感激涕零 建芳又指派使者到西尔河 当地将领杨胜 大为恐慌 准备好船只想要逃跑 使者小以大唐军队的威严和信用 杨胜于是请求投降 该地区有杨 李 赵 董等几十个大姓 各自聚首一周 大的六百户 小的有两三百户 没有大的君王 户不同属 方言图语虽然有小的差异 但其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 大略与中原相同 自称原本都是汉人 所不同的是 以十二月为一年的开始 初九 汽滩首领驱驱率领兵重 归赴唐朝 唐朝在其居住地 设置玄州 任命驱驱为刺使 隶属赢州都督府 十四日 乌湖镇首将领古神杆 令兵渡海进攻高黎 与高黎五千步骑兵遭遇 在一山激战将其击败 当天夜里 高黎一万多名士兵 袭击古神杆的船只 古神杆设下埋伏 将高黎兵打得大败 然后回市 七初 西突厥一批多路可汗 任命阿史纳赫鲁为业户 居住在多罗斯河畔 在西州以北 一千五百多里的地方 同辖楚越楚密 史苏 哥罗路 施臂五个部落的兵重 一批多 投奔土火罗时 一批夜贵克汗 曾派兵追击 多部落散亡 二十五日 阿史纳赫鲁率领其残余 势力几千丈 归赴唐朝 太宗降召让他们居住在 廷州 墨赫城 赫鲁官拜 左霄卫将军 赫鲁听说唐朝军队讨伐 秋辞便请求作为向导 于是率领几十名骑兵到朝廷 太宗任命他为 昆秋道行军总管 盛宴款待 后加赏赐 让他回到援助地 五月二十日 右卫率长使王玄策 进攻地纳福帝王阿罗顺纳将其打得大败 起初中天竹国王施罗亦多兵力最强 东西南北四天竹都臣服一腾 王玄策奉使节到天竹 各国都派使者尽献贡品 恰巧施罗亦多去世 国内大乱 大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 蒸发胡族兵进攻玄策 玄策率领随从三十人与他们激战 抵御不住 全部被其擒货 阿罗那顺将各国的供品掠夺干净 玄策成夜间只身逃脱 到达土藩西部边境 发文书给邻国征调兵马 土藩派精兵一千两百人 尼泊国派七千多名骑兵复战 王玄策和副使蒋诗人 率领两国的兵马 进逼到中天竹的居住地 查河罗城 击战三天 大败天竹兵 杀死三千多人 水中溢亡者将近一万人 阿罗那顺弃城逃走 重新纠结残余势力 调过头来与蒋诗人战斗 蒋诗人又将其打败 并生擒了阿罗顺那 生余的天竹人 拥戴阿罗顺那的妃子及王子 并生擒阿罗那顺 生余的天竹人 拥戴阿罗那顺的妃子及王子 在前驮未将 祖劫唐军 蒋诗人向其发动进攻 天竹兵重溃败 其妃子和王子被擒 其余被俘男女一万两千人 于是天竹国内大受震动 共有580多个城义和部落先后投降 玄策等人俘虏阿罗那顺 办事回朝 朝廷任命玄策为朝散大府 6月16日 唐朝以白别部所居住地为居延州 20日 特进宋宫 萧去世 太常寺议定其嗜好为德 尚书省议定嗜好为利 太宗说 嗜好本是标明人的行计的 应当符合实际 可加嗜好为真贬公 萧的儿子萧瑞 继承其父的实义爵位 并娶太宗女儿 乡承公主为妻 太宗想要为她 迎建新的宅地 公主执意辞退 并说 媳妇侍奉公婆 应当早晚都在身边 假如居住在别处 居然会有较多的缺失 太宗于是命令 就在萧的援助所 为他们迎建新趣 太宗认为 高黎正值穷困凋敝 一定在明年蒸发30万兵力 一举灭掉它 有人认为 大军东征 必须储备一年的粮食 而牲畜 并不能运载那么多 应当准备 用舟船 用水运 随朝末年 唯独建南地区 没有扣道于兵乱 近来 辽东之战 建南又一次不受迁累 当地百姓生活负数 应当让他们修到舟船 太宗依从其建议 秋季七月 派幼灵左右夫长使强伟 在建南道伐木造舟船 大船有的长100尺 宽50尺 造好后 另派使者走水路 从乌侠直抵江州 扬州 再持往来州 十一日 西突爵丞相 趋利拓 请求率领本部 跟从唐军 讨伐秋辞 其初 左五位将军 武连县公 武安人 李军县 掌管 玄武门 宿位 当时 金星 多次在白天出现 太室占卜说 女主将兴起 民间 又广传 秘迹中言 唐朝三代以后 女主武王 取代李氏 具有天下 太宗听后 非常厌恶 正赶上太宗 在宫中 与众位武将尹宴 行酒令 让每个人 各讲小名 李军县自称 小名武娘 太宗非常惊讶 进而笑着说 什么女子 竟这么永健 又因为 军衔的官衔 风厥 机关都有一个五字 非常厌恶 随后 让他出任 华州刺史 有个不一 名叫 袁道信 自称 能够不尽饮食 通晓佛法 李军县 非常羡慕 相信他 多次与他 行影相随 窃窃私语 御史上奏称 军县 沟通妖人 图谋叛乱 十三日 李军县因此事 被定罪处斩 全家被超没 太宗曾秘密地 问太史令李淳风 秘记上所说的谣传 真有其事吗 回答说 我仰观天象 俯查历数 这个人 现在已经在陛下宫中了 是陛下亲属 从今往后 不超过三十年 这个人 当作天下的君王 并将大唐皇室子孙 杀得不剩几个 其征兆已经形成了 太宗说 凡是有怀疑的统统杀掉 怎么样啊 李淳风回答说 此乃天命 人们不能够违抗 未来成亡的人死不了 反而白白地杀死无辜 而且今后三十年 那个人也已经老了 也许该存有慈善心肠 祸害可能会小一些 如今即使找到此人 将其杀死 老天或许会降生 更加强壮的人 大肆发泄怨恨 恐怕陛下的子孙 就没有幸免的了 太宗于是不再过问此事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岭 留守在京城 病情加重 太宗征召他到御华宫 乘坐轿子进入殿内 到太宗御座旁边才下轿 与太宗相对流泪 太宗将房玄岭留在宫中 听说病情好转 则喜行余色 病情加重 则忧虑憔悴 房玄岭对他的儿子们说 我蒙受皇上的隆恩 如今天下无事 只有东征高礼一事 没有停止 众位大臣都不敢劝谏 我明知其非而不说话 真是死有余辜呀 于是上表彰劝谏 认为老子说 知道满族 不会遇到困辱 知道适可而止 不会遇到危险 陛下的功名威德 也可以知足了 开拓疆土 也当适可而止 而且陛下每次判决 一个死刑犯人 一定要三次负义 五次上奏 尽速食 停止音乐 这正是众世人的性命啊 如今 驱使无罪的士族 让他们往刀口上送 是只肝脑徒弟 难道他们 单单不足以怜悯吗 假使当初高黎违背君臣的礼节 可以诛罚他们 假若侵扰百姓时 可以灭掉他们 以后会成为中原的祸患 也可以除掉他们 如今没有这三条原因 而只是无故烦恼中原百姓 我们对内 无非是称为为前代学耻 对外 不过称为新罗报仇 岂不是所得到的很少 失去的很大吗 希望陛下容许高黎毁过自心 焚毁准备渡海用的船只 停止招募兵重 自然华夷庆幸有靠 远赴近安 我很快要死去的 倘若承蒙陛下采纳将死者的哀鸣 死了也将不朽 房玄灵的儿子房仪爱 娶太宗女儿高杨公主为妻 太宗对公主说 你的公公病得这么厉害 还能为国家的事忧心忡忡 太宗亲去探视 握着房玄灵的手和她告别 悲痛得不能自禁 24日房玄灵去世 柳房说 房玄灵辅佐太宗平定天下 直到死于宰相位上共32年 天下人号称为贤相 然而没有多少事迹可循 道德也达到至高境界 所以太宗平定霍乱 而房杜二人不居功 王未争善于建征 而房杜二人不争其贤名 李氏李静善于领兵作战 而房杜二人俯行闻道 使国家太平 将功劳归诸君主 方玄灵被称为 有唐一代的宗臣 是很适宜的 8月初一出现日时 29日 施令岳州都督府以及雾洪等州 修造海船及双防船 1100艘 23日 太前左领军大将 指示私利从金山道出兵 进攻薛岩陀残余势力 9月初二 昆秋道行军大总管阿什纳 摄尔进攻楚岳楚蜜 将其击败 与众全部投降 初五 薛万彻等人讨伐高礼 返回朝廷 万彻在军中 嗜财傲物 盛气凌人 裴行方上奏 称其有怨言 因而被罢官 除掉名吉 流放到向州 11日 新罗向朝廷上奏表称 百计进攻齐国 功课十三座城 21日 任命皇门侍郎楚岁梁 为中书令 第1348集 强伟等人 蒸发百姓造船 山寮人也去做利益 雅琼梅三州 辽民造反 24日 朝廷派茂州都督张世贵 又为将军梁建芳 蒸发拢右侠中的士兵 两万多人 进攻辽民 鼠人 鼠人苦于造船的劳役 有人请求出钱 雇佣谭州人造船 太宗允许 周县官吏 督促过急 百姓们甚至 卖田地宅院 卖儿卖女都攻不上 梁价猛掌 引起见外一带骚动 太宗听说后 派四农寺少卿 长孙之人 飞奔前往视察 之人上奏称 属人身体虚弱 不能承受剧烈劳动 大船一艘 雇人要给卷 2236匹 山谷之中 已经砍伐的树木 还没有全部运出来 又要征调船拥 两件事并在一起 百姓们承受不了 应当加以存续掩护 太宗于是施令 雇谭州人的造船费用 由朝庆之计 冬季十月初六 太宗车驾回到京城 回合吐迷渡的侄子 乌合取其婶身为契 乌合与居鲁墨和侍从官 居罗伯 都是突厥车鼻可汗的女婿 二人互相谋划 杀掉吐迷渡 归附车鼻 乌合呈夜晚带领十多个骑兵 袭击图迷渡 将他杀死 奄然副都户袁李晨 派人又想乌合 答应他上奏太宗 封他为汉海都尉 乌合起码到袁李晨处面谢 李晨将他抓起来杀死 上报朝廷 太宗担心回合各部落分散 派兵部尚书崔敦李前往安抚 又过了一些天 聚罗伯到朝中拜见太宗 太宗将他留下 不让他回去 阿什纳舍尔打败楚越楚秘后 领兵从燕齐的西面 直抵秋辞北部边境 分兵五路 出其不意 燕齐国王薛婆阿纳芝 弃城投奔秋辞 拒守其东部边境 阿什纳舍尔派兵追击 生擒并杀掉他 立他的堂弟先纳准 为燕齐国王 让他继续向唐朝进攻 秋辞大为震动 守成将士 大多弃城逃走 阿什纳舍尔进驻弃口 离秋辞多成三百里 派一周刺事 韩威率领一千多起兵为前锋 萧卫将军曹继书紧随其后 到了多贺城 秋辞国王颗粒布施华 丞相纳粒 劫列颠率领五万兵重抵抗 短兵相接 韩威引兵假装后退 秋辞兵清朝出兵追击 跑了有三十里 韩威和曹继书的军队会合 秋辞兵害怕想要退却 曹继书长击反击 秋辞大败 北逃八十里 二十七日 唐朝任命回合吐迷渡的儿子 一族狼将婆润 为左小伟大将军 大肆立发 汉海都督 十一月二十三日 契丹将领哭歌 西族部落将领可渡者 一同率领本部归降唐朝 朝廷将契丹本部改为松莫府 任命哭歌为都督 又以其将领达基等部为翘洛等九州 各自任命他们的首领为次使 以西族本部为挠岳府 任命可渡者为都督 又以其将领阿辉等部为若水等五州 也是各任命其部族首领为次使 二十四日 在盈州设置东夷校尉官 十二月二十四日 太子李治为文德皇后建造大慈恩寺 俊功 秋辞国王布什比兵败之后 退保都城 阿什纳舍尔及行军逼近 布什比率领清旗出城西陶 舍尔攻下其都城 让安息都护郭孝克守卫次城 沙州次使苏海正 上年奉与薛万倍率领精锐骑兵 追击布什比行军六百里 布什比慌慌张张 聚首波焕城 舍尔领兵攻城 用了四十天 润十二月初一攻陷城池 生擒布什比以及截裂颠 纳利只身逃走 暗中勾引西突厥的兵力和本国兵力 合在一处共一万多人袭击郭孝克 郭孝克在城外安营扎帐 有的秋辞人告诉他 纳利即将赶来 孝克不以为意 纳利忽然大兵压境 郭孝克率领本部一千多人 想要进入城中 纳利的兵重已经登上城墙 城内投降的湖兵和纳利理应外合 共同夹击郭孝克 万剑齐发 刀剑如雨 孝克抵挡不住 想要再次冲出来 被射死在西门 城中大乱 仓布郎中催一朝 招募得两百人保卫军需财物 与秋辞兵在城中展开激战 曹继疏韩威也在城外扎营 从城的西北角进攻秋辞 经过一夜激战 纳利兵撤退 唐军杀死秋辞兵三千多人 城中才安定下来 十多天之后 纳利又带引山北秋辞一万多人逼进都城 曹继疏营机将其打败 杀死八千人 纳利一个人骑马逃走 秋辞人将他抓住 送到军门 阿什纳舍尔前后 共攻下五座大城 派左卫狼将全知府 到各个城中小以俘获 各城相继请求投降 共得七百多城 俘虏男女几万人 舍尔于是召集城中父老 宣誓朝廷的威严神灵 讲明征法有罪之国的道理 列邱辞国王的弟弟叶护为国王 邱辞人非常高兴 西域地区震撼 西突爵 于田 安国 争着送骆驼 马匹和军粮 舍尔克石碑济宫 而后 安石回朝 初二 唐朝任命昆秋道行军总管 左宵尉将军阿什纳赫鲁 为尼弗沙伯罗叶护 赐给古和大旗 让他招服讨伐没有归服的西突爵人 初七 新罗国丞相金春秋 与他的儿子金文王 来到唐朝拜见太宗 金春秋是金贞德的弟弟 太宗封春秋为特晋 文王为左五位将军 春秋请求按照唐朝的式样 改革新罗官员的礼服 太宗拿出东福赐给他 二十三年 四有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春节正月初六 秋辞国王布施弼 及其丞相纳利等人 被押送到京城 太宗予以责备后 又将他们放了 任命左施弼为 左五位中狼将 西南地区涂墨之等蛮族 归赴唐朝 以其辖地设 邦旺兰秋四周 隶属于朗州都督府 太宗因突厥车比克汗 布莱朝建 派右销卫狼将高侃 征发回合蒲谷等兵马 袭击突厥 车队到了突厥境内 各部相继前来投降 阿西密首领 肥罗插投降 唐朝在其原地 设立新黎州 二月十一日 唐朝设置 瑶池都督府 隶属于安息都户 十三日 任命左卫将军 阿什纳赫鲁为瑶州都督 三月十三日 唐朝设置 丰州都督府 由严然都户 李肃利 兼任都督之 上一年冬季 大旱 到此时 才下了第一场雨 十七日 太宗支撑并体 到了显道门外 大赦天下 二十三日 太宗斥令太子李治 在金夜门听证 夏季四月初一 太宗行性 翠微拱 太宗对太子说 李氏 才智有余 然而 你对他没有恩德 恐怕不能够 竞服你 我现在将他降职 假如他即刻就走 等我死后 你可以再重用他为仆叶 视为亲信 如果他徘徊观望 兵当杀掉他 五月十五日 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氏 为谍州都督 氏 接受诏令之后 没有回家 急去上任 十八日 开府一同三司 魏警武功李静去世 太宗病情加重 上土下泄 太子昼夜不离身边 有时一连几日不进时 头发有的已经发白 太宗流着泪说 你这么孝敬疼爱我 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呢 二十四日 太宗病情危急 召长孙无忌到寒风殿 太宗躺在床上 伸出手摸着长孙无忌的腮 无忌大声痛哭 不能自已 太宗竟说不出话来 于是令长孙无忌出宫 二十六日 又召长孙无忌和楚岁梁 进入卧室内 对他们说 朕如今将后事 全都托付给你们 太子仁义孝敬 你们也都知道的 望你们善家辅佐教导 对太子说 有无忌和楚岁梁在 你不用为大唐江山担忧 又对楚岁梁说 无忌对我极尽忠诚 我能拥有大唐江山 无忌出力较多 我死之后 不要让小人进禅言 挑拨离间 于是令楚岁梁 草拟一诏 过了不久 太宗去世 太子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 嚎啕痛哭 悲痛欲绝 长孙无忌抹去眼泪 请求太子处理正事 以安朝廷内外 太子不停地哀嚎 无忌说 皇上将宗庙设计交付给殿下 怎么能效法一般人 只知道哭泣呢 于是密不发丧 27日 长孙无忌等人请求太子 先回到皇宫 非忌 金汉步兵 以及旧将领 纷纷跟随 28日 太子进入京城 此室的天子 所用的马车 侍卫兵 如同平时一样 继太子之后 到达京城 安顿在两一殿 任命太子 左庶子于智宁为侍中 少瞻是张行成 兼任侍中 任命简孝 刑部尚书 又庶子 兼立部侍郎 高纪府 兼任中书令 29日 在太极殿发丧 宣誓太宗遗诏 太子及皇帝位 军国大事 不可停下不办 平常所系事物 委托给有关官署 诸王在外任 都督刺使的 都听凭他们前来奔丧 但蒲王李太 不在奔丧的范围内 非至辽东的征战 及各项土木工程 四方各部族 在朝做官 以及来朝进贡的几百人 听说太宗死了 都失声痛哭 剪头发 用刀划脸 割耳朵等 流血满地 六月初一 高宗李治即位 大赦天下 初四 任命迭州都督李 视为特进 剑教洛州刺使 洛阳宫留守 先前 太宗示明二字 令天下不连在一起 写的不用避讳 到了此时 开始更改 犯先帝明慧的官名 初时 任命长孙吴继为太尉 兼剑教中书令 掌管上书门下二省事务 吴继执意辞退 掌管上书省 高宗达允 于是 命他为太尉 同中书门下三省 二十日 任命李视为开府一通三思 同中书门下三省 阿史纳舍尔打败 秋辞之后 行军长使 薛万辈 请求借着军队的威慑 劝说 于田国王 福信 入京朝见 舍尔 听从其意见 秋季七月初六 福信 随薛万辈入朝 高宗下诏 让他夜见太宗灵鹫 八月初一夜里 发生地震 晋州震情尤其严重 死五千多人 十八日 安葬太宗皇帝于昭陵 妙号太宗 阿史纳舍尔切和利 请求自杀寻葬 高宗派人告诉他们 先帝遗址不允许 被太宗擒祸 归服的各部族首领 杰利等十四人 都雕刻他们的十人像 并刻上名字 排列在北司马门内 第1349集 二十五日 礼部尚书许敬宗 奏请英毁掉 洪农府军庙 请将供奉的神主 藏在太庙的西家市 高宗允许 九月十三日 任命李氏为尚书 左仆叶 冬季十月 在突厥各部设置舍利等五州 隶属于云中都督府 苏农等六州 隶属定乡都督府 初四 高宗询问大理寺卿唐林 在押的囚犯数目 回答说 县官押五十多人 只有两人应当处死 高宗听后十分高兴 高宗曾亲自询问犯人的罪状 前任大理寺卿处置过的犯人 都大声喊冤 唐林处置的犯人 却不发一眼 高宗感到奇怪 问他们是什么原因 犯人们说 唐林判处的 本来就不冤枉 高宗感叹良久 说道 治理刑狱的官员 不应该是如此吗 高宗任命处犯赞谱 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 封为西海郡王 赞谱记书给长孙无忌等人写道 大唐天子刚刚即位 大臣又不忠诚的 李当率兵赴国内讨伐除灭 十二月 高宗颁布诏令 允许蒲王李太 开设服署 设治辽署 车马服侍 与珍贵膳食等 特加优惠供给 唐高宗永辉元年 更须公元六百五十年 春季正月初一 改年号为永辉 初六 高宗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皇后乃是王思政的孙女 封皇后的父亲王仁为特晋 为国公 十九日 任命张行成为侍中 二十一日 高宗召见各地的召集使 对他们说 朕刚刚即位 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 你们都应该奏臣 未说透彻的 可以再次上书起奏 从此 每天带十名刺使 进入阁中 询问民间百姓疾苦 及其从政措施 有一个洛阳人李洪泰 无告长孙无弃谋反 高宗命令即刻处斩 无忌和楚岁良 齐心协力地辅佐高宗 治理朝政 高宗也尊重李玉二人 千公的听从二人的意见 故而永辉年间的朝政 百姓安康 有贞观朝的一份 太宗的女儿 恒山公主 应当下嫁长孙室 有关官员认为 天子既已因公脱去丧服 想让公主在当年秋季成婚 于智宁上书言道 汉文帝立下不必穿丧服三年的制度 本来是为了天下的百姓 公主服丧本应穿上粗麻布做的衣服 纵使援引汉代旧力脱去了丧服 爱情怎么可以随着旧力 一下子就改变了呢 清代三年扶桑期满后 再批准成婚 高宗一准 2月22日 立皇子李孝为许王 李尚金为齐王 李肃杰为雍王 夏季5月24日 土藩赞普弃宗弄赞去世 他的嫡长子早已死去 便立他的孙子为赞普 赞普年幼懦弱 正是都有土藩的丞相 陆东旦裁决 陆东旦性情通达严肃 治军有方 土藩之所以强盛壮大 危阵射服低强阻 都是由于他的谋略 6月高侃进攻突厥 到达阿西山 车比克汗征兆各部兵马都不复命 无可奈何率领几百名骑兵逃走 高侃率领精锐骑兵追到金山 升秦车比克汗后返回 其手下兵重纷纷投奔 起初阿什纳舍尔 俘虏了秋辞国王布施弊 立他的弟弟为国王 唐朝军队返回朝廷之后 各部落首领争夺王位相互攻击 秋季8月16日 高宗颁布诏令 让布施弊重新做秋辞国王 派遣他回到本国安抚民众 9月初四 高侃将车比克汗押送到京城 释放了他 外官左五位将军 将突厥剩余民众安置在玉都军山 并设置狼牙都督府以统帅他们 任命高侃为卫将军 从此突厥人全部为大唐风土内的臣民 分别设置禅于汉海两个都督府 禅于都督府 统领郎山云中三干等三个都督府 苏农等十四个州 汉海都督府 统霞汉海金辉新礼等七个都督府 仙恶等八个州 各自任命其部落首领为次氏都督 27日 高宗出城游猎 遇上大鱼 便问建议大副 昌乐人古纳律说 遮雨的游衣 怎么样才能不漏水呀 答道 用瓦片做的肯定不会漏 高宗听后高兴 为此停职大猎 李氏执意请求辞职 冬季十月初三 解除李氏的尚书佐蒲叶职务 仍任开府一同三司 同中书门下三品 几位 监察御史 杨武人伟斯签上奏书 弹劾中书令储岁梁 押价购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 大理寺少卿张瑞测认为 是以固定价格购买 没有罪 斯签上奏说 是预备国家需要使征收用的 陈下之间的交易 怎么能够按照固定的价格呢 瑞测利用文书武币 附和陈下七网皇上 按及罪行应当处死 当天将储岁梁降值为铜州刺史 张瑞测降为顿州刺史 司签 明 人约 通常以字称呼 十二月初五 紫州都督谢万岁 严州都督谢法兴 与前州都督李孟长 和兵讨伐 严州反叛的辽民 万岁法兴二人 进入辽民居住的山洞内 招服他们 被辽民杀死 二年辛亥 公元651年 春季正月十一日 唐朝任命皇门侍郎宇文杰 忠书侍郎柳二人 为同忠书门下三品 柳是柳亨的侄子 王皇后的舅舅 左宵卫将军 姚池都为阿什纳赫鲁 召集当地离散的百姓 草庐帐篷渐渐多了起来 听说唐太宗驾崩 便谋划着偷袭公取 西庭二州 秦州刺史 洛弘义 得知他的计谋 上表给朝廷 讲明其事 高宗派通式社人 乔保明前往安抚 乔保明 劝说阿什纳赫鲁 让他的长子 运到朝中 当宿卫官 受官为 又小伟中郎将 不久 唐朝又遣送运 回去 运于是劝说 他父亲 领兵往西走 打败 伊皮叶 奎克汗 兼并其不重 在双核及千拳建立崖障 自称沙波洛克汗 舵路五部及奴师臂五部都归顺他 拥有兵力几十万 又与伊皮多路克汗的军队联合 楚越楚密 以及西域各国都依附于他们 封运为墨赫多叶户 燕齐国王 婆嘉丽去世 本国人上标请求重新拥立老王突齐之 下期四月 高宗下诏 驾封突齐之为右伟将军 让他回到国中 荆州刺史藤王李元英 交涉淫逸 为太宗守丧期间 无节制的游猎 多次夜间大开城门 惊扰老百姓 有时用弹弓打人 有时又将人埋在雪中取笑 高宗纪书对他身家责备 而且说 讨乐趣的办法也有多种多样 禁灵宫那样的荒唐君主 怎么值得效法呢 朕与你是亲属 不忍心将你绳之于法 如今定你的考课等地为下等之上 以使你的心中觉得惭愧 李元英和蒋王李韵 都喜好收敛财物 高宗曾经赐给众王 每人五百段卷博 唯独没有藤蒋二王的 赤定说 藤王皇叔和蒋王皇兄 自己能够经营聚敛 不必赐给财物 只给马两车串钱用 二王大为羞愧 旧季七月 西图爵沙布罗克汗 进犯廷州 攻陷金岭城 以及蒲类县 杀死抢夺几千人 高宗下诏 任命左武侯大将军梁建芳 右萧位大将军切和力 为公约道行军总管 右萧位将军高德义 右武侯将军薛孤无人 为副总管 蒸发秦城 其拥抚兵力三万人 以及回合五万骑兵 讨伐突厥 除二 高宗下诏令 各位礼仪官学士们 商议朝廷的明堂制度 将高祖皇帝 佩祥五位天帝 太宗皇帝 佩祥五位仁帝 八月初八 任命于智宁为上书左仆叶 张行成为右仆叶 高继父为侍中 于智宁张行成 仍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十八日 郎州白水满族人反叛 进反马州 唐朝派左领军将军 赵孝祖等人 发兵讨伐 九月初三 废调玉华宫 改为佛寺 初八 将九成宫 改名为万年宫 二十日 左武侯引驾 卢文操 越过宫墙 偷窃国库物资 高宗认为 引驾的职责 在于昼夜巡视 纠察尾师 却坚守自盗 下令将其处死 建议大夫萧军 劝谏说 陆文曹犯罪情形 实在难以原谅 然而依法 不至于判死刑 高宗于是赦免 文曹死罪 对身边的侍臣 称赞萧军说 这才是真正的 建议大夫呀 润九月 长孙无忌等人 进城所删定的律令式 十四日 高宗下诏 将其搬行全国 高宗对宰相们说 听说你们所在的官署 官员们还要互相观察 脸色形式 大多不能完全公正 长孙无忌回答说 这些怎么能敢说没有呢 然而寻情枉法 也实在不敢 至于说 稍稍地考虑一些人表因素 恐怕陛下也不能避免 无忌 以原旧身份辅佐朝政 凡有所谏言 高宗无不暂许采纳 冬季十一月初二 高宗到南郊祭祀 十四日 高宗颁布诏令 今后朝中官员 及外州 有进县 英国及狗马者 一律定罪 十九日 特浪枪族首领 董西奉求 辟会枪族首领 补颜墨 各自率领本部落 一万多户到茂州 恢复唐朝 豆州 益州蛮族首领 李宝成等人谋反 贵州都督刘伯英 予以讨伐平定 郎州到总管赵孝祖 讨伐白水蛮族人 其首领突抹谱 即解谜鱼 率领部中 占据险要抵抗 祖孝将他们全部杀死 正赶上天降大雪 蛮族人饥寒交迫 大多数人死掉 赵孝祖上奏称 甄冠年间讨伐昆州乌蛮人 开始开辟清陵 弄洞为周县 弄洞的西面 由小伯弄 大伯弄二川 一只山洞引诱弄洞 想要让弄洞反叛朝廷 伯弄以西与黄瓜 业余西尔河交界 百姓富足超过蜀川地区 没有大的首领 因而容易接下仇怨 如今正好借着攻破白水的兵力 经求顺便向西讨伐 将他们安抚 高宗斥令听从其意见 第1350集 12月24日 楚越部落的诸邪孤柱 杀死唐朝的昭卫使 善道会 与突厥的阿什纳赫鲁相勾结 纪念 百姬国派使者尽献共性 高宗告诫来时 让百姬不要和新罗高黎相互攻伐 不然的话我大唐将要蒸发大军 讨伐你们 三年 仁子 公元652年 春季正月初一 土玉魂新罗高黎百姬 纷纷派使者到朝廷进宪共信 初五 梁建方契合力等人 在牢山大败楚越 诸邪孤柱的军队 孤柱成夜间逃跑 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义 率领青旗追赶 追了500多里路 生情孤注 杀死九千人 军队撤回 御使弹劾梁建方 说他的兵力足可以继续追击 却逗留没有行进 高德义下令买马 却给自己选取好马 高宗认为 建方等人杀敌有功 革制下来不予问罪 大理四卿李道玉上奏书言道 高德义自取的那些马 角力非常好 请求充实黄旧 高宗对身边大臣说 李道玉本是一个执法官 进马一世并非他的执权范围 却妄自迎合朕的意图 难道是朕做事不能为大臣们所信任吗 朕正在自责 所以不再罢处道玉 十一日任命童州刺史储穗梁为吏部上述 同中书门下三品 十八日高宗济县太庙 二十九日济县神农祠 高宗恭行吉田礼 二月二十七日高宗亲临安福门城楼 观看各种杂耍 二十八日高宗对身边大臣说 昨日登上城楼 想要观察民俗风情的奢侈和节俭 并非是为了声乐之余 朕听说西域人擅长鸡的游戏 曾想亲自看一看 昨日初次登上城楼 既有众多的西域人鸡 好像以为朕赌号鸡 帝王所作所为 岂能那么随意轻率 朕已经将那焚烧 希望以此来杜绝西域人 窥探帝王喜好的想法 也是引以为戒 三月二十四日 任命宇文杰为市中 柳为中书令 任命兵部侍郎三元人韩元 代理皇门侍郎 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季四月 赵孝祖大败西南蛮族人 杀死小伯弄首领莫盛 升服大伯弄首领杨成巅 其他囤聚兵马自保的蛮族部落 大的有兵数万人 小的几千人 校族一一将其击败降服 西南蛮族 于是平定 初七 李州刺史彭斯王李元泽去世 六月二十二日 高宗派兵部尚书崔敦李等人 统帅并焚州部骑兵一万人 前往茂州 征调薛颜驼生于民众渡过黄河 设至麒连州 安置他们 秋季七月初二 高宗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 大赦天下 王皇后没有子嗣 柳为皇后谋划 因李忠生母刘氏 出身威贱 劝说皇后立李忠为太子 希望他能亲近自己 对外则暗示 长孙无忌等人 让他们向高宗请求立李忠 高宗一从 初时 任命于智宁兼任太子少师 张行成兼任太子少妇 高纪府兼任太子少宝 82日高宗问户部尚书高旅行 去年增加了多少户口 旅行奏称 去年增加户口总计15万 进而询问隋代和今日户口数 旅行奏道 隋朝开航年间有870万户 本朝现有380万户 旅行是高氏连的儿子 9月任命代理中书侍郎 来祭为童中书门下三品 冬季11月更吟 红化长公主从土玉魂 回来朝见 鬼祀 徒王李太在军州去世 散吉常是房一爱 娶太宗的女儿高杨公主为妻 公主十分娇横 房玄陵死后 公主教唆一爱和她的兄长 一职分财产 过后又反过来诬陷移植 房一职自我申辩 太宗对公主大家责备 由此施宠 公主闷闷不乐 恰巧此时 遇使弹劾盗窃案 搜得僧人汴姬的保证 汴姬称是公主赐给她的 公主和汴姬私通 送给她无以数计的财物 改让另两个女人 事后房一爱 太宗得知此事大怒 下令腰斩便机 杀死奴婢十多人 公主更有怨言 太宗驾崩时 面无卑欺面容 高宗即位之后 公主又让一爱和一职 相互诉讼分财产 一爱因此获罪 将职出任房州刺事 移职为贤州刺事 此外 僧人智序等几个人 私下侍奉公主 公主让夜庭令陈玄远 窥探皇宫内祈求 鬼神福祸之事 先前 驸马都尉薛万彻 获罪被除去鸣吉 降职为宁州刺事 到朝廷来 与房玄爱十分亲近 与一爱讲道 对朝廷有怨言的话 而且说 我如今虽然有剿病 安坐京城 那些人倒还不敢轻举妄动 进而和一爱谋划 假如朝廷有变化 我们应当尊奉司徒 京王李远景为君王 李远景的女儿 嫁给房一爱的弟弟姨泽 因此远景和一爱二人 往来密切 李远景曾自称 做梦用手握住太阳月亮 驸马多位柴令武 是柴少的儿子 娶太宗女儿八灵公主 官拜八周四时 托辞公主有病 留在京城求医 因而与房一爱 相互串通谋划 高阳公主图谋 罢免遗职官职 夺掉她的风诀 让人诬告遗职 对自己无礼 遗者也上书列举 房一爱和公主的罪状 并说 他们恶贯满盈 恐怕迁累到城下的家门 高宗命长孙无忌审问其事 又得到房一爱 和公主谋反的证据 司空暗中都督 吴王李克的母亲 是隋扬帝的女儿 李克文武全才 太宗常常觉得他像自己 想要立他为太子 长孙无忌极力争辩才作罢 因此李克和长孙无忌的关系恶化 李克平素名望较高 为人心所向 长孙无忌非常记恨他 想要找借口诛灭李克 已断绝众望 房一爱得惜实情后 便自称与李克是同谋 希望像当年和干成吉 密告太子谋反那样 得免一死 次年 回丑 公元653年 春季2月初二 高宗赵令 将房一爱 薛万彻柴令无处斩 李元景李克高阳公主 巴林公主 一并赐其自尽 高宗流着泪 对身边的大臣们说 京王是朕的叔父 吴王是朕的兄长 想求他们不死 可以吗 兵部尚书崔敦 李认为不可 于是将他们处死 薛万彻临行前 大声言道 薛万彻也算是个豪杰 留着为国家效力 岂不是更好吗 只因受房一爱牵连 就杀掉他们 吴王李克林死的时候 大骂说 长孙无忌 善弄威权 残害忠良 假如宗庙有灵的话 会在不久之后 灭他一族 初三 市中间太子战士宇文杰 特进太常四卿江夏王李道宗 做宵卫大将军 驸马都尉执师司令 君因与房一爱交接串通而获罪 流放到灵表 宇文杰和房一爱关系密切 等到一爱关在狱中 宇文杰颇为他开罪辩护 江夏王李道宗 平时及和长孙无忌 储岁良不和睦 故而都有罪 初六 将与李克同母的弟弟 蜀王李 废为平民 安置在八州 房一旨 便为春州同龄卫 薛万车的弟弟薛万辈 流放娇肘 霸出房玄陵 在太宗庙培计的殊荣 改任开府一同三司 李氏为司空 其初 林毅国王范头立死后 他的儿子真龙即位 大臣加毒杀死真龙 将范氏宗族斩尽杀绝 加毒自立为国王 国人都不从命 于是立头立的女婿 婆罗门为国王 国内百姓都思念范氏一家 又罢免婆罗门 立头立的女儿为国王 他的女儿不能够治立国政 有一个名叫诸葛蒂的 是头立姑母的儿子 父亲被头立杀死后 向南投奔到真辣 大臣可伦翁定 派使者将他迎回来立为国王 让女王嫁给他 由此百姓们才稳定下来 夏季四月初七 林毅派使者入朝进宫 秋季九月十三日 尚书左仆叶北平定宫 张行成去世 二十五日 任命楚岁良为尚书右仆叶 照旧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并掌管选举官吏事 冬季十月二十二日 高宗寻兴离山温泉 二十七日回到宫中 起初 牧竹女子陈朔珍 用妖言巫术 蛊惑民众 于妹夫张书印 举兵返唐 自称文家皇帝 任命书印为蒲叶 甲子叶里 书印率领兵众攻打铜炉 最后攻陷该成 陈朔珍壮忠烧香 领兵两千人 攻陷穆州及余前线 又进攻赦州 未能攻下 高宗斥令扬州刺史 防人狱 争调军队讨伐 陈朔珍派其同伙 同文堡 率领四千人 进攻雾州 刺史崔义璇 争调兵力抵御 民间百姓盛传 陈朔珍有神灵 触犯其军队者 必遭灭族之灾 士兵们十分恐惧 四公参军 崔玄吉说 起兵一仗正道 尚且不一定能最后成功 何况凭借妖术 哪能长久啊 崔义璇任命 崔玄吉为前锋 自己率领 本州兵马随后 到达下槐树 遇见陈朔珍不重 双方激战 崔义璇身边的卫士 用盾牌掩护他 义璇说 如果次时躲避刀剑 那么谁还能去拼死作战呢 命令撤去盾牌 于是士兵们合力奋战 陈朔珍军大败溃逃 几千人被杀 朝廷军队听任陈朔珍的 于众归降 行军到牧州境内 投降的人数以万计 十一月初二 防人狱的军队 合围包抄 抓获了陈朔珍张书印 将他们斩首 与党全部平定 崔义璇以此战 功败 御史大负 初五 任命兵部尚书 崔敦礼为适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 适中献功高纪府去世 这一年 西托爵伊比多鲁克汗死 他的儿子 杰达杜舍 四号珍珠叶户 开始和沙波洛克 含有隔阂 与伍努师弊 联合进攻沙波罗 大败沙波罗 杀死一千多人 五年 贾隐 公元六百五十四年 春季正月十五日 羌族首领 动就 归附唐朝廷 在其所在地 设置建州 三月十二日 高宗 行姓 万年功 十四日 追赐武德朝 功臣 须途通等 十三人的官爵 其初 王皇后没有儿子 萧淑妃 得到高宗宠幸 王皇后十分嫉妒 高宗做太子的时候 进寝宫 侍奉太宗 看见才人武士 便十分喜欢 太宗驾崩之后 武士随着众位嫔妃 到感叶寺当尼姑 到了太宗的忌日 高宗到感叶寺 行乡拜佛 见到了他 武士哭泣 高宗也流泪 王皇后听说后 暗中让武士留发 劝说高宗 纳武士入后宫 想要以武士 来离间 高宗对萧妃的宠爱 武士机敏聪慧 善师全数 刚进宫时 侍奉皇后 十分千功有礼 皇后十分喜欢他 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他 不久 大德宠幸 拜为昭仪 皇后和萧妃 军师宠 二人又一同 诬告武士 高宗均不欲采纳 武昭仪想要追赐 他的父亲 武士的官爵 而苦于没有什么名义 于是便假托要 褒奖赏赐十三位功臣 其中便有武士 第一千三百五十一级 十九日 高宗寻姓奉全汤 二十三日 回到万年宫 夏季四月 大石国出兵进攻波斯国 杀死波斯国王伊斯侯 伊斯侯的儿子 毕露斯 投奔图火罗 大石军队退去 图火罗派兵 护送毕杜斯回到国中 立为博斯国王 任武岳川 唐朝在楚岳部 设置金满洲 初三夜里 天下大雨 山洪爆发 大雨冲击玄武门 素卫士兵纷纷逃散 又领军狼将薛仁贵说 怎么能出现天子有急难 而素卫士兵怕死的情况呢 于是登门矿大声呼喊 警告皇宫中的人 高宗急忙走出宫内 登上高处 一会儿大水漫过寝殿 烟溢卫士 及住在林游县的人 死了三千多人 十八日 新罗女王金贞德去世 高宗下诏 立他的弟弟金春秋 为新罗国王 六月初二 恒州发大水 湖陀河水涨满 淹没五千三百家 中书令柳 因为王皇后失宠 内心很不安稳 请求解除相职 十九日 罢处柳中书令 改任吏部尚书 秋季七月二十四日 高宗车架回到京城 二十五日 高宗对吴贫 以上官员说 以前在先帝身边 看见吴贫以上官员议论朝政 有的在立仗的诸卫士面前当面陈情 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 难道唯独现在无事可奏吗 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冬季十月 朝廷雇佣雍州四万一千人修筑长安外城 三十天之后竣工 十一日 雍州参军薛景轩上书言事 说道汉惠帝修筑长安城不久死去 如今又要修成 一家会有大的不幸 于智宁等人认为 景轩言语涉于妖望 请求将他处斩 高宗说 景轩虽然除言狂妄 如果因为尚书言事而获罪 恐怕会断绝言路 于是宽赦了薛景轩 高离国派其将领 安顾同帅军队进攻弃丹 宋默都督李哭歌率兵抵抗 在新城大败高丽军队 这一年大丰收 洛州苏米一斗才值两千半 京米一斗十一千 王皇后萧淑妃和武昭仪之间 相互诬告诽谤 高宗不相信王后萧妃的话 唯独信任武昭仪 王皇后不会趋役侍奉高地身边的人 他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及舅舅中书令柳 一生下一个女孩 皇后怜爱她并逗弄她玩 皇后走出去之后 武士趁没人将女孩掐死又盖上被子 正好高宗来到 武士假装欢笑 打开被子一同看孩子 发现女婴已经死了 武士大声哭闹 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 身边的人都说 皇后刚刚来过这里 高宗勃然大怒 说道 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武昭仪借机哭泣着 数落起罪过 皇后无法申辩 高宗从此有了废皇后 立武昭仪为后的打算 又担心大臣们不服 于是便和武士一道林姓太尉 长孙无忌的宅地 唱饮酣唱欢乐到极点 酒席上将无忌宠击的三个儿子 都败为潮散大府 又命人装载金银财宝 锦断丝绸等 供十车赐给吴继 高宗承接讲道 王皇后没有子嗣 以此暗示吴继 吴继故左右而言 他竟然没有顺从旨意 高宗和武士二人 在不愉快中结束这场酒宴 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 到吴继的宅地多次请求 吴继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礼部尚书许敬宗 也曾多次劝说吴继 吴继正言立色 斥得了他 六年 以卯公元655年 春季正月初一 高宗亲夜昭零 初三回到宫中 十八日 周道兴君总管曹继书 在邪山一带 打败胡从 咸阳 车炉等蛮族 攻克十余作成 十九日 李皇子李洪为代王 李贤为陆王 高黎与百计和兵一处 侵犯新罗北部边境 攻取三十三座城 新罗国王金春秋派使者到唐朝请求援助 2月25日 唐朝派营州都督 成明镇 左卫中狼将苏定方 蒸发军队 进攻高黎 夏季5月13日 成明镇等人渡过辽水 高黎看见唐军兵力很少 便大开城门渡过贵端水迎战 明镇等人奋勇出击大摆高黎军 杀死并俘虏一千多人 焚烧其外城及村庄 而后返回 14日 任命幼腾卫大将军程之节 为冲山道行军大总管 讨伐西图爵杀不略可汗 23日 任命韩元为市中 来计为中书令 6月 武昭仪诬陷王皇后 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 求巫 诗艳圣术 诅咒昭仪 高宗赤令 禁止皇后母亲柳氏进入宫中 秋季7月初时 将吏部尚书柳 贬为隋州刺史 柳妇任走到福丰县 其州长使于成素 揣摩圣意 上奏称柳泄露宫廷禁密 又被贬为荣州刺史 唐朝因袭隋朝制度 后宫有贵妃 淑妃 德妃 贤妃 都是正一品 高宗想要特别设置一个臣妃 封给武昭仪 韩元来济建祖 认为无旧力可循 于是作罢 中书社人 饶洋人李义甫 为长孙无忌所厌恶 降职为碧州司马 施令还未下到门下上 李义甫已经暗中得知 便向中书社人 幽州人王德俭问及 德俭回答说 高宗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 正在犹豫不决 一直担心宰相们会有异议 你如果能提建议 立武士为后 则转获为府了 李义甫同意她的话 这天她代替德俭直诉 扣门向高宗上表彰 请求废掉王皇后 立武昭仪为后 以满足黎民百姓的愿望 高宗十分高兴 亲自召见李义甫 跟她谈话 赐给珍珠一斗 留下她官居颜值 武士又暗中派人 为劳勉励她 不久破格提拔为 忠书侍郎 在此之后 魏魏清许敬宗 御士大夫崔义璇 御士忠诚袁公瑜 都暗中向武士 表达其效忠之心 27日 任命市中崔敦李为忠书令 8月 尚药局奉御 蒋孝章 为定员二人之外的特制人员 品级仁同证员 园外同证的官职 从孝章开始 长安县令裴行俭 听说朝廷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 认为国家的祸患 必定从此开始 便和长孙无忌储岁良 私下议论此事 袁公瑜听说后 将这情况告诉了 武士母亲杨氏 刑俭因此获罪 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使 刑俭是陪人机的儿子 就业初一 任命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有一天 高宗退朝之后 宣赵长孙无忌 李氏 于智宁 储岁梁进入内殿 储岁梁说 今天皇上宣赵多半是为了后宫的事 皇上的主意既然已经定了 违抗着必是死罪 太尉是元旧 司空是功臣 不可以让皇上承担杀元旧和功臣的不好名声 我储岁梁乃是自平民起家 没有汉马功劳 到了今日这个地位 而且接受先帝托孤 不以死见争 无言去见先帝 李氏称病 没去内殿 吴继等人到了内殿 高宗对他们说 皇后没有子嗣 五昭已有 如今朕想立五昭已为皇后 你们看怎么样啊 储岁梁回答说 皇后出身明家 是先帝为陛下娶的 先帝临死的时候 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 朕的好儿子好媳妇 如今就交付给你了 这些话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 言忧在耳 未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 怎么能轻易废掉呢 我不敢趋意顺从陛下 以违背先帝的遗愿 高宗十分不高兴 只好作罢 第二天又言及此事 储岁梁说 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 我请求临选全国的世家旺祖 何必非武士不可 武士曾经侍奉过先帝 这是众所周知 天下人的耳目 怎么能遮掩呢 千秋万代之后 人们又将怎么评价陛下呢 愿陛下三思而后行 我今日触怒陛下 罪该处死 说完将朝物放在殿内台阶上 解下头巾 磕头直到血流满面 说道 还给陛下朝物 祈求放我回老家去 高宗勃然大怒 命人将他带出去 武昭仪在隔连中大声说道 何不究竟杀了这老东西 张孙无忌说 除税粮食先朝顾命大臣 有罪也不可以加刑 于智宁不敢说话 韩元找了个时机上奏书 流泪极力劝祖妃皇后 高宗不予采纳 第二天又劝见 悲伤得不能自已 高宗命人将他带出去 韩元又上奏书劝见说 一般的夫妇 还要相互选择后再结合 何况天子呢 皇后乃是天下妇女的遗犯 善恶由他而生 所以说 摩母辅佐皇帝 打几倾妇阴朝 世经说 赫赫有名的宗周 就灭在包四手中 每次官览前朝史事 常常会发出感慨 没想到今天 圣明之事也会受到玷污 做事不以法度 后事将如何看呢 希望陛下再三考虑 不要让后人讥笑 假使陈下我的话 有益于国家 即使被剁成肉酱 陈也死得其所 当年吴王不听吴子叙的话 结果吴都孤苏破败 迷路出没 陈下我担心 陛下令海内之人失望 使宫廷长满荆棘 宗庙不能继续享有祭祀的情况 危气不远了 来际上表彰劝谏说 君主策立皇后 应该依据天地之理 必须选择 名门礼教之家的淑女 优雅贤静 贤淑美好 才可与人的厚望相赋 也能成为神灵的意图 所以说 周游王造船迎接太四 这才是关咎的教化 百姓承受服作 汉城帝纵欲成性 以婢女为皇后 使皇统断绝 设计轻腹 周代的龙圣是那样 汉代的祸患又是这样 希望陛下明察 高宗对这些谏言 都不予采纳 又一天 李氏进宫见高宗 高宗问他 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 楚岁良固执己见 认为不可以 楚岁良既是顾命大臣 他反对 那么事情就应该停止吗 李氏回答说 这是陛下的家事 何必又去问外人呢 高宗废后的主意 于是定了下来 曲靖宗在朝中扬言说 张家汉多收了十壶麦子 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 何况天子要立皇后 人们又何必管那么多事 而妄生异议呢 古昭仪让身边的人将此话讲给高宗请 初三将楚岁良变为谭州都督